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周日一清早 等不及了的小团子就缠着荔枝眼 早早出了门 站在书奈家楼底下等 书奈透过窗户望出去 看到父子俩一大一小站在树底下 小团子蹦蹦跳跳地围着荔枝眼转圈 然后荔枝眼好像说了什么 小团子委委屈屈地站好 但没多久又开始抱着荔枝眼的腿撒娇 书奈收回视线 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却发现自己嘴角正挂着灿烂的笑 嘴角几乎裂到耳朵根 脸上的黄色粉底正上了一半 眨一眼看起来像是去演戏的小丑 他心情顿时又不美丽了 匆匆画好后 带上所有他认为会用到的东西 大包小包拎了好几个 一一快点 小孩子的本子大概已经写好挺久了 看到书奈身影 便疯狂挥舞着 小脸上写满了迫不及待 书奈刚要回应他 就看到荔枝眼轻轻敲了敲孩子的头教训他 刚才答应我什么了 等待女生的时候 不要催 言罢 他朝着书奈走过来 尽数拿过他手里的东西 朝着不远处的车走去 书奈柔柔酸痛的小臂 眼神随着荔枝眼的背影移动着 他突然意识到 生活里的荔枝眼 不仅身世 而且有些独属于他的温柔 不是那种漂亮话 不是各种嘘寒问暖 是体现在1.1滴里的身世教养和推挤吉人的柔和 小团子推推书奈 示意他看自己的小本子 书奈下意识低头 看清楚字的一瞬间老脸通红 姨姨 你在偷看爸爸 姨姨没有偷看 书奈怕孩子误会什么 赶紧白手澄清 可小团子就像是认定了似的 非要去跟荔枝眼确认 他怕引起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只能违心承认 是我看了 你别告诉你爸 姨姨这张脸还得留着贱人 小家伙得逞地笑了 露出一本正经的表情 你他一眼后欢快地跑向荔枝眼 说什么这么高兴 荔枝眼并没有听清楚他俩的悄悄话 好奇地问了一句 不告诉你 是我和姨姨的小秘密 书奈松了口气 朝着荔枝眼尴尬地笑一声 若无其事地转移话题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但其实出发早晚都没关系 为了让小团子玩得尽兴点 荔枝眼提前就很游乐园的人打过招呼 让他们提前减少今天的入园人数 毕竟人一多 他和丽静深都会感觉不舒服 入园之后 小团子高兴地搂着书奈亲了一口 又想去亲自家老爹时 看他不情不愿的模样 索性就放弃了 别乱跑 想先玩哪个 一一带你上去 这里都是些安全的幼儿项目 荔枝眼看着粉粉嫩嫩的旋转木马 决定还是待在原地 让他们两个去玩 可是深深看他没跟上去 飞跑过来拉着他 义正词严地提醒他 是你要来的 来了就得玩 舒奈眼瞅着荔枝眼 飞速黑下来的脸 不给面子 扑齿笑出声 甚至在他眼神不善 看过来的时候 笑得更大声了 没办法 儿子第一次来游乐园 荔枝眼不能打击他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 跟在俩人的身后 看着他俩兴高采烈地讨论 哪个更好玩一点 木马 小团子第一眼就被吸引了 小手指着旋转木马 眼巴巴地望着荔枝眼 仿佛荔枝眼不点头 他就能一直这么盯下去 你答应他吧 舒奈看荔枝眼正在一点点动摇 于是赶紧加入小团子的阵营 努力劝说着 当荔枝眼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坐上木马的时候 整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崩裂 舒奈和荔枝眼一左一右 中间坐着小团子 舒奈侧头一看 荔枝眼的表情 便静止落入他的视线 哈哈哈哈 荔枝眼一个眼刀扔过来 警告他别太猖狂 可是舒奈实在忍不住 人前人后形象高冷的立总 坐在旋转木马上的表情 简直太搞笑了 努力想保持冰冷的风度 和周围粉嫩欢快的氛围凑在一起 有种诡异的搞笑感 在旋转木马上写不了字的小团子 看舒奈笑得这么开心 也张开嘴学着笑 可是他的声带发不出声音 只能发出嘶哑的哑哑声 舒奈和荔枝眼同时震惊地看向孩子 特别是舒奈 震惊地半张着嘴 眼眶里瞬间凝聚起微不可查的泪花 而荔枝眼还算比较淡定 他怕他们的震惊会吓到孩子 便也做出一副开怀大笑的表情 胸腔里发出气息绵长的爽朗笑声 他笑得很刻意 像是在叫别人怎么笑似的 舒奈从惊喜中回过神时 才反应过来 荔枝眼这是在引导孩子 如何从胸腔里发出笑声 小团子下意识跟着他学 单读三四遍之后 发出的声音终于从 啊 变成了轻微的 哈 舒奈捂住嘴偏头 眼泪边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夺眶而出 嗓子里的哽咽被他死死压住 但是肩膀的抖动都被荔枝眼看在了眼里 小团子大概是笑累了 双手搂住马脖子趴下 深深地喘了口气 憋着嘴巴去拽舒奈的衣服 舒奈收拾好表情 回过头来问他 怎么了 是不是累了 小团子点点头 又摇摇头 眼神紧紧盯着他通红的眼眶 指了指 姨姨今天太开心了 开心哭了都 小团子笑 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立之眼 对啊 因为跟你们两个出来玩太开心了 舒奈笑出眼泪 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脸 夸道 小团子真的太聪明了 虽然不知道舒奈为什么又哭又笑的 但丽静深能感觉到 他内心深处有种的激动的心情 小家伙知道 大人的情绪都是复杂又没有道理的 所以便欣然接受了舒奈的夸奖 得意地扬起下巴 仿佛在说 我可是丽静深啊 丽之眼眸色深深 对于儿子现在越来越能发出声音这件事 他是早有预期的 只不过来得比他的预期快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舒奈居然会激动至此 而且他完全将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了 除非他时刻保持着奥斯卡级别的表演 不然绝不可能有假的 看来亲子鉴定 还是有必要做一趟的 就算不是亲生母子 说不定也可能是有亲缘关系的人 三个人并没有在游乐园玩很久 等小团子对旋转木马的热情耗尽 便拉着舒奈非要去吃棉花糖 棉花糖的小摊设在幼儿项目和成人项目的中心 虽说游客并不算多 但明里按理观察他们的视线不在少数 舒奈有些担忧 怕小团子等会儿会有什么应急反应 没事 一起过去 立只眼拉起孩子的手 静止朝着不远处五颜六色的棉花糖走过去 舒奈迟疑了一下 快走两步 跟在他们后面 谨慎地望着成人项目区那些叽叽喳喳谈论他们的游客 棉花糖小摊的老板是个年轻的小姑娘 看到一个宽肩窄腰身材修长的俊朗男人走过来 手里还牵着个机灵可爱的小男孩 整个人花痴的心瞬间被这幅画面点燃了 您好 您需要点什么 立只眼没说话 低头看着深深让他自己选择 小团子兴奋地看着头顶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艺术棉花糖 苦恼地咬着手指思索半上 最后选择了一点彩虹配色 小朋友眼光真不错 这是我们这里买最好的 立只眼这张脸大概真有蓝盐霍水的味道 特别是这种不言不语神情冷淡的时候 小姑娘眼睛都盯直了 舒奈走上前去 看着那个巨大的彩色棉花糖 咒咒没给小团子建议 这个吃不完的话 我们要不要考虑买个小的 深深毕竟还是小孩子 药就一定要大的好的 她委屈地回头看向舒奈 撅着嘴巴摇摇头 示意自己就要这个 这个你是保姆吧 这么大的棉花糖观赏性强 吃不完你就替孩子拿着不就行了 舒奈诧异地看向说话的小姑娘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问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不然呢 舒奈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无语 小团子就上前一步 生气地瞪了那个姑娘两眼 然后拉着舒奈转头就走 怎么了 舒奈拽住她 蹲下身子和她面对面 柔声开口 怎么突然生气了 小家伙也不开口 看着舒奈委屈地别嘴 眼睛里居然逐渐泛起了泪花 可任凭舒奈怎么追问 孩子都只是摇头 一个字都不愿意写 舒奈只能搂着她轻声安慰 趁着孩子看不到她眼神的时候朝栗枝眼求救 栗枝眼冰冷刺骨的眼神在小姑娘脸上停留片刻 毫不留情地要求她 道歉 啊 我 小姑娘请客间动也不敢动 呆致又惶恐地盯着荔枝眼 嘴巴支支吾吾的 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小团子从舒奈的怀里选出来 义愤填膺地掏出小本子 开始快速写字 姨姨不是保姆 跟姨姨道歉 她勇敢地站出来 因为对舒奈的保护欲 她冲破了自己内心自封的番离 平生第一次朝着陌生人发了火 对不起 小姑娘似乎有些不服气 可是面对父子俩 一个冰冷一个执拗的目光 她只能硬着头皮 说出违心的话 怎么就不是保姆了 一个刺耳的声音突然乍响 舒奈拧眉不悦地看向来人 冷嘲热讽的功力瞬间拉满 宋小姐这不请字来 倒是也挺不客气的 宋婉于一身鹅黄肩带连衣裙 打着一把贵气十足的小羊伞 知道的以为她是来 偶遇 立之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来游乐园拍廉价杂志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 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路人 熙熙攘攘谈论的声音 时不时地传过来 舒奈能感觉到 他们对着自己指指点点 可是她已经无心去在意了 她长成这样 居然是这孩子的保姆 不可能吧 肯定不是亲的呀 说不定跟那个男人的关系好啊 那不就是保姆吗 我不信长成这个样子的男人能看得上她 这在普通人里都能算丑的吧 明显另一个女的才是女朋友吧 这些声音舒奈能听到 小团子自然能听到 她担心地拽了拽立之眼的袖子说 咱们走吧 立之眼同样不舒服地皱皱眉 上前抱起孩子准备离开 甚至静止忽略了花枝招展的 未婚妻 并吩咐了游乐园的工作人员 将将这些人手机里拍摄的视频删除 游玩的兴致全无 两人只能带着孩子回家 可刚来的宋婉鱼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让他们离开 只眼 今天是治疗的日子 爷爷特地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一定要照顾好深深 可是你带着孩子出来 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吗 宋婉鱼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精致显嫩的妆容 让她看起来更加我见有脸 从围观者的反应就能看得出来 男人都很他这一套的 偏偏立之眼依旧面无表情 甚至从教养良好的面具里 露出一丝丝的闲物 我没必要跟你打招呼 立之眼的耐心告庆 看向宋婉鱼的眼神 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如果她还不收敛 那火山爆发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可是我是深深的心理医生 是你的未婚妻 宋婉鱼不知道发什么疯 立之眼身边人 很忌讳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身份 没想到她居然就这么不顾影响说了出来 书奈提前替她祈祷 不要死得太惨 毕竟立之眼这个人 发起火来 可不是一般级别的火山爆发 果不其然 在她的话音刚落 立之眼就干脆利落地送给她一个字 滚 宋婉鱼被吓呆住了 等她回过神来 当场哭着跑走 来如影去如风 大概说的就是她吧 走吧 立之眼打断书奈的思绪 率先上了去停车场的百度车 哭累了的小团子 缩在立之眼的怀里睡着了 但小脸还是紧紧皱着 半点不见放松 抱歉 书奈的眼神落在孩子脸上 内心愧疚无比 立之眼先眸看她 轻轻开口问 这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要道歉 书奈摇摇头 她当然知道 这并不是她的错 外貌美丑 并不是一个人被无端责难的理由 可是 无论事实如何 是她的原因 才让孩子这么难受 让她早点明白 这个世界不是童话 也不是坏事 立之眼低头 眼神逐渐温柔 她能站出来维护你 就说明 你在她心里的地位 足以让她战胜内心的恐惧来维护你 所以 书奈 任何时候都不要辜负她的信任 宋婉瑜这个人 是典型的被惯坏的女孩子 宋家百般宠爱 让她从小到大都没受过什么委屈 自从和立之眼在长辈口头约定订婚后 她便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冰冷对待 可立之眼就算了 她书奈算什么东西 今天让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丑 都是书奈的错 宋婉瑜从游乐园离开后 稍作思考 便朝着立家的老宅去了 老爷子没有过女儿 更没有孙女 对这个 准孙媳 还是很照顾的 立书接到门卫通知 说宋小姐来了的时候 还神情恍惚地思考了半赏这是谁 毕竟自从两人口头订婚那次之后 宋婉瑜便再没有来过老宅 立之眼更不会主动提起 婉瑜那丫头嘛 让她进来吧 很久没见她了 老爷子挥挥手 将手里的核桃 珍重地放在手绢上 摘下手套摆在一边 等着送婉瑜上来 爷爷 甜美温婉的声音出现 李叔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跟老爷子点头致意后 便退下了 他可是见过这位小姐 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 在老爷子面前 就热热情情地喊她 李叔 人后便面无表情 略带不屑地叫她 管家 虽说管家 也不是什么难听的词 对于外人 她也更可以保持距离 可是这种前后的反差 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 宋丫头来了 今天怎么突然 有空来看我这个老头子了 宋婉瑜玩耳一笑 害羞地将耳畔头发 拢至耳后 颇有些苦恼地说 实在是因为深深的事情 脱不开身 要不然 我能天天往您这里跑 你这孩子真贴心 不像我俩那两个 叫都叫不回来 只眼在忙工作 你也知道 那么大的公司 都靠她一个人 平时还要照顾孩子 实在是分身乏术 可是历程怎么就没时间了 您应该好好跟她说到说到 是时候该静下心来了 宋婉瑜自以为是的 以未来嫂子的身份教训弟弟 可她没想到 在对于关系亲疏远近特别敏感的立家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老爷子脸上的热情瞬间淡了不少 但表情说话依旧得体 不说这个了 只眼上次说 孩子最近情况好很多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呀 宋婉瑜听了 疑惑地想问些什么 可是一想到这段时间 都是书奈在亲近历境身 当即毫不脸红地收下老爷子的夸奖 故意道 我也没做什么 都是孩子自己争气 但是 但是什么 老爷子能听出她 故意将话题引来 心里也想着 听听她 到底会说什么 最近深深特别亲近一个人 我每次治疗 她都开始变得抗拒 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让只眼试着送深深去幼儿园 没想到误打误撞 老爷子侧头看她一眼 又戴上手套 拿起自己的核套开始盘 扮上之后才继续刚才的话题 是什么人 最近跟WA合作来的负责人 名字叫舒奈 深深从第一次见面就特别亲近她 也不知道孩子中了什么迷魂计 居然对一个外人这么毫无戒心 宋婉瑜本想再说说 立之眼对舒奈的态度 警告老爷子这个女人 故意接近历境身是不怀好意的 可老爷子仿佛盘核套入了迷 好半天都没有回答她 没办法 她只能把话题引到核套上 探出身子 看看她手里两颗并不圆润的核桃 问 您要喜欢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买现成的 自己盘多麻烦呢 老爷子画在喉咙里一梗 一方面觉得实在没有跟她解释的必要 一方面又碍于长辈的身份 只能回答 平时无聊 自己盘才有意思 就当给自己找个事干了 啊这样啊 宋婉瑜不是傻子 她这句话直接导致老爷子的语气变得平淡起来 她赶紧又将话题引到舒奈的身上 无论如何她今天要让舒奈在丽家人身边待不下去 爷爷 我觉得吧 小孩子亲近一个人很正常 可是一个大人莫名其妙就对身身亲近的不得了 给做饭带出去玩 甚至治疗都要跟在深深身边 这不正常 只眼呢 没什么反应吗 老爷子想了想 这是立只眼自己的事情 儿子是他在带 孩子情况如何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然也会调查 那个什么疏奈的来历和动机 对这个大孙子处事能力 他还是十分放心的 他大概是觉得 孩子喜欢就好吧 半点没有休息到这个女人的阴险用心 他可是WV的人 传闻还是极准的情人 当局者迷 爷爷您也不要怪之眼 宋婉瑜越说越难过 仿佛是舒奈来了 才抢占了他的位置 委屈得几乎在老爷子面前 唱起斗鹅冤来 现在深深也不愿意理我了 就连只眼都对我爱答不理 爷爷 我真不是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哭得梨花带雨 老爷子扭头看着他 通红的眼睛里满是委屈和愤怒 行了我知道了 老爷子想起上次立只眼突然回家 还有什么魔能两可的心脏问题 他知道立只眼是在试探他 现在看来 应该是舒奈这个女人 让立只眼起了怀疑 您打算怎么做呀 我觉得还是等合作结束 就让他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后患无穷了 看着老爷子陷入深思 宋婉瑜心到自己的目的达到 迫不及待地给他出谋献策 但老爷子并没有搭理他 反而是客客气气送他走 我的午饭比较养生 你肯定吃不惯 我也就不留你吃饭了 路上小心 言罢 老爷子就拿着自己的宝贝核套起身 若有所思地朝着书房的方向走去 宋婉瑜还想再说什么 天天被神出鬼没的李叔拦住了 宋小姐 您该离开了 哼 宋婉瑜一肚子火没地方撒 看着李叔这客气疏远的态度就更来气了 他深知这人是丽家老仆 关系亲近 他不能把他怎么样 就像书奈一样 明知道只是个外人 天天被丽之言百般维护 凭什么 他宋婉瑜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地位抢回来 一定要让那个丑女人吃不了兜着走 丽老爷子向来沉得住气 他打听清楚前因后果后 瞬间明白了丽之眼怀疑的理由 从小有些自闭倾向的孩子 能对一个陌生人瞬间敞开心扉 实在是怪异得很 当年他将孩子从医院抱回来之后 忙于照顾身体状况并不好的婴儿 等之后反应过来去找孩子母亲 却被告知他失踪了 当时的所谓失踪 不过死亡的代名词 那家人以为孩子也死了 正好也算合了他的意 跟前尘往事彻底断干净 这个孩子以后只是丽家的孩子 只能叫丽靖身 可是今天 一个疑似孩子母亲的女人出现了 这不得不让他浑身戒备 老爷子独自思考了一整天 傍晚李叔将晚饭端进书房 低声询问 老爷 您打算怎么办 先去调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背景 如果没什么大问题 直接做亲子鉴定 可是当年那个女人的照片 我们也见过 不是这个模样啊 李叔指了指桌面上书奈的照片 总是神情干练冷肃 但蜡黄的脸色 疲惫的面部状态 实在跟四年前那个女人 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 去办吧 老爷子按下了想给荔枝眼 打电话询问的手 心里一边觉得隐隐担心 一边有还是选择 相信荔枝眼的判断 要不 还是亲自走一趟吧 于是乎 将近深夜的时间 老爷子一声招呼 也不打就上门了 荔枝眼看着站在门口 笑嘻嘻的老头子 露出疑惑的表情 您怎么来了 哎 你可说吧 老爷子懊恼地一拍大腿 神情哀伤 刚才已经睡过去了 可是突然又惊醒 特别想见我的宝贝曾孙 就来了 进来吧 当然不会是这个理由 荔枝眼心里门清 老爷子年近八旬 身体硬朗健康得很 除了他爸妈去世那几年 心里焦脆应付丧子之痛的同时 还要拉扯他们兄弟俩长大 可自从他接手公司 老爷子什么时候失眠过 不过荔枝眼心里还是拎紧了些 老爷子毕竟是个老年人了 身体精神各方面 他还是要更注意一点 深深呢 在他房间里 荔枝眼说完 转身又回到书房 处理公司事务 他这几天陪着力静深的时间太多 以至于已经积压了不少的文件 需要处理了 老爷子挥挥手 示意他该干嘛干嘛去 自己朝着力静深房间走过去 抬手轻轻敲了敲门 孩子没多久就来开门了的 小小一只站在门缝那边 警惕地盯着来人 哎呀 我们深深在干什么呀 有没有想曾祖父啊 小家伙回头看了看房间确认什么 继而开心地打开房门 朝着老爷子扑过去 哎呦 慢点慢点 爷爷的老腰要撑不住了 对不起 小家伙意识到这个问题 赶紧乖乖道歉 并保证之后会轻轻地扑过来 咱们去你房间里说话 老爷子好奇房间里到底有什么 能让孩子这么警惕 但这个提议刚出口 小家伙就摇摇头 指着客厅 示意他们就在这里玩 但这么一来 老爷子符合房间里的东西 就更加好奇了 不过他尊重孩子的选择 不愿意给看就不看 小孩子总要有自己的小秘密的 深深 最近玩得开心吗 开心 跟谁玩很开心啊 依依和爸爸 大概是老爷子慈眉善目的样子 太具有迷惑性 小团子一时不察 居然将心里话都写了出来 等到发现自己已经坦白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去擦掉了 这个依依对我们深深好不好啊 超级好 就像 就像什么 老爷子追着问 看到孩子迟疑的表情时 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 他安慰到 爷爷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跟爷爷说的 这么一句话 就消除了孩子心里所有的犹疑不定 他开心地拿起笔 缓慢郑重地写道 就像妈妈一样 老爷子为孩子的全盘坦诚感到担忧 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想法 那必然是已经对书奈产生了旁人不可比肩的感情 而这都产生自一个他们都不清楚底细的女人身上 深深你告诉爷爷 这个依依对你好吗 超级好 给我做饭 带我出去玩 这些对于小团子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 都是舒奈带给他的快乐回忆 可是至于旁人就不一样了 做饭 出去玩 这些事个人都可以给他做 可是偏偏深深就是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依赖感 和孩子兴奋地玩了一会儿 等他困了后 老爷子亲手将他抱进卧室 将孩子安稳地塞进被窝椰好被子 他转头便看到了孩子摊在桌子上的日记本 最上面的一页只写了一句话 我想让姨姨当我的妈妈 不要别人 老爷子最终心情凝重地 敲开了荔枝眼书房的门 将孩子的日记本摊开在他面前问 这是怎么回事 荔枝眼百忙之中抬头看一眼 忍俊不禁道 孩子话而已 再说了 您偷偷看小朋友日记是不是不太好 难不成要等你把别人取进门 我才知道吗 老爷子也没有很生气 只是感觉现在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她的预料 荔枝眼无奈 只能放下手中的笔 示意老爷子坐下慢慢谈 我已经调查过舒奈了 没问题的 您大可以放心 至于力竞深过于依赖她这个问题 我已经准备让舒奈在合作结束之后 将她从WV挖过来了 想清楚了 老爷子回想起这姑娘并不怎么赏心悦目的脸 换了个说法问 她的能力性格都很出众 都有 那你喜欢她吗 老爷子紧紧地盯着荔枝眼的脸 不放过她脸上任何一个微表情 自从这孩子16岁之后 旁人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可偏偏她对感情半点兴趣没有 平日里学校上完课 回家继续上课 要么就是在公司帮她打下手学习 直到25岁正式接手公司 还是感情空白 可荔枝眼只是对这个问题微微感到诧异 她倾笑一声 薄唇勾起 您见我喜欢过什么人吗 那自然是没有的 老爷子叹口气 他这表情已经充分说明了 他甚至不明白 动心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 直到老爷子已经发现了疏奈的事情 荔枝眼索性将自己的疑惑和调查结果全盘拖出 你觉得有必要做这个亲子鉴定吗 老爷子见他并没有在生气 只能忐忑地看着他 生怕他会因为当年的事情再次大发雷霆 但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年 荔枝眼该发的脾气也已经发过了 他不喜欢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再等一段时间吧 他在心里告诉自己 只要和W的合作结束 如果舒奈和荔极深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那他这一步就真的是在必行了 老爷子听了答案 颇有些失望 他身为荔枝家的大家长 必须时刻注意维护丽家的利益 万一这个女人利用自己的身份 做一些危害丽家的事情 她是绝对不会姑息的 荔枝眼的态度很坚决 老爷子知道自己劝不动她 于是还是决定自己先行动 她悄悄派了人去舒奈的住所盯烧 甚至安排了私家侦探 对舒奈的生活进行观察 每日都要进行汇报 至于亲子鉴定 舒奈的毛发取得比较困难 老爷子想来想去 最后私下里找了孟起 让他找了理由 去舒奈的办公室收集 孟起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都懵了 他当然知道收集毛发的用途 要么亲子鉴定 要么检测阳性 难不成老董事长怀疑舒奈脸色蜡黄 是因为吸那些东西 孟助理也不知道 是怎么混到荔枝眼特注这个位置的 当场给自己下了这个结论以后 还试探地看着丽老爷子给舒奈说话 我觉得舒小姐纯粹就是身体不好 应该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去收集就行了 这件事 半个字都别透露给只眼 老爷子无奈地看着这个 傻白甜 待他离开以后问李叔 当年你也是这个样子 当然不是 我比他聪明多了 李叔认真严谨的性格 是刻在骨子里的 从丽氏退休后 应邀请来到老宅 和李家人一起生活 回到公司的孟奇 很是心神不安了两天 每次看到舒奈的时候 总会心虚地挪开视线 搞得舒奈很是疑惑 孟助理 你这是怎么了 啊 没事没事 孟奇发挥出自己身为 荔枝眼特助的临场反应能力 打着哈哈将这个话题跑过去 舒小姐最近气色 看着挺好的 谢谢 舒奈在心里翻个白眼 觉得孟奇睁眼说瞎话的能力强了不少 她每天都用同样牌子的粉底液 同样的分量 同样的手法上装 气色怎么可能会突然就好起来 不过换个角度想 孟奇可能是说她精神气不错 最近小团子天天跟她分享幼儿园的事情 她自然心情不错 对了 最近感觉舒小姐都不怎么请假了 两个人站在狭窄的电梯里 孟奇琢磨了半天后 开口试探着问道 明天就要请了 舒奈对她没有丝毫戒心 坦诚的样子更让孟奇无比愧疚 于是乎第二天 孟奇趁着立之眼去开会 一个人悄悄摸到了舒奈的办公室 周围静悄悄的 WV的工作组今天也没什么动静 正适合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因为担心舒奈锁门 孟奇还特意找了个借口 去后勤部门找了钥匙 以备不时之需 结果她手刚放门把上 就听到咔哒一声 门开了 孟奇悄悄钻进去 反锁了门 又将百叶窗放下来 这才放心地满房间 找头发一类的东西 沙发上没有 地上更是没有 孟奇找了一圈 竟然半点收获都没有 带她转到办公桌附近 抱着最后的希望 一寸寸看过去 结果却在桌面上看到一个相框 是舒奈和深深的合照 她后知后觉 这才想到老董事长要舒奈头发的原因 难不成 他们怀疑舒奈是丽静深的母亲吗 可是这怎么可能 光看长相都会排除这个嫌疑好不好 在这个想法冒出来的瞬间 孟奇被自己下了个机灵 赶紧朝着相框里的舒奈 抱歉地低低头道 实在不好意思 我没有攻击你长相的意思 对不起啊 言罢 她又低头仔细地在座位的缝隙里 找寻头发的踪迹 苍天不负有心人 还真被孟奇找到一根不长不短的 她赶紧捏起来 塞进袋子里封好 紧接着又将办公室恢复了原状 鬼鬼祟祟地回到了自己的宫位 立只眼开完会回到办公室 喊了两声都没人应答 这会儿看她偷摸着从外面进来 紧张兮兮的样子 看起来不正常极了 孟奇 屁股都没有沾到座位的孟奇 像被踩到尾巴似的 整个人几乎是座位上蹦起来的 她惊慌失措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立只眼 结结巴巴地回答 立总 有什么事需要我完成吗 干什么去了 孟奇在她面前 几乎没有任何伪装的能力 脸色肉眼可见地苍白了起来 早上吃坏了肚子 去厕所了 孟奇欲哭无泪 看董事长要求 不能把这件事透露半个字 给立总知道 可是她在立总面前 几乎就是个筛子啊 啥东西都藏不住的 大概是她苍白的脸色 有了些许的说服力 立总盯了 她两秒之后 将手里的文件扔给她 去送给书奈 可是书小姐 她今天不是请假了吗 这你倒知道的挺清楚 立只眼奇怪地看她一眼 送她家里去 这份文件需要她紧急处理 看着立只眼扔下文件转身就走 孟奇是真的哭出来了 一方面是被吓的 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一早上的提心吊胆 失去了意义 如果这份文件来得早一点 她就能直接去书小姐家里找头发了呀 反正地上到处都是 就跟她女朋友家里似的 地上掉的头发都让她怀疑 女朋友是不是秃了 赶紧去 办公室里的立只眼 意识到孟奇还在磨叽 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 凉嗖嗖的声音 让孟奇猛地打了个机灵 二话不说 带着文件冲出了历史大厦 但是出了门后 冷静下来的孟奇又心生疑惑 就算是紧急文件 真的等不到下午书小姐去了公司处理吗 什么要紧的文件 非得争这四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当天孟奇去了书奈家里 将文件郑重其事地交到书奈的手里 语气严肃 立总让你赶紧处理 处理完给她回信 什么文件这么紧急 书奈发出了同样的疑问 她翻开文件撇一眼 实力是回给WV的阶段性合作总结 这确实是一份需要她亲自处理的文件 但要说紧急 是真紧急不到哪里去 立之眼还有什么话要你带给我吗 书奈将文件收下 看向不断朝着屋里打量的孟奇 没了 但是我觉得立总可能需要我回去带些话 您交代吧 孟奇像是战军姿势的 抬头挺凶 目光丝毫不敢跟书奈对视 毕竟刚翻了人家的办公室 她是在没那个勇气 她应该是想问团子 孩子挺好的 不用担心 书奈将在客厅里玩耍的孩子喊过来 指着孟奇道 让这位叔叔看看你 小团子一头雾水 不过还是乖巧的和孟奇对视片刻 扑朗朗闪烁着光的大眼睛 可爱得紧 孟奇觉得自己要被萌化了 这孩子她这四年见过无数次 特别是近一年 孩子每次都缩在丽总的怀里 从来不会这么坦荡荡地看着她 好的 那我就先回公司了 朝着书奈郑重地点点头 孟奇总算弄清楚 丽家上下对书奈态度各异的缘由了 有对比才能明白 深深变化之大 丽总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破例让书奈亲近小少爷的 不过孟奇离开 并没有先回丽氏 反而是打车去了丽家老宅 将搜集到的头发 交给了老爷子 在他离开老宅不久后 一个黑色的身影 在老宅外住足良久 然后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之后 马上消失了 书奈在家里将文件简单处理了下 给丽之眼打了电话 给出自己的几点建议后 对面的人便很快将话题转移到孩子身上 他今天玩得还挺开心的 但是没有再发出声音了 书奈远远看着吃东西吃得开心的团子 语气里带着显而易见的失落 这种事急不来 丽之眼安慰他 波澜不惊的心里 猛然生起一阵不对劲的感觉 为什么反而是他在安慰书奈 我知道 书奈依旧很失落 眼瞅着合作的日子进入倒计时 他心里的不舍越发浓烈起来 我都不急 你急什么 丽之眼有点生气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发现 书奈一听 这人又在吃醋了 他喜欢这孩子 心疼孩子 也不是错呀 既然都大方地让自己亲近小团子 还天天这么幼稚 说话 我没什么可说的力总 您的问题实在太过高深 恕我才输学浅 实在回答不了 书奈 丽之眼语气低沉 话里话外充满警告的意味 深深是我儿子 你要时刻记清楚这一点 是是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力总 你这通电话打开 到底是想问什么 就特意抽时间 跟我拌嘴是吗 他不是工作狂吗 不是日理万机 喝口水的时间 都没有吗 怎么今天这么闲呢 丽之眼颇有些懊恼地挂断了电话 自从那天 老爷子发现了书奈的存在 提议马上做亲子鉴定后 他心里就出现了莫名的抵触情绪 总是忍不住去想他和深深的事 明明之前他也决心要去做的 如果书那事 那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尴尬 对力加来说 只能选择让他的这层身份彻底隐藏起来 到时候可能牵扯出的事情 是他完全不想去触碰的 所以 暂时不要改变为好 电话挂断没多久 书奈就又接到了极准来的电话 他没多想便接通了 可话筒对面极准的语气 却十分不对劲 你被监视了 最近注意安全 我还没有调查出来 监视你的人是谁 监视 书奈有些猛 他又不是什么掌握商业秘密的高层 更不是有重要身份的政要家属 是谁会闲得没事干来监视他 等我调查出结果给你消息 极准那便好像很忙 两句话交代清楚之后便将电话挂断 书奈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 没把他当回事 极准今天提前跟WE的人打听了书奈的行程 得知他请假在家之后 便朝着他的住址去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 他在小区周围发现了很多钉梢的人 一开始他还不以为意 可多看两眼后 就发现他们的望远镜 是对着书奈家的窗户的 他当即隐藏了自己的身形 没多久就看到了立之眼的助理 跟其中一个人说了句话后 伸手打了辆车 朝着同立市大厦相反的方向驶去 他派人跟上那辆车 自己又在暗处观察一阵 确定这些人只是单纯地监视之后 便转身离开 派去盯着的人说立之眼助理 进了老宅以后很快离开 但是立家老爷子的车 没多久也离开了 朝着市中心最权威的鉴定中心去了 鉴定中心 极准猜不透这家人在搞什么 但是关书奈 他必须去搞清楚 他动用了几家在鉴定中心的人脉 得知了被立家老爷子送来的两份毛发中 一份是立家小少爷的 另一份是个女子的 孩子 极准按捺不住内心的惊诧 慢慢分析着 如果另一份是书奈的毛发 那立家人就是在怀疑 书奈是那孩子的母亲 立家人对这个孩子的来历 向来讳莫如深 难不成其中 还有些什么曲折的发展吗 可时间不允许极准想太久 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 不去管他 第二 直接换掉 极准下意识选择了后者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 书奈只会是他的人 他不能和他以外的任何人扯上关系 将毛发换掉之后 鉴定报告肯定是没有亲缘关系了 收到这份鉴定报告的老爷子松了口气 将文件销毁之后通知李书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但他没想到的是 极准发现了些苗头之后 便会着手开始调查这件事 书奈结过婚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也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江泽 可是推算当初怀孕的时间 如果立家那个孩子真是书奈的 那应该是在俩人婚姻存续期间生的 怎么可能呢 周末很快到了 极准将书奈约到了咖啡店 给他点了卡布奇诺之后 接到了一个电话 您是谁 你不用知道 你只要回答我 当年书奈的孩子 是不是你的 极准并没有向江泽 透露自己的身份 他开出了足够优厚的价码 只为知道这个真相 但是没想到 这个江泽咬定了 那孩子就是他的 而且当年孩子生下来 就没有呼吸 医院当年就将他处理掉了 你没有骗我 极准自然是愿意相信这个答案的 可是江泽的态度太激动了 这就让他不得不怀疑这话的真实性 江泽烦躁地抓着头发 他没想到 四年之后 这件事还能被翻出来 当年孩子没了 他不仅失去了立家承诺的钱 还被警告 不能将这件事说出去 前几年 他有几次公司资金周转不开 每次都是用这个借口 去找历史要钱 一次两次 直到他尝到甜头 又去了第三次 被毫不留情地赶出来之后 他的公司很快就被逼得破产了 而他 从老板一夜之间 跌落到需要朝九晚五 看人眼色的上班族 所幸立家没有赶尽杀绝 那份工作待遇还算可以 他知道这是立家手下留情的举动 自那之后 他再也不敢动歪心思了 我再给你加一百万 你愿不愿意说真话 极准深谙对付这种人的套路 只要有钱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一百万 江泽呆愣地看着眼前的地面 他内心痛苦地挣扎着 如果将这件事说出来 那他就可以马上得到三百万的现金 然后他就可以带着家里离开云城 可是 可是立家的势力不仅仅是在云城 三百万也并不是什么巨款 顶多五六年的时间 就会被花完了 抱歉 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当初那个孩子是我这辈子的痛 他不可能会和立家扯上关系 这位先生 您还是不要相信一些奇怪的谣言了 言罢 江泽用了这辈子都没有过的意志力 将电话挂断 他这辈子活到现在 有个无比深刻的认识 不能得罪立家 一旦他将当年那件事说出去 那立家人不会马上要他的命 他们只会让自己这辈子都过得生不如死 痛苦万分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极准的脸色明显不悦起来 他将电话放好 嘴角勾起了抹志在必得的笑 看向对面大型超市的门口 那是一个被生活压迫得直不起腰的女人 长得不错 但眉目间的力气将整张脸的清力都破坏了 这人就是江泽的妻子 极准今天选择这里 正是因为他会经常在这附近活动 而今天他之所以提前到 是因为他还约了别人 也就是这个女人 从江泽那里得不到真相 那这个女人说不定能成为突破口 乔思月走进咖啡厅 便看到极准友好的朝着他招手 风度翩翩的俊朗男人到哪里 都很吸引眼球 他捂住自己砰砰直跳的心脏 放慢脚步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在他对面坐好 犹豫着开口问 季先生约我是想知道什么呀 这人开价一百万跟他买个消息 他一听这个价钱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当年你丈夫前妻的孩子的事情 乔思月一听 刚才还微笑着的脸瞬间垮了 他吃笑一声反问 这有什么好问的 我俩阿泽跟他离婚 就是因为他生了个死胎 那孩子一出生就没呼吸 死了 您确定 一百万了不是个小数目 足够普通家庭生活好几年了 或者可以拿来投资 怎么也会让你们的生活上个档次吧 极准笑咪咪的模样 让人实在生不起戒备心 乔思月看他一眼 又低头盘算了一百万 确实够他干好多事了 好吧 那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当初那个孩子是我处理的 扔掉的时候 还有点呼吸 但是当时正在下暴雨 就算被人捡去了 我敢保证他百分之九十九活不了 这个孩子是江泽的吗 极准冷布丁抛出这个问题 居然把乔思月给问蒙了 他自然知道家里那位的毛病的 可是当年那孩子江泽在乎得很 应该是他的骨肉吧 是的 不是他的还能是谁的 难不成他前妻还出去乱搞过 乔思月的语气里带着几年累月的怨气 极准毛子里的笑意瞬间消失 眼神带着英智的威胁 我劝你说话前先用脑子好好想想 你 我说什么了你就发疯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一百万呢 乔思月被吓了一跳 站起身来就想要离开 但是极准却直接拉住他的袖子 隐森森地要求 先道歉 道什么歉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道歉 要不然一百万你一个字 也别想要 极准将放在脚边的箱子提上桌子 一只手拍了拍皮质的箱面 一百万就在这里 想要吗 对不起 虽然不知道这个疯子想让他为什么道歉 但是为了这么多钱 道歉有什么难的 极准说话算数 听到他三个字出口 便松开了自己的手 任凭乔思月将箱子拎走 桌面上的卡布奇诺已经有点凉了 极准拿手背试了是杯子的温度 惋惜地端到嘴边 清米一口 甜腻的味道实在不是他能接受得了的味道 他挥挥手将适应声喊来 示意他将凉了的卡布奇诺端走 然后开口道 再上一杯 他的话音刚落 舒奈就出现在了街对面 一身直筒卡其色风衣 简洁大方 充满着知性的美感 美艳的脸上并没有多余的妆容点缀 但依旧让人过目不忘 待他踩着高跟鞋 推开咖啡厅的门 对上极准如木春风的视线时 就听到极准说道 欢迎我的相亲对象 咱们第二次见面了 别贫 今天你不是要跟我说监视的事情吗 舒奈随意地将手提包放在椅子上 接过适应声递上来的卡布奇诺 极准笑而不语 决定先不谈这个话题 我马上就要走了 聊点开心的 开心的 舒奈正沉醉于嘴里的味道 抽出空来看他一眼 合作快结束了 我们的预期利润额高了一个点 开心吗 这还不足以让我开心 极准想让他说点贴心的 但是舒奈像是完全没有开过这个频道似的 一脸怪异地看着他问 挣钱都开心不起来 你是不是抑郁了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极准一时雨夜 恶然地盯着舒奈看了片刻 感慨道 你最近活泼了很多 是吗 没有吧 舒奈挑眉 表示不同意 舒不知自己这个挑眉的动作 以前也很少做 极准微垂眼皮 眸子中闪过片刻不渝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将话题引到他住所被监视的事情上 他没有将鉴定的事情说出来 只交代了利家老爷子的行为 舒奈听到这个答案 并没有很诧异 小团子是利家的宝贝 他们不这么大张旗鼓 反而有些怪了 所以我可以听听 你和这个孩子的事情吗 极准展露出好奇的目光 朝着舒奈询问道 就照顾他一段时间 没什么好说的 舒奈下意识 不想将他和孩子的事情告诉别人 并不是他对极准有所防备 只是孩子和他们之间的商业利益无关 还是不要出现在别人视野里比较好 可是他们都知道你和那孩子关系亲密 为何就我不能知道 我有点难过了 极准故意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捂着胸口哀叹一声 可见舒奈不仅没有心疼 看起来甚至想笑出声 小孩子嘛 看着亲 大概是我没有故意接近他 所以相处时他挺放松吧 能有什么其他理由 极准暂且点头相信了他的话 两个人又就合作的事情聊细节的时候 咖啡店的门突然被暴力推开 门上的风铃发出了杂乱无章的声响 惊得整个咖啡馆的都侧目相看 舒奈正好背对着门口 在风铃声响起的时候 抬眼先看到的是极准有情转音的脸 身后紧接着便吹来一阵凉风 舒奈还没来得及回头 便听到嚣张跋扈的尖锐声音 季先生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 这是乔思月的声音 舒奈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个当初亲口说 江泽需要一个孩子 而他给不了的女人 舒奈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破裂 但很快就收拾好情绪 冷淡地回过头 看向来人空气里寂静了很久 舒奈看着目瞪口呆的乔思月 四年的时间让他变了很多 整个人看起来精明又疲惫 舒奈 乔思月从震惊中缓过来 指着舒奈恶狠狠地骂道 原来是你这个贱人 让人来戏弄我 江夫人 我劝你还是好好说话 舒奈面色冰冷 明艳的毛子里凝着冰霜 浑身凌厉的气势 让乔思月一阵恍惚 四年前还唯唯诺诺的女人 现在为什么会这么盛气凌人 为什么他感觉自己还是输了呢 可是他明明是赢家 舒奈 我奉劝你 别再打江泽的主意 我们已经在一起四年了 还有自己的孩子 他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舒奈听着这莫名其妙的警告 看着他戒备又极度的表情 还有浑身努力强装出来的镇定 心里的怒火竟然没那么旺盛了 他并没有机会乔思月 反而是看向极准问 怎么 你认识 不认识 极准贪手 面露无辜 舒奈并没有怀疑极准 继而又看向乔思月 语气平淡道 祝你们合家幸福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没有要去自虐的道理 还望江夫人 你也是这样想的 乔思月对上极准威胁的目光 心里很快就明白了 这是极准瞒着舒奈来问的 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 最后还有口气 他以为自己的孩子 一出生就是个死胎 这可是个报复他的好机会啊 四年前他以为嫁给江泽 就是嫁给了的幸福 可是四年的鸡灵狗碎 像看生恨 已经将他所有少女的幻想磨灭了 这都是舒奈的错 如果江泽没有跟他结婚 自己就不会羡慕极度恨 就不会一步步踏入这个火坑 舒奈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告诉过你 这位江 夫人 你看外面 极准适时地打断了磨正了的乔思月 指着玻璃窗外的江泽妇女二人 乔思月要说的话 这辈子都必须烂在他肚子里 极准盯着他的眼神里 带着刺骨的警告意味 又带着他的眼神 看向窗外的小姑娘 简而言之 如果他继续说下去 他的孩子就要来承担他乱说话的后果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 江泽带着孩子走进咖啡厅 在看到舒奈的一瞬间 眼神亮了亮 你怎么带孩子来了 乔思月清楚地看到江泽的眼神变化 他恨得几乎咬碎牙齿 可是他还不能大庭广众之下发作 江泽眼神在舒奈身上停留片刻 又看向对面的极准 瞇着眼睛辨认片刻以后辨认出了 这就是刚才给他打电话的技嘉少爷 这下他突然想不明白 极准想要真相 到底是为了舒奈 还是为了对付丽家 见江泽那搭理自己 眼神反而像高耀似的黏在了舒奈身上 乔思月一时没忍住爆发了 江泽 我还在这里 你尊重一下 我可以吗 别无理取闹 江泽终于看向自己的妻子 脸上带着隐隐的嫌恶 语气也不算好 我无理取闹 江泽你是不是有病 当初甩了舒奈娶我的是不是你 四年里 我跟着你过过一天好日子吗 大概是几年累月的怒气 让乔思月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他故步的场合 故步的面前还有 平生最恨的人 像个泼妇似的 撕扯着江泽的衣服 大骂他没良心 始终站在江泽身后的江月月 被这幅场景吓坏了 他一只手拽着乔思月的衣服 另一只手试图去拉江泽的手 嘴里不断地哭喊着 妈妈爸爸不要吵架了 我好害怕 舒奈眼神全被这个孩子吸引了 虽然当初在幼儿园 被这孩子阴阳怪气了半天 但毕竟是个孩子 才四岁能懂什么呢 他站起身来 一把拽住了江泽 即将落在乔思月脸上的手 嘲弄地凝视着他的眼睛问 你的力气全用来打女人了是吗 言罢 狠狠将他的手甩开 蹲下身子 看向哭得无助的小姑娘问 月月你跟阿姨出去待一会儿好不好 让爸爸妈妈沟通一下 江月月一开始还在摇头 可看着舒奈坚持温柔的眼神 最终抽掖着点了点头 舒奈将孩子牵起来 转头看向俩人 你俩自己谈谈 能过过不能过离 孩子跟着你们真遭罪 舒奈抱着孩子去了旁边的冰淇淋店 小姑娘抱着粉色的冰淇淋 抬眼悄悄偷看舒奈 谢谢阿姨 吃吧 舒奈摸了摸孩子的头发 看着他心有余悸的表情 心情依旧沉重地说不出话来 他不禁要去想象 如果当初孩子活着 和江泽过一辈子地视他 那他们之间也会从夫妻变成仇人吗 他的孩子也会在这样 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吗 舒奈不确定 他不确定四年前的自己 能不能在生活的琐碎 和江泽的不负责任中 还能保持原本安静柔软的性格 阿姨 你有孩子吗 江月月吃了冰淇淋 心情大概好些了 小心翼翼地看着舒奈问道 我还没结婚 哦 他没话说了 又低下头去看自己的鞋子 期间还总是悄悄抬头 去观察舒奈的表情 舒奈将她的小动作全看在眼里 心里不仅凯叹 当初还嚣张跋扈的 现在这个样子还真是让人意外 阿姨 我还是想回去找爸爸妈妈 小姑娘一直坐立不安的 舒奈一开始以为 她是跟不习惯和陌生人待在一起 可这句话一出来 舒奈便知道了 她实在担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可是他们在吵架 你不怕吗 他们几乎每天都吵 吃饭吵睡觉吵 我都想不起 他们不吵架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 阿姨 你能劝劝我妈妈吗 她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鼓起勇气 拽住了舒奈的袖子 劝什么 劝她跟我爸爸离婚 舒奈呼得有点心疼这个孩子 她明明才四岁 跟小团子一样的年纪 心里却已经有些这样的盘算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 她垂下头 开始巴搭巴搭掉眼泪 一边哽咽 一边努力说着 妈妈每天上班挣钱 最后都给了爸爸 爸爸做生意总是失败 总是喝酒 喝了酒就要去骂妈妈 妈妈虽然也很暴躁 很爱骂人 可是 可是她一直对爸爸好的 那你爸爸呢 对你好不好啊 舒奈轻轻拍着孩子 单薄的后背 安抚她的情绪 爸爸对我很好 可是她对妈妈不好 孩子又叙叙叨叨地 说了很久 直到乔思月冷着脸 从咖啡厅里出来 走到舒奈跟前 面无表情地看她一眼后 一句话没说 就抱起孩子离开 江泽紧随其后 面色同样臭得很 但是和舒奈对视的时候 又很快调整表情 露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笑来 舒奈突然觉得恶心 她扭过头 避开了江泽的视线 朝着急准挥挥手后 转身蓝亭一辆出租车 朝着家的方向 驶去 一路上 舒奈的心情都很不好 不仅是因为乔思月和江泽 更是因为那孩子的那番话 陷在她的立场上 无论如何 都轮不到她去算 乔思月当机立断离开江泽 可是那孩子息迹的目光 却总是浮现在眼前 好麻烦 好半天 她崩溃地抱住自己的头 胳膊肘撑在膝盖上 发出一声疲惫的低难 前座的司机看着她苦不开言的表情 笑着跟她唠嗑 姑娘这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是啊 舒奈有气无力地回答了一声 烦心的话就不用去想了 现在心里乱想不明白 等冷静下来再琢磨 跟着新的选择走 不会错的 舒奈点点头 失忆自己听进去了 可是这谈何容易呀 思索片刻 舒奈便打算先把这件事放着 如果一个月之内又见到乔思月 她就去兑现自己的承诺 下车进入小区的时候 舒奈还特意留意了一下 利家老爷子派来监视她的人 可不知是她反侦察能力太差 还是那些人隐蔽得太好 居然一个诡异的身影都没有让她找到 难不成撤了 舒奈开始怀疑利家老爷子是不是在闹着玩 才监视她几天呢 这就放心了 这戒备心是不是也太差了 如果和小团子亲近的不是她 而是别有用心的人 他们也这样敷衍吗 舒奈一边上楼一边谴责 等会到家之后又在窗台上观察良久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利老爷子真的把人撤了 好吧 就当老爷子信任自己吧 舒奈抢脱自己 接受这个设定 给自己热了杯牛奶之后便躺着补觉去了 明天利市公司上下都要去团建 他按照平时的时间出门的话 正好能早些起床做个便当 说不定利只眼会带小团子去呢 一日清晨 睡了个饱得舒奈起身下床 拉开窗帘 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 像只猫似的伸个懒腰 那娇憨懒的模样 就差发出 喵的一声了 等到身体充分醒过来 他看向小区中心的小公园 却没想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利只眼居然早起来跑步了 他今天早起了近一个小时 难不成利只眼每天都这个点出来跑步锻炼身体吗 这惊人的自律和意志力 简直让人甘拜下风 舒奈盯着那个坐拉伸的身影良久 直到他也抬头看向自己的方向 舒奈才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瞎意识蹲下了身子 等意识到自己举动的时候 舒奈又懊恼地拍一把自己的额头 不就是被发现偷看吗 有什么好躲的 看还犯法呀难不成 想到这里 理直气壮的舒奈又站起身来 静止打开窗户 试图跟刚才差点对视的某人打招呼 可是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等舒奈镇定自若地准备挥手的时候 才发现底下的人已经不见了 走得可真快 心里默默吐槽的舒奈走进浴室 他眼就看到了自己本来的脸 他呆滞地盯着自己两秒 总觉得自己刚才差点经历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他还没化妆 他现在顶着的还是自己本来的脸 舒奈差点被自己吓得魂飞魄散 幸好刚才站起来的时候 荔枝眼已经走了 要不然要怎么解释自己一夜之间换脸了呀 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弱智错误的舒奈 一整个早上都心不在焉的 想做溏心蛋 直接煎到了石成熟 做小熊饼干 结果烤箱时间定长了一倍 结果全部进了垃圾桶 舒奈马失前提 痛心疾首地反思自己 到底那里出了错时 手机就突然响了 是荔枝眼打来的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以前怎么没注意过荔枝眼这种人设呢 电话铃声还在持续不断地响着 舒奈站在桌子旁 看着不断闪烁的手机屏幕 愣是没勇气将手机拿起来 他担心自己刚才没有发现荔枝眼 但是他看到自己的脸了 现在来兴师问罪了 第一次通话因为无人接听挂断了 舒奈松了口气 打算先发条消息 是一事他的口风 可没想到的是 他手指刚戳到屏幕上 荔枝眼的第二个电话便打了过来 舒奈一个车没杀 就按下了通话键 怎么不接电话 荔枝眼声音依旧冷冷淡淡的 似乎还带着些运动过后的热气 微微沉重地喘息 让舒奈的耳朵不由自主地滚烫起来 呃 没听到 您这是运动结束吗 嗯 早晨出去跑了一圈 回家又跑了一会儿 深深早上离不开人 沉默 尴尬 舒奈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和荔枝眼灵牙利齿时候的劲儿哪儿去了 怎么现在成哑巴了 等会儿要一起走吗 今天团剑带深深去 荔枝眼大概是喝了口水 将水咽下去的孤独声 冲击着舒奈的耳膜 他的眼前瞬间就出现了画面 滚动的喉结 从下巴滴落的水珠 还有烟红性感的蛇 呸呸呸 他今天是不是疯了 舒奈朝着自己的脸颊 狠狠地拍了一巴掌 脸色通红地呆愣在原地 脑子几乎当机 你怎么了 清脆的巴掌声把荔枝眼吓了一跳 他停下动作 专心听着话筒里的声音 结果半晌过去都没动静 直到舒奈从脸红心跳的奇怪反应中清醒过来 两句话结束了这通电话 你们先走 我还没收拾完 荔枝眼有些猛 他低头看向脚边眼巴巴等着的小团子 耸耸肩道 我已经邀请过了 是他自己不来的 一一定是有事才拒绝的 小团子很快就完成了自己安慰 跑去收拾好小书包之后 戴上舒奈前不久给他买的遮阳帽 站在门口催促荔枝眼 臭巴巴你快点 我们要迟到了 看着荔枝眼驱车离开小区之后 舒奈狂跳的心脏 这才安静下来不少 他给自己化好妆 因为要见太阳的原因 他还得涂防晒和一层又一层的定装喷雾 以免热出汗花了妆漏馅耳 自冷静下来之后 他的效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小饼干重新烤好了 满满当当的便当盒也准备好了 时间到了将近九点 已经接近出发的时间了 舒奈带上大包小包 终于出了门 他的车昨天送去保养了 今天还没送回来 所以只能步行到小区门口去打出租 当时高档小区附近可用的出租车几乎没有 舒奈站在门口 朝着路两边眺望片刻 除了路边的私家车 再也没有别的影子了 他确定这里暂时没有能用的车后 便放下手里的东西 掏出手机叫网约车 就在这时 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飞快驶来 舒奈刚打开网约车软件 就听到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等到他抬头看过去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团件的人数就差舒奈一个了 可是人迟迟没到 梦起看着立志眼 一次次给舒奈打电话 最后建议道 要不您先去 我回去找舒小姐 不用 你带着他们去 我回去找 立志眼想起 早上电话里不对劲的人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带着孩子回去找人 否则深深一路上 也不会玩得开心 我们回去找姨姨 小团子表明自己的意愿 将自己的小书包塞到梦起的手里 拉着立志眼的手就要往回走 等到父子俩上了车 立志眼刚给孩子系好安全带 他的手里就响了起来 来电正是舒奈 一一电话 小团子激动地看着眼洞仪 一句话结束后便紧紧地盯着立志眼 急切的眼神满满都写着 快接 立志眼嘴角带笑 接起了电话 但是电话那边传来的并不是舒奈的声音 反而像是小区的安保 立先生是吗 舒小姐出车祸了 就在咱们小区门口 我们已经在去医院的路上了 因为舒小姐手机里 似乎没有像亲人的号码 所以我们只能发给最近联系人 哪个医院 省立医院 立志眼二话不说发动汽车 飞快地朝着市中心飞驰而去 一向怕快车的小团子紧紧地拽着安全带 脸色慌张 但又坚韧无比 他知道现在最重要地赶去医院 他对于高速行驶的不适应 不算什么 到达医院后 小区安保负责人站在手术室门外 神色凝重地看向快步走来的立志眼问 您知道舒小姐家属的联系方式吗 他没有 立志眼自然是知道 舒乃无亲无故 截然一身的 从出国到再回国 他几乎没有跟任何国内的电话联系过 可是 你跟我说就行 我现在是他的 上司 立志眼略微停顿 低头看一眼泪眼婆娑的小团子 将他拎起来抱进怀里 安慰着 没事的 无奈之下 安保负责人只能将现在的基本情况说了一遍 早上那会儿 舒乃站在小区门口打车 没想到 一辆超速行驶的黑色轿车 静止冲向毫无防备的舒乃 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 舒乃已经躺在血泊里了 报警了 没有 报了 警察已经调取了监控 全云城排查那辆车的踪迹了 立志眼点头表示自己了解了 让他们离开以后 便抱着小团子 坐在手术室外的长廊上 安静地看着 手术进行中 的红灯 上一次他盯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是十二岁时 那场带走他父母亲的车祸时候 当时他抱着六岁还什么都不懂的历程 两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手术室门外 麻木恐慌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当时老爷子还在国外 最快赶回来也要半天不止 所以 他一个人 面对了父母的死亡 一声泪举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成了他二十年来抹除不掉的恶梦 爸爸 你别担心 一一不会有事的 小团子明明自己也很害怕 可是看着立志眼神游天外的表情 他还是下意识地抱住了立志眼的脖子 进行中 的灯突然灭了 立志眼迟钝地看着手术室的门 缓缓打开 看着里面的医生拽掉口罩 朝着他走过来 无来由的恐慌 竟然飞速蔓延开来 然后他听到了 手术很成功 都是些皮外伤 看着严重而已 但是左侧宽骨有些骨裂 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立志眼迟钝地点头 心想 幸好 幸好不是二十年前的那句话 医生交代完以后就离开了 淑乃被护士推进了特护病房 没多久就有了醒过来的迹象 疑疑是不是渴了 孩子指了指淑乃起了皮的嘴唇 乖绝地去端了水杯过来 递到了立志眼的手里 立志眼接过 眼神落在眼皮微微颤动的淑乃脸上 麻醉的效果大概已经减弱 他表情看起来有些痛苦 他轻轻英宁一声 缓慢地睁开眼睛 刺眼的光亮闯入眼帘的瞬间 又紧紧闭上 伸手拉住了小团子放在床边的小手 深深 你怎么也在啊 等到他适应了这个亮度 看向站在床边的父子俩 看着孩子柔声问道 孩子将小本子举到他的面前 小脸上满是担忧 舒奈忍着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 强颜欢笑地撑起身子 用掌心抚上孩子的脸颊 安抚他 姨姨没事 不要担心 别逞强了 立志眼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强硬又温柔地将他按回床上 舒奈身上是真的疼 可是他不想在孩子面前露出痛苦的表情 只能虚弱地笑笑 在立志眼的帮助下喝了口水 姨姨要是疼的话可以哭出来的 哭出来就没那么疼了 小团子对人的情绪变化很敏感 舒奈颤抖的指尖 已经将他此刻的感受暴露无遗 姨姨是大人 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哭了 舒奈哭笑不得 纵使浑身难受 可还是短促地笑了一声 我不笑话你 立志眼认真地看着他 眸子亮如星辰 那神采中没有业余稀弄 目之所及皆是温暖 那眸子太过深邃 舒奈定定地看着他 几乎现在里面无法自拔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 在短暂地停顿之后 恢复了快速地跳动 砰砰 砰砰 怎么 要感动哭了 立志眼破天荒地开着玩笑 虽然在场没一个人笑得出来 他力索地又对了半杯温水 将舒奈小心翼翼地扶着靠在床头 将水杯塞给他 你们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小区安保打电话通知的 舒奈轻轻喊一声 垂眸喝口水 又问抓到撞我的人了吗 话音刚落 舒奈就有点后悔 立志眼能在手术结束时 来看他就已经够意思了 怎么他潜意识里 还期望人家 替他面面俱道了解详情呢 还没有 现在应该逃出云城市区了 警方还在抓捕 哦 舒奈喝完水之后躺好 身体的隐隐作痛和残余的麻醉剂 让他的意识又开始昏昏沉沉 可是他脑袋里还蹦着一根弦 他的妆也不知道脱没脱 你带着孩子回去吧 好 你自己注意休息 立志眼让孩子跟舒奈道别后 便带着他往家的方向驶去 因为是发生在高档小区门口的严重交通肇事行为 而且根据现场的情况 甚至可以合理怀疑是蓄意谋杀 所以这里除了维持现场秩序调去证据的警方 还汇集了大量的记者媒体 立志眼远远地看着水泄不通的道路 想了想 还是决定将孩子送回老宅 爸爸 姨姨为什么没有家人 一路上小团子都很安静 直到快到老宅时 立志眼交代他跟爷爷一起住两天后 他突然问道 立志眼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 只能沉默良久 在下车将他抱起来时才解释道 因为父母亲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就跟我没有妈妈一样吗 不一样 小团子迫切地想跟他交流 挣扎着让立志眼重新把他放在座位上 然后看向眼洞仪 哪里不一样 立志眼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 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问题 是孩子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伤痛 他小小的世界里 纵使有些来自立家上下 无微不至的关怀 可是 母亲 的缺位 还是让他幼小的心灵缺了一块 书奈阿姨的亲人都去世了 你还有爸爸 爷爷和小叔 那我可以当姨姨的亲人 这样他就不会孤单了 立志眼点头 将他抱起来 学着书奈平日里的动作 轻轻地捏了捏孩子的脸颊肉 小团子的心情好了不少 趴在立志眼的怀里 歪歪扭扭地写字 那明天我还要去看姨姨 爸爸你一定要来接我 立志眼答应了 书奈自父子俩离开之后 强撑着意识爬起来 跟护工要回了自己的电话 想来想去 最后叫了闪送服务 让他们去家里 把他的化妆品日用品取来 护工大概是立志眼安排的 看他大费周折的样子 热情地懒活儿 书小姐 我帮您回去取吧 书奈哪里敢让他自己的打算 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又强撑着 跟快递员详细交代了 要取的东西之后 这才放心地睡了过去 等到再睁开眼睛 他的化妆品衣服 都已经在病房里放着了 书奈看着摆在最外面的化妆包 此地无银三百两地 跟护工说道 你帮我撑个桌子吧 我想看看自己的脸 护工不已有他 撑好桌子后 又在他的指引下 将化妆包摆在面前 嘴里还不断地安慰他 脸上没事 皮都没破 书奈在乎的是破皮吗 他在乎的是不要掉马 他在乎的是他千辛万苦维持的伪装啊 当镜子被撑好 书奈前后左右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圈之后 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幸好早上为了防晒防脱妆 他早上几乎是一层粉底 就喷一层定妆 整个底妆就像膏药似的贴在他的脸上 半点露馅的地方都没有 时间不早了 书小姐我带您去洗漱 还不等书奈高兴两分钟 让他更头疼的事情出现了 护工贴身照顾 就意味着24小时都要戴着妆 可是无论是从实践 还是理论的角度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个 书奈愁愁地跟护工阿姨打商量 我休息的时候 身旁不能有人的 要不然我睡不着 护工奇怪地看他一眼 心想下午睡得不挺香的吗 怎么突然就又睡不着了 我 我要卸妆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脸 书奈破冠破摔 索性苦着一张脸求他 我长得实在太丑了 素颜真的没脸见人 护工阿姨还是不为所动 书奈继续声泪俱下道 说白了我就是不想让您 让丽总看到我的样子 您就当帮帮我 我晚上有事的话 一定喊您 哦 阿姨恍然大悟 笑咪咪地询问他 姑娘你喜欢丽总啊 这话题怎么突然成了 他喜欢丽之眼了呢 书奈很无奈 但护工阿姨大概是觉得 这个理由幸福力够强 居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晚上一定要喊我 你万一再出事 我很为难的 知道知道 不会让您难做的 书奈兴高采烈地 将他目送出病房 迫不及待地处着拐杖 蹦跶到卫生间 将将脸洗干净 又偷摸摸将病房的门反锁起来 玻璃窗户上的窗帘拉好之后 他这才放心地躺在床上 夜色已深 书奈的手里却开始嗡嗡作响 他打开一看 微信消息疯狂涌入 几乎每个人的话都是 你出车祸了 没事吧 书奈一一回复 表示自己一切都好 直到给他推送了一则报道 女秘书车祸入院 历史总裁关心则乱 满是噱头的标题下 配图是他们小区门口的封锁现场 长篇大论里满满都是记者意想的狗血剧情 书奈吃笑一声 将手机扔下睡觉 明天他还得早起伪装自己 可是书奈没想到的是 立志眼是多少龟中少女的梦中情人 虽然没有在任何媒体上公开露面 但是凭着网络上众多的网友偶遇发言 硬生生将他营造成了一个多金多情又痴心的终极单身爸爸形象 书奈显然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于是第二天早晨 他刚在卫生间收拾好自己 蹦跶着回到床上的时候 才被实习小姑娘的电话告知 他被网爆了 你说什么 书奈第一反应是自己的摄影展 或者画作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又后知后觉地想到 公司没人知道他的艺术家身份啊 奈奈姐 就昨天车祸的新闻 不知道哪些狗血记者编造故事 说您在和立总约会谈恋爱 然后就有人爆出了您的照片 您就被骂了 因为长得丑就被网爆了 书奈理顺这个逻辑 哭笑不得地问 公司里没什么影响吧 公司里没有 毕竟大家都知道你们之间 嗯 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很纯洁的 小姑娘坑坑巴巴地解释着 越解释声音越低 书奈叹口气让她放心 你们安心工作 这种无稽之谈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您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她是W这边的总负责人 她不在底下的人心不安 三五天就回去了 身体没什么大碍 电话挂断 书奈点开本地论坛 她和立只眼的帖子已经 爆 了 跟铁树还在蹭蹭地往上涨 没有立只眼的照片吗 都说她帅得惨绝人寰 没照片我不信 楼上真是孤陋寡闻 立只眼的帅氏照片能展现的吗 我亲眼见过 恨不得这辈子都不洗眼睛 所以她是怎么会看上一个这么丑的女人的 疏奈手指往下滑动 自己画着妆的照片就出现在了屏幕上 是她在公司会议室里被拍的 她没忍住自己 将图片点开放大 仔细丑了半赏 男男道 也没这么丑吧 不就脸色黄了点吗 而且这拍的光线也不好 就在她刷论坛的时候 病房的门被敲响 护工阿姨将早饭放到桌子上 走过来搀扶她 立总问您 午饭有没有想吃的 护工阿姨笑得和蔼可亲 似乎觉得 书奈对于立只眼的单相思 很快就要变成双向奔赴了 不用麻烦立总了 我点个营养餐外卖就行 书奈心慌慌地拒绝道 想了想 又亲自给立只眼发了条消息 说自己成文厚爱 午饭的事还是不麻烦立总了 但立只眼很久都没回 大概是公司有什么要紧事在忙 直到中午 立只眼提着午餐和走进病房 书奈惊恐地问她 你没看到我的消息吗 看到了 立只眼没看她 很顺手地将病床上的小饭桌放下 又将餐盒里的饭菜一一端出来摆好 最后对上书奈极其不理解的眼神 深深让给你做的 不是我 书奈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是前者的话 那些真就成了恐怖故事了 不客气地吃了两口后 书奈惊喜地看向立只眼 问道 味道很好爱 你在哪家订的餐 立家老宅 咳 嗨嗨 下次还想吃 立只眼坐在床边 嘴角勾着抑制不住地笑 书奈慌忙摇头 嘴里含着的食物 现在咽下去也不是 吐出来更不是 她进退两难 但在立只眼的注视下 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吃 那辆车已经找到了 车主说辞是当时刹车失灵 慌不择路冲向你 但是在撞到你之后 她很快打了方向 并不是故意伤害 我也感觉到 她当时变过方向 要不然 我伤势肯定比现在严重 书奈深思着 抬起头看向立只眼 但是刹车失灵 肯定是借口 立只眼深深地看着她的毛子 问 你打算这么跟警察说吗 说她变过方向 当然 我这是实话 书奈不理解她 为什么要这样问 两人对视片刻后 她又瞬间悟了 就算她真的是故意伤害 但我跟她素不相识 她没理由这么做 这件事要么是意外 要么就是 她是被指使的 立只眼点头肯定她的说法 是以她继续说下去 所以 我如实交代 为的是自己的良心 如果她背后 没有指使的人 那这件事全当我运气不好 如果有 那那人总是有露出马脚的一天 我不会心软的 她的态度自始至终淡然处之 不卑不亢 自信从容 但又心怀善意 立只眼注视她良久 最后放下一句 你这样处理很好 她见过宋婉瑜 因为一个路人撞到她后 被当众指责要求赔偿 见过太多所谓上层人士 对底层民众冷嘲热讽的贬低 她不加入他们 但她也不会主动站出来 多说些什么 可疏奈今天的决定 彻底颠覆了 她以往的认知和看法 大概是因为 她也曾是被苛待的 所以 格外能共情那些迫不得已的人 你放心 这件事我回去调查的 立总 你不觉得你对我这件事太上心了吗 要不你还是避避嫌吧 书奈一边觉得不安 一边有很愧疚 不安是因为被卷入那个狗血剧本 她怕广大神奇网友 把她的身份扒得一层不剩 愧疚的是 立只眼好心帮她 她却只能无情拒绝 但是 如果让她选 她坚定地选前者 明哲保身 避什么闲 立只眼迷惑地发问 看向书奈的眼神 带着不可揣测的深意 书奈一个结巴 口水差点把自己枪住 可 你没看今天八卦新闻啊 我从不看那种没用的东西 立只眼看她吃得挺香 下意识拿起了另一副筷子尝了一口 嘴里是吃了十多年的熟悉味道 但看着书奈吃得津津有味 她居然也仿佛尝到了些别的滋味 虽然我也觉得 在意那些东西 毫无意义浪费生命 但是 她确实给我们的生活 增添了很多烦恼 书奈文周周地陈述着 指了指玻璃窗道 刚才最起码三拨人偷拍咱们了 立只眼回过头看向玻璃窗 恰好和一个举起相机的记者对上眼 大概是她的气势太凌厉 被盯了一眼的记者 吓得几乎跳起来 门外传来一阵惊慌失措的声音之后 迅速又安静了下来 你很在意那些八卦新闻吗 立只眼不以为然 她身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各种千奇百怪的猜测和新闻多如牛毛 她并不觉得在意会有任何积极的反馈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理会 书奈啃着朱蹄 心里默默白她一眼 吐槽道 那是您 我等平凡人跟你不一样 他们攻击你了 立只眼脸色马上就变了 她掏出手机 果不其然接到了梦启的电话 立总 那个出了点事 说 书小姐 被网爆了 立只眼闻言 视线书弟转向书奈 眼神里带着 刚才为何不说 的责问 去处理 吩咐了梦启 立只眼浑身凛冽的气势又发散开来 书奈一个机灵 有点生气 瞪着她警惕道 你生什么气 我还没生气呢 今天开始 我会在医院里安排保安 你不用再担心骚扰拍照 至于网上的事情 你再给我点时间解决 她郑重其事的承诺 让书奈呆愣许久 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地落在她的心上 声声回响 眼眶里的诗意猛地泛起 书奈下意识闭着眼睛低下头 不愿意让自己突如其来的脆弱暴露人前 大概是她的动作太过突兀 立只眼也沉默着不说话了 两个人有那么一瞬间心灵相通 我没有哭 嗯 你没哭 我真没哭 我知道 立只眼走近她 犹豫着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又抬手停留在她的头发上 慢慢地自上而下轻抚着 书奈红着眼眶抬起头 泪光还藏在眼睫之上 像是璀璨夺目的钻石 折射得光美得不可思议 立只眼惊异于自己会用这样的词汇形容书奈 可是让她再去想合适的词语 她又想不出来 仿佛刚才的有感而发 才是最真实最准确的表达 直到书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扭捏着看向立只眼 有点生硬的解释 我刚才就是 就是身上突然疼 立只眼眸色微凉 但是并不似平日里冷得彻底 反而像是带了温暖的底色 所以即使是对视时 也并不让人退缩 这两天就不要再看新闻了 警察那边没有调查结果之前 好好待在病房里 要什么让护工去买 别随便出门 书奈很想像小团子一样 别嘴瞪她 可是她一没资格 二没胆子 愣是想听上司命令似的 严肃地听完后 甚至还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你有什么想说的 立只眼脸色稍记 大发慈悲地让她发言 我申请提前回去上班 申请不通过 言罢 她也不理会 书奈马上垮下去的脸 心情颇好的推开了病房的门 朝着四周环视一圈之后 离开了医院 无聊到长草的书奈 将身旁的书翻了又翻 可上面一如既往的白纸黑字 愣是看不进去 反而满脑子都是立只眼摸自己脑袋的感觉 翻来覆去折腾一下午 直到晚上入睡之前 她还是冷静不下来 反而像是中毒健身 就只是想想 都让她面红耳赤 不行 都怪立只眼乱撩人 她是不是想用美男计 套取WV的商业信息 书奈觉得自己大概率是走火入魔 要不然 怎么还意想出这种无厘头剧情了 书小姐 护工阿姨听到她一直没睡 敲门询问 您睡不着吗 是伤口疼吗 没有 我就是白天睡多了 您别管我 书奈掀开被子 深深地呼吸一口 被子外的清新空气 提高声音朝着门口说道 这姑娘嘴里没一句能信的 护工阿姨轻笑一声 透过玻璃窗 看着她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地折腾 少微想想都知道 她在回味白天的事情 哎 年轻人哪 怎么这么不坦诚呢 明明两个人看起来 我算是两情相悦的呀 难不成她年过半百 终于要当一回红娘月老了吗 可以亲手 将他们之间的窗户纸捅破 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书奈怎么也没想到 她的一个谎言 会让造成这一连串的连环效果 更没想到 护工阿姨脑内 已经脑补了一出出的情感大戏 书奈折腾了半天 打开手机一看 居然已经半夜两点了 她心想 反正睡不着 就上网看看吧 这次 她倒没怎么看到 攻击她长相的 但是出现了更多奇奇怪怪的标题 云成第一金龟婿和貌若无言女秘书的爱恨情仇 灰姑娘飞上枝头变凤凰 她吸引总裁的秘迹是什么 等等 书奈惊呆了 心想 普罗大众的生活到底是有多无聊乏味 居然能想出来这么多带颜色的标题内容 大半夜看到这种让人血脉奔章的标题 即使是书奈自己 也有点蠢蠢欲动 她下意识看了看病房门口 手指不受控制地点了上去 可是内容只是对交通事故的简单概括 并没有她以为的黄色内容 意识到自己刚才想了什么的疏奈 久久不能平静 她疼得一声从床上坐起来 动作之大 差点扯开了腿侧的伤口 可是她根本没心思注意伤口的情况 她一边又一边地反问自己 为什么会有想看自己和荔枝眼小黄文的想法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能让她的程序出错至此 难不成是因为她一个人太久了吗 这天晚上书奈成功地失眠了 以至于第二天小团子来看她 还以为她疼得一夜没睡 咦你怎么样就不疼了 小团子眼睛里泪光闪闪 伸出手想要摸一摸书奈 还裹着纱布的小腿 姨姨没事 但是你要是不想让姨疼 亲姨一下就可以了 书奈朝着小团子伸出胳膊 偏过头示意她来亲 小团子听话地扑过去 把鸡一口亲在书奈的脸上 亲完之后又亲一口 然后问她 这样就可以吗 对 姨以后都不会再痛痛了 书奈轻易地蹭着她的脸 朝着桌子前坐着的荔枝眼 得意地抬抬下巴 荔枝眼不理她 但嘴角还是染上了微不可查的笑意 病房里 荔枝眼在处理公司事务 书奈和小团子在打闹着玩耍 外人看去 这简直就是一家三口相处的标准场景 护工阿姨在病房门口扒着 心里欣慰地感叹着自己的眼光半点没错 快到中午 书奈本以为荔枝眼会带着孩子回家 可对方接了个电话 就将孩子放在病房 让他们两个互相看顾着 哎 孩子不能总在医院里待着 书奈看着荔枝眼离开的背影 气不打一处来 但一看到小团子委委屈屈的表情 又无奈地跟他约法三章 不能自己跑出病房 不能不睡午觉 不能只是玩耍 小团子忙不迭地点头 通通答应 生怕他强行将自己塞给臭巴巴 他可不想再被带着去开会了 太无聊了 吃过午饭 小团子有些困意了 于是便眯着眼睛躺在书奈身旁 两只手紧紧地搂着他的胳膊 非要他陪着 和小团子一起睡午觉 书奈求之不得 可谁知道孩子刚闭上眼睛没多久 急准的电话就过来了 他看了看屏幕 眼疾手快地挂断了 并且将手机设置了静音 可前一个电话刚挂断 紧接着便又打过来了 书奈担心 是不是极准有重要的事情 毕竟极准这样连着 打两通电话的情况 很少见 小团子 书奈看了看刚睡熟过去的孩子 还是决定将孩子叫醒 当着他的面抽回胳膊 要不然等孩子突然醒来 发现抱着的人不见了 心里肯定会受伤的 小团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听到书奈说要去接个电话 便听话地松开胳膊 吃力地撑着身子坐起来 非要等书奈打完电话再睡 书奈心里软成一滩水 凑近亲了亲他的额头 轻声承诺 一一马上就好 孩子点头 打个大大的哈欠 努力地睁开眼睛 可终究还是抵不过汹涌的睡意 直到他听到了电话里的男生 新闻怎么回事 极准的语气很奇怪 像生气了隐忍着没发火 但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不悦 什么新闻 你和立志眼的新闻 极准没想到自己前脚刚出国 书奈后脚就会出这样的事情 他深知自己应该先询问书奈的受伤情况 可在朋友那里了解到 他并无大碍之后 担心瞬间转化成了怒火 不仅是对立志眼的 还有对书奈的 都是记者们胡编乱造的 你这是什么反应 书奈很少见极准这样毫无理由的生气 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遇到了棘手的事情 极准深吸两口气 可语气还是恢复不了平日里如暮春风的状态 只能僵硬地转移话题 你身体没事吧 我没事 皮外伤而已 书奈顺口回答 眼神不自觉地朝着小团子的方向看过去 却发现这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清醒了 我这刚出国你就受伤 看来还是需要我在你身边 要不我回国陪你吧 极准话里带话 书奈洋装没有听出其中深意 语重心长地劝他 开什么玩笑 你坚持了这么多年 现在好不容易站稳脚跟 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是啊 你说得对 我必须捍卫我们的心血 极准心里很失望 纵使知道自己不会回去 但是他居然希望 听到书奈像别的女孩一样 肆意撒娇 不需要有多理智 想要什么都能第一时间跟他开口 姨姨 你在和谁聊天啊 电话还没有挂断 小团子找出自己的小本子 写道 书奈不想让极准知道 他现在和孩子在一起 于是朝小团子摇摇头示意 先不能回答他 三两句应付好极准之后 书奈挪到小团子身旁 解释 这是依依的顶头上司 是很重要的朋友 为什么他说话那么没有礼貌 书奈看到 没有礼貌 这四个字 当即失效出生 极准彬彬有礼 活了二十多年 没想到居然被一个小孩子评价为 没有礼貌 估计本人知道了 会气到三天不愿意说话吧 他说话就是那种风格 不是没有礼貌 书奈将孩子抱进自己怀里 戳了戳他头上的呆毛 笑得停不下来 就是没有礼貌 小团子对这个评价很坚持 即使是到了当天下午 立之眼来接的时候 他还回过身 跟书奈叮嘱 他没有礼貌 不要跟他说话了 书奈连连点头 目送他们离开 房间里没了那个欢腾雀跃的孩子 顿时变得冷清了起来 他叹口气 任命地打开电脑 隔空跟公司的人一起工作 身为这么大项目的负责人 他不可能真的停下来养伤的 毕竟项目每时每刻的利润都在变化 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敢休息三两天 那直接就是几个亿的损失 奈奈姐 立总在公司晨会上骂人了 骂人 书奈觉得不可思议 盲追问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言 今天早晨上班路上 一些人自以为是的说了些诋毁你的话 贝利总听去了 当天下午那两个人就被辞退了 虽说事情本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但这招杀鸡警猴之后 真的跟少听到这些人被地利嚼舌根了 实习小姑娘唧唧喳喳喳地说了很久 书奈稍稍寂寞的心情得到了片刻的宁静 还有淡淡的喜悦 奈奈姐 我真的很开心 开心什么 这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吗 书奈故意这么说 声音里还带着笑 开心力总对你这么好 肯定是因为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书奈一口水呛在喉咙里 咳得上不接下气 最后面前压住之后问他 只因为是人才吗 应该还有点别的东西吧 他猜 极准的电话让小团子有了很强的危机感 当天被荔枝眼接走之后 他老气横秋地沉思了很久 最后回家语重心长地拉着荔枝眼 丑巴巴 你要抓紧机会呀 抓紧什么机会 荔枝眼将孩子的外套脱下来 蹲下注视着他的眼睛问 追求疑疑 大眼睛里满是对这件事的执拗 荔枝眼跟他解释过很多次 他和书奈之间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 才连接到一起的 而且他对书奈的感觉充其量 就是有点感兴趣和十足的感谢 而这个感兴趣也并不涉及男女关系 爸爸跟你说过 眼瞅着荔枝眼又开始说他那一套 小团子赶紧伸手捂住他的嘴 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话 并且手动加粗 试图强化他的印象 你对姨姨那么温柔 不是喜欢是什么 小团子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相 毕竟他长这么大以来 自家爸爸还没对一个女人这么好过 还不是因为你 荔枝眼心里冷冷吐槽 但他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怕孩子胡思乱想 会觉得自己是个负担 小团子把荔枝眼的默不作声 当成了默认 当即高兴地拍手跳起来 但是脚下一个不稳 栽倒在荔枝眼的怀里 小心点 荔枝眼扶着他站起来 眉心微拧 眼神一直追随着他 跑进客厅 他一直知道 真正的自闭症儿童 都会行动缓慢 四肢不协调 原本深深是没有这个状况的 能走会跑之后 他在这方面始终都像个正常孩子 可最近 总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明明他这段时间开朗不少 也愿意与人交流了 可为什么还会这样呢 丑巴巴 深深发现荔枝眼始终蹲在玄关处 没有动作 又往回走两步 举起小本子朝着他挥舞 活泼可爱的样子 半点看不出 是个不会说话的孩子 嗯 荔枝眼脸去脸上凝重的表情 朝着他露出温和的笑 想吃点东西吗 饼干 最近这孩子 小饼干中毒 无论是零食 还是正餐 一问他想吃什么 他绝对会给出这个答案 荔枝眼不赞同地看着他 教育道 不行 饼干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 深深没说话 委屈地看他一眼 别别扭扭地跑开了 荔枝眼站在厨房外 看着自己昨晚摊开的甜点制作教程 捂着额头认命地去和面 家里保姆做的孩子一口都不吃 淑奈现在在医院又不能做 只能他自己动手了 等他把面粉合好 刚打入鸡蛋准备搅拌 扔在旁边的私人电话便响了起来 这个电话一般只有亲近的人才打得进来 这个时间点打电话的 也只有老爷子了 荔枝眼将手上的面粉清理干净 拿过手机按下通话键 点开免提扔在桌面上 怎么了爷爷 老爷子没事 一般不会打电话 反而更喜欢不打招呼直接上门 毕竟面对面说 急眼了还能上手 电话里就只能生闷气了 新闻怎么回事 要不是小宋那丫头来我这里诉苦 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能干出这种事 我干出哪种事了 立志眼心情没有丝毫波澜起伏 眼前是从未涉足过的领悟 她必须全神贯注 才不至于搞得一团糟 也不能这么说 老爷子大概觉得自己措辞不太对 马上还了个说法 你和那个女人怎么回事 小宋可是你未婚妻 你这搞得立家和宋家之间都很难看啊 无稽之谈 你们也真当回事 听了立志眼的话 老爷子一口气没上来 顿时给自己拍了拍胸口顺气 生怕立志眼给自己弃出个毛病 一旁的管家有些无语地看着戏过了的老爷子 低声提醒老爷子别忘了正事 宋家人刚才打电话的是 所以老爷子声音猛地提高 手掌落在桌子上 发出响亮的声响 立志眼停下手上的动作 看向手机 明天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把这个误会解开 我知道你和那个 女秘书之间肯定是清白的 但是主要是小宋那边 女孩子嘛 总要疑神疑鬼的 更何况 你这都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咱们总得解释一下 立志眼痴之以鼻 对宋婉瑜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每次发生点他不满意的事情 总要想法设法让老爷子知道 老爷子骨子里还是老派人的做法 虽说整个家族经商百年不止 但血脉里总带了些文人风骨 宋婉瑜就利用这点 真真假假编造一些无中生有的细节 让老爷子替他主持公道 不去 为什么不去 老爷子不理解 没必要 立志眼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老爷子深知这一点 即使在他这里 立志眼也从不因为他长辈的身份而将就 所以他坚定的两个字出口 老爷子就知道这件事凉了 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 不行 说什么都必须去 等会儿给你发地址 明天中午十一点前就给我到 言罢 生怕立志眼再给他甩过来一句 要去你自己去 老爷子飞快地挂断了电话 仿佛只要他挂得快 立志眼的拒绝就追不上他 管家心里默默叹口气 给出建议 您还是做好明天中午少爷不去的心理准备吧 要不然我也不去了 你就说我下楼威了脚 或者闪了腰 这会儿在床上躺着无法动弹 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管家真诚道 那我明天再把家庭医生喊来 给您做点伪装 老爷子忧愁地拖着自己的宝贝核套 低头看着他们诉苦 可是宋老头那个臭脾气 我要不去 他肯定赶去历市大厦指着我孙子骂 算了 我还是去吧 于是乎 老爷子肩负着大孙子的婚姻大事 第二天中午 毅然决然地朝着约定的地方去了 直到走到包厢门口 他都不死心地给立志眼发短信 大孙子 你爷爷年纪也大了 受不得什么刺激了 万一今天和宋老头吵起来 你一定要记得帮我吵回去啊 而此刻立志眼正抱着孩子进入电梯 目的地还是这场风波的另一个核心人物 走进病房 已经能轻松下地地书奈 看到小团子 一瘸一拐地跑过来看着他 你今天也来了呀 爸爸说 一一看见我开心 就把我带来了 言外之意 立志眼想让淑奈开心 可明明是这小家伙飞缠着要来的 立志眼低头看向故意撒谎的孩子 朝着他眯起眼睛警告 但他今天注定要失望了 小家伙可是制定了好久的计划呢 孩子毕竟是孩子 就算他计划再怎么周密 但两个大人都能看出来他那点小心思 他要喝水 就非要立志眼去到 等立志眼拿着水杯走过来 他就又非说是给舒奈到的 他自己去洗了苹果吃 然后拜托护工阿姨切成两半 一半递给舒奈 另一半非塞进立志眼的手里 还用眼神强迫他必须吃下去 一次两次 舒奈和立志眼还觉得这孩子 真是可爱有活力 第三次的时候 舒奈终于糟不住了 抱着孩子坐下来教育他 小家伙 你知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吗 不知道 小团子眨巴着眼睛看他 大眼睛里满满都是自得 还有隐隐的西迹 仿佛他这么来挤糟 两个人就能真的看对眼了 舒奈很无奈 但是他又不能打击孩子 只能希望孩子玩累了就停下来 然后逐渐认识到 有些事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 比如他和立志眼在一起 但小团子毕竟才四岁大 即使格外聪慧 也不可能听得懂舒奈的言外之意 舒奈下意识看向立志眼 见他也是若有所思地朝他看过来 两人对视一眼 舒奈瞬间尴尬地挪开了视线 可片刻之后 他又后悔了 为什么他要心虚 他心虚个毛线呢 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之间的互动 笑得格外开心 看到舒奈微红的脸色 还露出了他很懂的表情 舒奈更加无奈了 索性当自己看不懂小孩子的伎俩 每次都找个借口躲过去 午饭时间 小团子得意洋洋地从小背包里 掏出了一个糕点盒子 摆在了舒奈的面前 让他打开看看 一旁的立志眼脸色有点奇怪 舒奈观察了一会儿这父子俩的脸色 试探着问 怎么了 姨姨你先替我尝尝 小团子催促着他 拉着他的手放在盒子外的丝带上 白嫩嫩的小手 做出往旁边拉扯的动作 示意他赶紧动手 舒奈内心忐忑地拽住丝带 用眼神的余光 挑着立志眼的表情 可他看到盒子之后 就始终不曾给过他俩半点目光 他缓慢地扯开 盒子里东西慢慢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忽然让他没了探索的欲 望 他看到了颜色不太对的小饼干 而且闻着味道 甜度也不太够 姨姨你赶紧尝一尝 大概是觉得舒奈太磨叽 小团子直接拿起一块 放到他的嘴边 舒奈很是忐忑地张开嘴 轻轻咬了一小口 自从他开始学做甜点之后 他已经很少吃别人做的了 因为总觉得缺什么 然而口中这块 虽然好像黄油没放够 白砂糖没放够 也不够松软 但味道出乎意料的不算太差 整体清淡磁石的口感 给人一种很朴实的感觉 怎么样 小团子很期待他的评价 自家老爸做的小饼干 必须要让姨姨吃第一口 还不错 舒奈给出回答 他是真心觉得还算可以 虽然没到及格线 但最起码让他有了很新鲜的感觉 小团子一听 当即兴致勃勃地朝着荔枝眼竖起大拇指 嗓子里发出一声短促的 啊 等到荔枝眼看过来的时候 他又举起小本子 写 依依说 你的小饼干好吃 原来是荔枝眼做的 他是真没看出来 荔枝眼居然会亲自给孩子做甜点 原来外边流传的他对孩子百般宠溢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是真的 荔枝眼并没说话 他当然知道自己做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看到孩子开心地拿起一块塞进嘴里的时候 他居然有些心虚地挪开了视线 果不其然 孩子刚咀嚼两口 就委屈巴巴弟停下了腮帮子 瞪着眼睛控诉淑奈 明明一点都不好吃 一定是姨姨和臭巴巴串通起来骗他 孩子年纪小是甜 这种甜度很低的小饼干 确实吃不出来味道 看着孩子赌气将饼干盒子塞进自己怀里 淑奈苦笑着解释 你爸爸做的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可能更合适大人的口味 我知道了 小家伙从病床上跳下去 不高不低地几乎崴了脚 淑奈下意识去拽他 他又有惊无险地站稳了 他似乎没有发现两个大人的神情 马上变得紧张了 自顾自地埋头写着什么 写完之后气冲冲地举起本子 爸爸就是做给姨姨吃的 我生气了 啊这 淑奈觉得这孩子脑回路真神奇 自欺欺人的本事也不知道从来理学来的 明明就跟他毫无关系 居然就这么硬扯上了 丑巴巴 你老实交代 立之眼觉得自己经历过的大风大浪也算不少 也见识过各种惊心动魄千钧一发的时刻 每次他都热血澎湃迎难而上 这是第一次让他产生了退役的场景 本子上又大又粗的感叹号就像敲在立之眼的心上 他深深叹口气 努力让复杂的心情平静一点 立静深 你好好说话 听到臭巴巴又喊自己的大名 小团子当即扔掉了本子 哭唧唧地爬上床 扑进淑奈的怀里 放声大哭 淑奈慌了 立之眼也慌了 手忙脚乱的两个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之眼平时也经常喊他的大名 可也没见过他反应这么大的 你快过来道歉啊 淑奈心疼地抱住孩子 小小的身子哭得抖得不成样子 认识孩子这么久 淑奈从没见过他这样 立之眼只能站起身来 走近俩人 因为孩子在淑奈怀里钻得很深 他需要坐在他边上 才能看到孩子的半张脸 他好生好气地道歉 态度诚恳无比 可孩子依旧在哭 抽抽叶叶地趴起来点 将脸埋在淑奈的脖子里 这下终于露出了全脸 虽然憋得很红 但是脸上并没有什么泪痕 立之眼眯着眼睛凑近了看他 刚想开口窒息 却没想到他动作利落地 从淑奈怀里爬起来 往旁边一坐 顺手将淑奈往立之眼的方向推了一把 淑奈猝不及防 倒向旁边人的怀里 大而圆润的眸子里满是惊恶 立之眼凑得实在太近了 近到他的眼睛里 只装得下立之眼微微错愕的眼睛 那一瞬间 舒奈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是谁说立之眼眼睛里万年寒冰的 明明他眼底也有春色 被大孙子完全忽略的老爷子 无比凄惨地抓着管家的手 问他 你觉得只眼会来吗 不会 管家很冷静地打破老爷子最后的希望 看老爷子捧着心脏委屈巴巴地念叨 自己是怎么用心良苦的 又冒出一句 您也知道 少爷不喜欢宋小姐 为什么不解除婚约呢 这婚约不是那么容易解的 老爷子叹口气 抓起自己的核桃 下车朝着订好的包厢走去 宋家企业在十几年前 那可是如日中天的 只不过 因为政策时代的变化 他们强势的领域逐渐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宋家老头大概是上了年纪 非要坚持他那没守成规的一套 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最终从车头调到车位 成了云城的二流企业 但这老头偏偏脾气作态 还都是十几年前趾高气昂的模样 倒也不是没礼貌 而是人性格就那样 厉老头 你家孙子呢 一进房间 看到来人只有老爷子 宋家老头当即语气不善地问道 旁边的宋婉鱼 更是露出了受伤难过的表情 还挽着自家爷爷的手臂 给立只眼说话 一定是只眼太忙了 他肯定不是故意不来的 老爷子默默喝口茶 嘴上先客气递到了欠 紧接着又给立只眼找理由 今天公司确实忙 你们也知道最近和WA的合作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他身为公司总裁总要去坐镇的 中午也要坐镇嘛 这宋老头 一般人这种时候都会安静闭嘴了吧 这臭脾气活该被人骂 老爷子手里的核桃赚得更快了 他笑呵呵地看着宋老头 嘴里还是一片和气 你别生气 这顿饭就当咱俩续各就 台阶已经铺了一层又一层 如果宋老头还不识好歹 那他也没必要给好脸色了 老爷子心里这么想着 最后一次端起杯子朝对面火冒三丈的老头示意 你的好孙子指不定就是W被那个狐狸精迷了神志呢 当我家碗鱼是好欺负的吗 这婚事谁都说我宋家高攀你们 十几年前定的时候 你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现在的宋家 老爷子脸色也不好看了 他向来主张和气生财 倒也不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 你是没有 但看看你的宝贝孙子 把正经未婚妻扔在一边 天天跟个丑女人同进同出 你丽家不是门风清正吗 丽只眼他做出来这种事你不管管 爷爷 宋老头说话越来越激动 该说的不该说的通通机关枪似的 朝着老爷子怒说一通 宋婉瑜完全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他将丽只眼和书奈俩人的事加工了点细节告诉爷爷 也只是想让爷爷给丽只眼一点压力 让他重视一点自己 可他亦没想到丽只眼没来 爷爷的怒火竟然冲着丽家老爷子去了 万一老爷子因此对他对宋家产生恶感 那解除婚约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啊 会不当初的宋婉瑜赶紧拽住自家爷爷的袖子 朝着老爷子赶紧道歉 对不起 我爷爷他大概是被网上的流言风雨误导了 您也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您别放在心上 今天这饭也不用吃了 宋老头 我之所以从来没提过解除婚约的事情 一是因为不想让丽家落个贤贫爱妇的坏名声 而我丽家也不需要对方多有钱 二是因为只眼从没提过解除 我也就是当让俩孩子培养感情 你今天这番话 很让我怀疑我决定正确与否 言罢 老爷子起身 头也不回离开了包厢 留下气得头顶冒烟的宋老头 和惊慌失措的宋婉鱼 不嫁就不嫁 我宋家稀罕你 爷爷 宋婉鱼眼眶赤红 一挥手 便将桌面上的餐具茶杯 通通扫到地上 边哭边指责老头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嫁给丽之眼 你说这话 之前能为我想一想吗 婉鱼 被从小放在心肩上的亲孙女 恶狠狠地指责 任凭宋老头在凶悍 也有点承受不住这样的转变 包厢里从剑拔弩张后 又变得静谧无声 包厢外的适应生和经理 胆战心惊地听着里面的动静 直到宋婉鱼怒气冲冲地提着包离开 他们才鼓起勇气 看向包厢里的情况 满地狼藉 独坐上位的老人 呆呆地注视着虚空 目光浑浊 老泪纵横 老爷子离开之后 气呼呼地坐在车里 沉思半晌后 自言自语 宋老头不是这样 不分清红皂白的人啊 今天怎么跟吃了火药似的 可能有人挑拨了吧 管家轻轻道 他刚才站在包厢外 将宋婉鱼的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虽然全程没什么重点信息 但仔细推敲一番 却能发现 他把所有责任 都下意识推到了自家爷爷身上 这可不像一个贴心懂事的人 能做出来的事情 老爷子闭上眼睛 心泪到盘核桃都没力气了 他凝视着手里 已经圆润不少的小核桃 最后轻轻放在后座的收纳盒里 闭上眼睛道 回家吧 晚上把厉晨给我喊回来 这小子最近半点消息都没有 该收拾收拾他了 是 管家忍着笑 扭转方向盘 黑色的卡焰安静地滑了出去 厉晨接到家里的通知时 还在距离云城几十公里的海上 正和妹子们开泳衣 party 整个人喝得有点飘飘然 回家 他听着李叔的话 不解地问 让我回家干嘛 我最近没饭事啊 你爷爷想你了 这话听着比他想揍我了还可怕 厉晨吐槽道 将手里的香槟杯塞进旁边美女的手里 凑近他调笑一声 毫不留恋地起身下船 话说老哥是不是又让爷爷不省心了 但是呢 爷爷又不能直说他 所以就让我回去当出气包 厉晨之所以不太愿意回家 就是因为老爷子每次都会给他同样量级的爱的鼓励和鞭策 鼓励自然是钱 至于鞭策嘛 就是拎着他的耳朵 跟唐僧念经似的 能从他们小时候说到五十年之后 不把他的耳朵说起一层茧子 绝不罢休 算是吧 管家犹豫片刻 说了实话 真的 快快快 说来让我高兴高兴 管家 二少爷啊 您可长点心吧 被强制在医院修网络的一个礼拜 出院当天 WV在立市的员工都跑来 庆祝他重回岗位 书奈一大早将自己十多整洁 又将小团子在这里丢下的玩具都藏起来放好 这才放心的他们在病房里四处溜达 奈奈姐 你这几天好像胖了一点哎 实习小姑娘好奇地凑近他 盯着他的下巴 看了看 又胆子大地上手捏了捏 我怎么可能胖了呢 书奈被吓到了 他这几年的饭量一直不算小 但体重就是没有丝毫变化 甚至在比较忙的时候 还会减少 这住院才短短一周不到 他居然胖到别人肉眼就能看出来吗 他伸手捂住自己的下颌线 轻轻扯了扯 结果绝望地发现 他的脸上好像真的有点肉了 书奈这个人 一个大美女把自己画丑无所谓 但是她的体重变化绝对不能两斤 于是 众人就看到了 这位新上司刹那之间花容失色 惊讶地捂着自己的脸 一动不动的画面 奈奈姐 你还好吧 小姑娘试图安慰她 其实也不明显的 行了玲玲 别安慰我了 书奈打断她的话 痛心疾首地按下决心 以后立之眼带来的饭 她一口都不吃了 都是这几天的营养餐 将她吃圆了 众人嘻嘻哈哈地走出病房 一路护送书奈到了医院门口 这才开口道别 今天下午都去好好休息 明天咱们就要继续上班 给这个项目一个漂亮的结尾 书奈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紧接着又以领导的身份 给大家打打气 这个项目进行了将近一个月 预期利润也达到了 WA总部的要求 甚至还比他们 当初设想的利润点 高了一个点 这将是她工作这几年来 最值得骄傲的一个项目了 也就是说 凭借着这次项目 她以后能在 WA总部有说话的资格了 知道 冲啊 参加项目的都是些年轻人 除了当初总部派来的 军师 之外 所有人都很信任书奈 对书奈言听计从 甚至逐渐有从幸福 向崇拜的方向转变 打过招呼以后 他们就准备分头走了 书奈站在台阶上 一个个目送他们离开 这才准备去马路边上拦出租车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记者突然从旁边冲出来 将话筒笔直地对着她开始质问 这位女士 你知道丽氏总裁是有未婚妻的吗 是她要和你发展关系的吗 让开 书奈言瞅着无比激动的记者 谋底闪过一丝不耐烦 绕过她准备离开 你是不是心虚了 丽之眼和你之间一定有奸 请吧 你们这么做不觉得很恶心吗 来人对她已经不是单纯记者 为了热点新闻的目的了 书奈紧皱眉头 下意识朝着人行道靠过去 以防止这个人突然发疯伤害她 虽然她的武力值不低 但到底还是个女生 爆发力还是不及男人的 看书奈沉默不语 这个男人越来近了 他甚至拿出手机对着书奈的脸拍摄 嘴里叫嚣着骂 你们这对狗男女 宋小姐那么温柔的人 你们居然敢这么对待她 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 好啊 书奈这下清楚了 这是个送碗鱼的迷地 也不知道她一个大家闺秀 兼从不正经上班的心理医生 是怎么又有了这么狂热的粉丝的 这位先生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眼前这人神色疯狂 路人几乎都害怕地躲开了 书奈抓紧手里的包 冷静地看着她警告 报警 我干什么了你就报警 你这是浪费警力 她不断地跟着后题的书奈 步步紧逼 路人也发现不对劲了 纷纷都在指责这个记者 但也有不少好事之徒 听说了这两天的新闻 跟着指责书奈 当小三就要做好被戳几辆鼓的准备 敢做不让说吗 书奈烦不胜烦 在记者又一步追上来的时候 伸手拽着她的胳膊 来了个过肩衰 利落漂亮的动作 让在场的人不由地发出一阵阵惊呼 第一 我劝你不要把私人感情带入到工作中 毕竟这样的员工 那里都不会喜欢 第二 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判离新闻报道的行业准则 我可以向你的单位举报你 第三 你凭空捏造谣言诬陷我 毁损我的名誉 我可以直接去告你 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所有人都听到了 书奈铿锵有力的辩白 反观之 在地上呲牙咧嘴的记者盛怒之下 居然直接动手 朝着书奈的腿抓过去 小心哪 一旁的小姑娘发出尖叫 提醒书奈 可来不及了 那人已经伸手握住了她纤细的脚踝 书奈下意识抬脚朝着她踢过去 可没等她的脚碰到那人 就听到一声淒厉的尖叫 紧接着书奈就被松开了 你没事吧 声音是熟悉的冰冷 还带着浓烈的力气 书奈惊讶地抬头看去 便看到了脸色异常难看的荔枝眼 你怎么来了 荔枝眼没有回答她 反而是走到那个记者面前 暴力地拽起她的头发 低头看着她的眼睛质问 是谁给你的胆子 荔枝眼 那记者因为关注宋婉瑜 自然是认识荔枝眼的 她倒吸一口冷气 但很快就又鼓起勇气 恶狠狠地咒骂 你都有宋小姐了 为何不好好对她 你这个渣男 活该你儿子 啊 书奈严瞅着那记者话都没说话 就捂着肚子蜷缩起来 荔枝眼下手又稳又准 这一招并没有伤害到她 但却会让她痛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不是围观的人太多 书奈也想上去给她一脚 这世上任何用孩子来威胁大人的 都应该被狠狠教训 让他们再也不敢有那种心思 梦启报警 荔枝眼起身 朝着书奈的方向走过来 梦启听到呼唤 赶紧从人群里钻进来说 刚才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到 这下周围的人都知道 他们就是前几天风波事件的主人公了 不少人都拿出手机 朝着他俩拍摄 书奈心想 反正他们这里没鬼 那些人想拍就拍 只要荔枝眼不介意 自己从神秘莫测 变得众人皆知 你介意吗 书奈指了指拍摄的人问 为何要介意 你要避嫌 荔枝眼这话一出口 直接给书奈整不会了 他尴尬地咳嗽一声 扭开了视线 之后警察赶到 以寻衅滋事将记者逮捕 最后他也怕了 低声下气地求书奈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但书奈看他的神色 明明神情之中 还带着无法掩饰的厌恶 嘴上却可以毫无负担地说着 让他原谅的话 您还是等着律师喊吧 书奈给他丢下一句话 头也不回地 朝着不远处的荔枝眼走过去 这件事闹到现在 他在选择原谅 那可真就太圣母了 而现在的他 最讨厌那种毫无原则的善良了 解决了 荔枝眼看着他走过来 张嘴问道 书奈点点头 看像抱着一达文件的孟起问 这是有事要出去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医院附近 他觉得自己这么问很正常 可这话一出口 对面俩人的面色就不对了 孟起站在荔枝眼的背后 蒙给他实眼色 示意他安静点 但书奈并没有get到他的意思 反而是认真的看着荔枝眼又问了句 什么是能让荔枝眼亲自跑一趟 那人的面子也太大了吧 他没多说一句 孟起的脸色就精彩一分 最后索性放弃提醒的打算 试图当场扔下文件逃跑 反倒是荔枝眼 脸色虽然难看 但好歹没难看到 刚才要揍人的地步 想知道 他突然眯起眼睛问了句 书奈这才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忙呵呵笑了一声 往后退一步道 也不是非要知道 给你送的 所以你选择今天出院 压根没想过通知我吗 书奈呆住了 他心头瞬间响起的警报声 下意识想 逃开时却发现四肢像是灌了牵似的 变得沉重起来 而书奈试图给自己找个借口 可是被荔枝眼凉嗖嗖的眼神盯着 他的大脑却像生了秀似的 完全转不动了 罢了 大概书奈的表情 着实有点慌张 荔枝眼心底微弱的怒气居然瞬间消散 但还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在意 指挥梦起将文件放进书奈的怀里 交代了检察院那边已经准备审查起诉肇事者后 荔枝眼头也不回地坐进车里 书小姐 要不我们送你回家 梦起尴尬地站在原地 回头看看荔枝眼 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变化 放心大胆地邀请道 不用了 我已经叫到车了 这个结果眼 书奈当然不能上荔枝眼的车了 所以即使他还没叫车 也还是坚定地拒绝了梦起的邀请 目送荔枝眼的车驶离之后 书奈看着怀里的文件叹口气 心里居然泛起一层淡淡的忧伤 这些文件应该是项目的总结文件 只要处理完 就意味着他在立市的任务结束了 虽然以后还住在同一小区 但他还能用什么样的借口 去见小团子呢 而且一旦荔枝眼和宋婉鱼结婚 那他和小团子就真的见一面也难了 爱心情低落地回到家里 书奈麻木地将家具上落得灰擦干净 颇有些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窗外渐沉的天色 心情无论如何都好转不了 正当他准备进厨房做点小灵嘴时 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书奈盯着手机看了好几秒 最后打开免提 等着对面的人先说话 一般他是不会这么没礼貌的 可是这个时间点打来 以及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来看 他能感觉出来 这个电话很大概率是宋婉鱼打来的 而他的猜测很准确 话筒里没多久就传出了一声 并不算友善的声音 书小姐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 有什么谈的必要吗 明天上午立是楼下咖啡厅 你自己来 态度懊恼地扔下一句话 宋婉鱼就挂断了电话 书奈本来心情就不好 被莫名其妙针对一通 再好脾气的人都忍不住 他心底一阵翻涌 最后索性扔下厨具 一头扎进浴室 准备泡个热水澡去睡觉 第二天一早化妆的时候 他有意无意地减少了黄粉的量 然后在平日里 见人妆容的基础上 加了点小心机 到达公司之后 迎面碰到同事 居然被破天荒地夸了气色不错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书奈翻出镜子 看着自己的脸反问自己 你这是干嘛呢 要去比美吗 有这个必要吗 可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昨天晚上构思了一夜 要对宋婉鱼的话 他要确定 就算对方和荔枝眼结婚之后 会对孩子好 到了约定的时间 书奈下了楼 推开了咖啡厅的门 风铃声响 书奈朝着里面看去 正好对上了宋婉鱼厌恶的眼神 他心里不禁觉得好笑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居然还把喜恶表现得这么明显 宋婉鱼这种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的娇花 实在不是他的对手 宋小姐 舒奈微笑着跟他打招呼 转头跟服务生要了一杯美式冰咖啡 虽然这不是他喜欢喝的 但却是能展现自己气场的 你脸皮还挺厚的 宋婉鱼冷笑着给了他一个不怎么好听的评价 眼神里的蔑视不屑写得明明白白 宋小姐一来就人身攻击 实在不怎么有风度 舒奈眼神清零零的 并不会因为他的无端指责而气愤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这是他的原则 如果宋婉鱼继续这种小家自弃的行为 那他实在没有和他浪费时间的必要 你 宋婉鱼当然听出了舒奈这是在讽刺他 但偏偏不带一个脏字 他想发作也没有借口 我警告你 直眼是我的未婚夫 你最好离他远点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应该去和立之眼提 我可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 或者接近过他 而且我们只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 舒奈优雅地端起自己的冰美式 浅浅敏一口放回桌面上 以后便再也没碰过 明明是你这个狐狸精 利用那孩子接近立之眼 哦 那你接近孩子又是什么目的呢 难道不是接近立之眼吗 我是立家聘请的心理医生 宋婉鱼怒不可遏 指着舒奈的指尖都在发抖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名正言顺的立家准儿媳 而你只是个想要飞上枝头 当凤凰的土鸡 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跟你坦白吧 我对立之眼半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在乎孩子 你也别怪我说话不好听 如果让我发现 你对孩子干了什么 我可不会顾及你是谁 那你就把那个野种带走啊 啪 舒奈一巴掌甩在了宋婉鱼的脸上 咖啡厅里瞬间一片死寂 宋婉鱼在立氏大厦底下 被打的事情像长了翅膀似的 半天不到就传遍了整个立氏 灵灵惊讶地站在立之眼的门外 看着那个传说中的立氏未婚妻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自家上司 心里急得不行 梦起站在他身后 看他鬼头鬼脑的样子 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问 不上班跑这儿来干什么 啊 孟特助 灵灵回头一看 吓得几乎跳起来 又怕自己发出声音 惊扰办公室里面的人 便赶紧拉着孟起 躲进一旁的绿植背后 你偷听什么呢 孟起对这个小姑娘挺有好感 每次见到她的时候 总是活力满满的 用那句烂大街的话说就是 她的眼睛里 时刻都有星星 灵灵朝着她竖起食指 抵在唇瓣上 嘘一声 又赶紧朝着办公室门口 竖起耳朵 脸上满是紧张 我要随时准备冲进去 解救奶奶姐 不会的 孟起劝她 利用不会让书小姐被打的 你放心 你怎么这么肯定 听她信心满满的保证 灵灵回头不信任地看着她问 那个不是丽总的未婚妻吗 虽然我不知道奶奶姐为什么揍她 但是肯定是那个女人的错 呃 这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反正对于丽总来说 那个未婚妻没那么重要 而且书小姐也没那么不重要 你听懂了吗 孟起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小姑娘亮晶晶的眼睛 跟她说话的欲望空前高涨 灵灵反应半晌 最后迷瞪着点了点头道 那我暂且相信你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等着 那我陪你等着 孟起将手里的文件藏在身后 跟灵灵偷偷摸摸地躲在绿植背后 竖起耳朵 听着办公室里面的动静 宋婉于脸上的巴掌印并不明显 书奈虽然怒急 但是知道自己力气大 而且也无意加深和宋婉于的冲突 所以收了好几成的力 落在她脸上的力道 都没有她拧瓶盖的力气大 偏偏这位焦小姐愣是捂着脸 哭了将近一个小时 只眼 你要给我做主啊 我只不过是跟她好好谈谈 她就直接动手打我 宋婉于不敢将事情原委全盘告知 更不敢让力只眼听到 也种 这两个字 所以只能将矛盾点转移成 说是书奈看她不顺眼 要攻击她这个 正宫 书奈在一旁无语地翻白眼 一句话都没说 行了 书奈给她道歉 从两个人站到办公室开始 书奈一言不发的态度 立之眼就知道 她肯定动手了 可是她了解书奈的为人 除非宋婉于说了很过分的话 要不然 她不会这么不顾及影响冲动形势的 对不起宋小姐 书奈顺从地道了歉 态度不能算不诚恳 但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 宋婉于一口血憋在喉咙里 恨不得当场吐血给她俩看 只眼 我可是你的未婚妻 你这是要维护一个外人吗 宋婉于哭得梨花带雨 整个人颤抖得想被风吹雨打的花 仿佛随时都要哭晕过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字眼 太让人愤怒 书奈甚至想建议她去健身增强一下体质 我已经让她道歉了 立之眼低头看着桌面上平秃的文件内容 是书奈早上刚提交的总结汇报 各项指标井井有条 从数据罗列到事实论证 详细缜密的行文 让她都要不由地拍手称赞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 宋婉于见此 心里也认定立之眼 今天不会站在她那边了 于是她转身走向书奈 二话不说 扬起巴掌 朝着她的脸上扇过去 书奈敏捷地往后退一步 躲开了她的巴掌 没想到她一次没中还不放弃 紧追着 做事又要去打 立之眼起身 一手抓住她的胳膊 微微用力就将她摔进了旁边的沙发里 语气阴沉道 宋婉于 别不识好歹 如果我真想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的什么 是很容易的 言下之意就是 我知道你说了过分的话 但是我现在不想理会 你再蹦打就不止现在的惩罚了 宋婉于一点哆嗦 哭得更猛了 书奈被她嚎得头疼 朝着荔枝眼点点头后 便朝着门外走去 等走到绿植旁边时 旁边突然冒出了两个人影 几乎把书奈吓了一跳 你俩这是干嘛呢 看清楚来人 书奈捂着心口皱眉教训她俩 怕你被揍 随时准备冲进去救你 孟起看着眼巴巴 抓着书奈袖子的玲玲 替她解释道 那你呢 书奈看她 眼神里慢慢戴上些许的鱷鱼 孟起的脸刷得就红了 说话又开始带点接吧 我 我就路过 哦 路过 若有所思地朝着她笑笑 书奈又看看一脸懵懂的玲玲 带着自己的人走了 梦起后知后觉地摸着自己通红的脸 又看看离开的背影 不可思议地问自己 难道我这是对那姑娘一见钟情了吗 宋婉瑜在荔枝眼的办公室 又待了一会儿 她迷茫地从沙发上爬起来 看着荔枝眼低头处理工作的样子 半点都没有要理会她的意思 枝眼 你 你能不能抽点时间陪陪我呀 我真的很害怕 害怕我们结不了婚 害怕你会选择别人 她卑微的态度 让荔枝眼不由地皱眉 两家默认订婚这么多年来 她从来没有发表过 自己对这份婚约的意见 结婚也好 不结婚也罢 无非就是家里多一双碗筷的问题 至于孩子的问题 她相信 只要她表现得够在意孩子 那另一半肯定也会对孩子全心全意 可是她在遇到舒奈之后才发现 并不是这样的 宋婉瑜见 深深次数也很多 但是她从来不会像舒奈那样 毫无保留的付出 也从来不会主动去和她培养感情 反观只是毫无关系的舒奈 她对丽家没有企图 对她荔枝眼更没有企图 可偏偏就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孩子 婉瑜 荔枝眼叹口气 久违地喊了宋婉瑜的名字 我们也算从小认识 你如果想在我这里得到爱情 那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这辈子都不可能 如果你只是需要丽家主母的身份 那你只需要对孩子好 我可以给你 这全在你怎么选择 这是这么多年来 丽智眼第一次和宋婉瑜说这么多话 可偏偏宋婉瑜浑身冰冷 她惊诧地看着这个男人 听着他接下来的话 但是 如果让我知道你对孩子做什么事 我是绝不会心软的 宋婉瑜的咒骂 整夜地萦绕在书奈的耳畔心头 半夜三点 她疼得一声从床上坐起来 心浮气躁地打开窗户 让带着凉意的夜风闯进屋子 在她看来 丽智眼和宋婉瑜结婚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除非真的有证据证明 宋婉瑜伤害了孩子 否则 两家的婚事 不会因为任何外力而停止 一旦宋婉瑜进了丽家的门 成功得到了想要的丽家 女主人的身份 她会怎么对待小团子 她的态度本就不喜 以后妥妥就是一个后妈 不会说话的小团子 跟她一起生活的样子 淑乃想都不敢想 丽智眼为什么非要和宋婉瑜结婚呢 淑乃看着漆黑的夜幕 发出由衷的疑惑 世界上的好女孩那么多 善良可爱的 温婉大方的类型 怎么丽智眼偏偏就看上这一款了 还是两家的利益关系 足以让丽智眼忽略小团子 淑乃越想越难受 越想小团子就要越回忆 最近和这父子俩相处的点点滴滴 她不断地在回忆里寻找证据 想要证明立之眼对孩子不好 可是事实证明 立之眼是个好爸爸 她对小团子行动之间的关心爱护 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淑乃越想越头疼 明知道这件事跟她没关系 可是如果她明知还不理会 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推进火坑 可是如果又让她站在什么立场上说 让丽智眼不要跟宋婉瑜结婚 说宋婉瑜不会对孩子好的呢 她只不过是个局外人 只不过是在恰好的时机里 她把对那个孩子的感情转移到了小团子身上 说白了 他们只不过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罢了 暗夜裹挟着喧嚣的风 黑压压地笼罩在书奈的心头 她抱着胳膊坐在窗台前 被情绪捏紧的心脏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 直到天将亮 在桌子上趴了一夜的书奈悠悠转醒 看着面前雪白的桌面 愣愣地看了半晌 像下定决心似的慢腾腾地坐直了身体 像往常一般走进了浴室 既然相遇极是有缘 她和小团子之间 从来不是什么 萍水相逢源尽集散的关系 如果 如果荔枝眼和宋婉瑜结婚后 小团子过得不开心 那她会竭尽所能 去帮助她陪着她 她在这个世界上在乎的人不多 从今往后 小团子便是其中之一了 想着明天就是周二 上个周日因为形成原因 小团子没来她这里 也不知道这个周二会不会来 安静的空气中 激烈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 从预示出来的书奈 皱眉看看时间 才凌晨五点多 这会儿是谁给她打电话呢 书奈从床头翻出手机 看着屏幕上闪烁的 荔枝眼 三个字 赶紧按下通话键 荔总 怎么了 你过来一趟 深深情绪不太对 我马上过去 你下楼接我 荔枝眼眼瞼一盖 书奈听完 赶紧穿好衣服下楼 过去的时候 门已经开了 穿着灰色居家服的荔枝眼 满脸沉默 神色间满是对孩子的担忧 喊医生了吗 书奈下意识以为是孩子生病了 可等他这话问完 荔枝眼却什么也没说 等到书奈看过去 却见他直直盯着自己 目光里带微不可查的诗神 你没事吧 荔枝眼这个样子很反常 让本没有那么紧张的书奈 请客间全神戒备起来 先进去吧 荔枝眼收回视线 等电梯到达后 率先走出去 打开房门等着书奈 书奈第一次来荔枝眼的家 压根儿没心思去打量四周 只是在指引下 静止朝着孩子的房间冲去 医院的心理医生已经赶到了 书奈下意识环绕一圈 并没有看到宋婉鱼的身影 小团子缩在角落里 眼神冷漠空洞地看着周围的人 瞟一眼来人之后毫无反应 而是自顾自地玩其手里的鲁班索 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 淑奈着急地抓着医生的胳膊 心痛迫切的眼神 落在孩子小小的身子上 整个人已经没了刚才的冷静 你冷静一点 绿只眼抓住他的手 一只手横在他的身前 将他圈在自己身边 示意医生解释 医生清了清嗓子 好奇地盯着书奈看了好几眼 这才到 小少爷一直以来的症状 都不算特别严重 但因为是一个慢性疾病 所以病情发展是说不准的 可是最近他都很开朗啊 怎么会突然就这样 书奈满脑子都是刚才孩子看他那毫无感情的一眼 明明难受得厉害 可是因着立只眼的冷静 他也还算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完全的因果关系的 这个病的治疗是长期 慢性的治疗 短期内的改变虽然有些作用 但是还需要坚持长期的教育训练 行为治疗和家庭治疗 还需要社会心理支持系统的帮助 疏奈呆呆地听着专业的解释 虽然他每个字都能听懂 可是那些话进了脑子 片刻就溜走了 立只眼看他魂不守舍的模样 将他带到了孩子面前 拍了拍他的背道 你跟他说说话 扶我一把 刚才站着精神太过集中 等被立只眼带着走了两步 他才发现自己的右边小腿有些发麻 立只眼却直接搂住了他的腰 让他靠在自己身上 低头看着他微微颤抖的小腿 缓解了小一分钟 才又偏过头问 好点了吗 两个人靠得很近 疏奈几乎能感觉到 男人喷在自己耳畔的呼吸 温热的气流划过耳畔 悄然扣响了他的心房 心动的讯号并不明显 疏奈猛猛地站直身体 小声说了句 谢谢 转头看向盯着他们俩的小团子 孩子的视线突然有了焦点 默默地盯着疏奈好久之后 慢慢地去摸索自己脖子里挂着的小本 疏奈眼疾手快地将一旁放着的小本放到孩子面前 把笔塞进他的手里 期待地看着他要写些什么 小团子动作迟缓地看着他 扮上之后抓起笔 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 一一你来了 这五个字仿佛是穿过了长久的时光 在这个晨光细微的清晨 越过了黑暗无声地等待 进入舒奈的视线 嗯 一一来了 警号警号警号第六十三章这些选项里 包括你吗 听到舒奈的声音 小团子的眼睛亮了亮 视线在他俩身上停住了很久 神情也逐渐恢复了些往日的灵动 舒奈紧张得手里都要冒汗了 下意识地拽住了旁边人的手 小团子 他放柔了声音喊道 但整个人的身体是僵硬的 荔枝眼几乎能感觉到 他每次刻意放缓的呼吸 你往前一点 荔枝眼看他半晌 都不敢主动靠近孩子 始终保持着一米宽的距离 便用小指勾了勾他的手心 示意他靠近孩子 舒奈回头看看他 在触及到他温柔平和的目光时 心里坠坠不安的感觉 这才消散些 放宽了心上前一步 孩子视线停留在他们两个相握着的手上 嘴角似乎露出一点欢喜的笑 可看到舒奈松开手的瞬间 又变得落寞起来 小团子 现在还早 你要不要再睡一会儿啊 舒奈在他床边坐下 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 他直觉自己应该用更日常 而不是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对待孩子 可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他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 孩子神情依旧呆愣愣的 目光虽有焦点 可神思却是涣散的 起床吃饭 不想吃就躺下继续睡一会儿 荔枝眼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音调平淡 似乎是每天早晨都会发生的的对话 小团子将这话听了进去 便思索便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最后乖乖扯过被子 自己躺好了 虽然小眼睛依旧低溜溜地转 但没多久 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 舒奈弯腰在孩子额头上 轻轻印下一个吻 在他耳畔轻轻吐出几个字 乖孩子 继续睡吧 等到孩子真的睡过去了 荔枝眼这才领着舒奈开到客厅 舒奈这才抬头看向整个房子里的装潢 到处都是鹅黄色的贴纸 整个家里的热点都是温暖清雅的颜色 沙发上地上到处都有小团子的玩具 不知道的肯定都会以为 这个家里有个温暖的女主人 但偏偏就只有他们两个老爷们 饿了吗 荔枝眼看着舒奈魂飞天外地站在客厅里 盯着鹅黄色的墙纸发呆 这才悠悠解释道 医生建议家里温馨一点 哦 挺好的 舒奈看他一眼 点点头 我先回去了 留下吃个饭吧 你这会儿回去准备早餐 也没时间了 荔枝眼的语气还算温和 但这话摆出来就是有气势 舒奈居然认真思考了两秒 他回家之后啥也干不成 就得出门 既然荔枝眼这里有现成的早餐 那他就不客气地享用了 见舒奈毫无心理负担地选择留下 荔枝眼轻笑一声 钻进厨房 准备了一份看似简单 却营养丰富的早餐 当餐盘里的食物还在冒着热气 就被端到舒奈面前时 他惊讶地看着荔枝眼问 你居然会做饭 嗯 荔枝眼点头 亲手将筷子拿出来 放在他手边 解释说 大学期间自己住过一段时间 时间长了就会了 寒暄到此结束 舒奈总要心不在焉地看看 孩子房间的门 琢磨着该如何和荔枝眼开口 孩子这种情况 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三岁 当时医生怎么说 舒奈并不确定 荔枝眼会将孩子以往的情况跟自己说 他放下手中的筷子 目不转睛地看着优雅用餐的荔枝眼 准备试图开口 谈一谈送碗鱼的事情 当初只是查出 可能是轻度自闭 医生只建议用阿波疗法 且要做日常的心理评估和治疗课程 他一说阿波疗法 舒奈就想起了自己这几天看的关于自闭症的内容 阿波疗法就是应用行为分析法 是目前治疗孤独症儿童应用最广泛 实证效用最高的治疗方法 可以极大的提高孩子社会适应行为 提高孩子生活生存能力 但是一开始孩子的症状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 并且当时在送碗鱼的建议下 做了几次精卢磁疗 直到去年年底 孩子的症状并没有明显改善 我们才停了 你们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舒奈又开始激动起来 据他所知 精卢磁疗这种治疗手段 在临床并没有被证实有作用 为什么他们敢拿着孩子的健康冒险 大概是舒奈的言辞有些激烈 质问的语气让丽之眼微微皱眉 眉宇间很快露出了浓烈的不解 舒小姐 丽之眼突然客气至极 认真看着她说 丽静绅是丽家的孩子 我舒奈一时哑口无言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她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了些 昨天晚上沉思一夜 大清早又受到了惊吓 她整个人就像是惊弓之鸟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就全神戒备 孩子的事情她不能太急 太急了会让丽家人产生逆反心理 舒奈深吸一口气 决定先吃完早饭 再跟丽之眼细细说道 她知道自己外人的身份 昨天晚上 她深思熟虑过很多了 设想了好多种被丽之眼质问的情况 如今面临的也算是最温和的一种了 等到保姆将餐盘都收走 舒奈严肃地 看向跟她面对面的丽之眼 心里琢磨着该如何跟她开口 宋婉瑜 你必须要和她结婚吗 话一出口 舒奈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这话奇异太重 怎么那么多问答 非要选这种意味不明的 丽之眼眉头一挑 奇怪地看着她 旁边一只脚踏进餐厅的保姆 当即收回了腿 悄悄地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丽之眼嘴角微勾 眼神中带上好笑的意味 反问道 你不要误会 我就是想说 你的婚姻已经不单单 是给自己找个老婆了 也是给孩子找母亲 我希望您能意识到这一点 做出的选择 对自己对孩子都能负责 舒奈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简而言之 就是让丽之眼 选老婆擦亮眼睛 对孩子负起责任来 那舒小姐觉得 什么样的人选 合适呢 自然是对身身好 有耐心 有爱心 能保住身身的治疗 当然 也得立总您喜欢 配得上您立家身份的人 舒奈警惕地回答着 她很想再添一句 孩子痊愈之前 别再生孩子 这个选项 但她说这话明显不合适 丽之眼听了 似乎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又问 那你提供的选项里 有你自己吗 那天早上的谈话 不怎么愉快地结束了 丽之眼当时问 选项里有你吗 舒奈马上就听出了 她语气里的嘲弄 她自觉自己这么说 本就不合适 被笑话也算意料之内 可她还是很生气 等到孩子醒了 跟孩子说了会儿话之后 便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丽之眼的家里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那个男人的宽容好说话 让他有了一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会对他所有的请求 都网开一面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说了 宋婉鱼不配做孩子的母亲 丽之眼就开始护短 回到家里 舒奈坐在客厅沙发上 只觉得吃进去的早饭 都开始噎得慌 她看着越来越近的上班时间 竟直跟人士请了假 也不像往常似的 给丽之眼发消息告知 洗了脸的妆 躺进被窝里 准备睡个美美的回笼觉 可是等躺下闭上眼睛 她心里就又开始慌张 压哥就躺不住 越躺着就越烦躁 立之眼 你要真跟宋婉鱼结婚 那就是瞎了眼 舒奈腾的一生坐起来 将手边的抱枕 朝着门口的方向 狠狠扔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冲着谁撒气 反正也睡不着了 她打开电脑 开始搜索自闭症的相关病例 找了几本比较权威的科普书籍之后 补不算完 又开始搜索国内相关经验丰富的医生 下午照常上班 舒奈先去了玲玲他们的工作区 没想到却在不远处碰到了躊躇徘徊的孟琪 孟特助 舒奈走过去 拍了拍她的背 孟琪被她吓了一跳 转头看到她的时候 下意识藏起了手里的东西 摸着后脑勺的头发 朝她呵呵地笑 你在这干嘛呢 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你上班没有 孟琪做贼心虚的样子 让舒奈很是怀疑 她眯着眼睛追问 我的办公室不在这儿吧 而且荔枝眼肯定生气了 能主动搭理自己才怪 老实交代 前几天跟在我们玲玲后边 我就觉得你不对劲 玲玲是个好姑娘 天真活泼 总是充满着活力 不安适适的模样 总是让舒奈想起以前的自己 纵使她认为 职场里人情淡薄才是常态 也对玲玲这种性格 时常怀着担忧 但她还是想尽力守护 每一份天真的美好 舒小姐 我就是 孟琪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支支吾吾半天 脸红得像发烧了似的 我就是给玲玲送封信 她将自己藏在背后的信封拿出来 眼神不断地朝着工作区里挑过去 生怕被人发现自己现在的糗样 哦 写信啊 看不出来 孟特助还挺浪漫啊 舒奈不逗她了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她并没有从孟琪这个人身上看到什么致命的缺点 不过就是木认一点罢了 和玲玲两个人一静一动 倒也和谐 行了 别傻愣着了 我去给你喊人 舒奈不为难她了 转身走进工作区 在认真工作的玲玲桌子上敲了敲 朝着门口扬起下巴 没想到这小姑娘朝着门口看一眼 竟然也瞬间红了脸 舒奈这算看明白了 感情人家是两相情愿 玲玲这丫头真的心动起来 原来这么矜持 眼瞅着玲玲红着脸 一步一挪朝门外走去 工作区的同事们都无心办公 全神贯注地关注门外的动向 舒奈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戏 她倾壳一声 朝着大家说了句 好好工作 也不管他们到底在干嘛 大步朝着工作区对面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她办公室里的事业 可比这里好多了 路过这家人的的时候 舒奈还露出一副特别和蔼的笑容 示意她俩说她俩的 不用在意路过的自己 她的办公室没锁 百叶窗也一直关着 于是乎她一关门 随手把包一扔 就想要凑到百叶窗边 扒拉开两指宽的距离 朝外看着 玲玲之丫头 看起来当真是挺喜欢梦启的 站在梦启旁边 修得头都不敢抬 看着她双手接过信 鼓起勇气 抬头跟她对视 两眼之后便修答答地跑开了 则 约她呀 舒奈有点恨铁不成钢 明明往日里那么活泼大胆的性格 原来碰到喜欢的人都会变成缩头乌龟吗 你在看什么 就在舒奈替那俩人着急时 她的耳畔突然凑过来一个散发着良意的身体 啊 完全没有防备的舒奈被吓了一跳 猛地朝后退一步 才看到荔枝眼的脸 你怎么在我办公室 我本来就在 你进门没注意到我 荔枝眼的话音平淡 可落在她的耳朵里 居然带着思旅的委屈 舒奈虽然生气 但此刻心情却有着微妙 本来以为两个人在合作结束之前 估计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来找自己 找我什么事啊 舒奈拉不下脸看着她 只能装作四处还事 坐到自己的办公椅上 视线必无可避才 只能对上她的目光 晚上陪我加个班 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哦 舒奈满口答应 最近因为收尾的事本来就忙 她身为负责人 一早上没到 进度自然就落下了 只是没想到 还拖累了荔枝眼 但是 她这话怎么怪怪的 什么叫 陪她加个班 不应该是两个人分别加班吗 舒奈懒得跟她计较 发现她话吩咐完了也不离开 就笔直地站在她的桌子前 盯得她都有压力了 还有什么事啊 立总 孩子的事情你放心 荔枝眼这句话 大概酝酿了很久 用词很谨慎 深深是立氏唯一继承人 我不会让别人伤害她的 舒奈心神震动 她没想到荔枝眼会为了这个 专门来找她解释 明明现在她的立场来看 自己只不过是个 关心她儿子多一点的外人 我知道 她忽然为自己的恶意揣测 而感到极度的内疚 你是个好父亲 是我今天越界了 我跟你道歉 听了她的话 立直眼摇摇头 却也不说什么 跟她点点头后 便走出办公室 贴心地替她把门带上了 舒奈窝在椅子里 苦恼地抱着脑袋思索 立直眼跑来跟她说这些 到底是把她 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 当初对她反复试探的是她 现在对她全然信任的也是她 这样下去 她真的会消想一些 之前不敢想的东西的 晚上九点 公司的其他人都下班了 舒奈给组里的小伙伴点了外卖 给他们加油打气 咱们今天加班赶下进度 等这个项目结束 给大家放假 好爷 冲冲冲 放了假我要睡个两天两夜 大家都兴致昂扬 唯独今天收到信的玲玲 心情复杂 闷闷不乐地看着电脑发呆 舒奈看她一眼 也清楚她为何心情不好 刚和喜欢的人互通心意就要离开 任凭谁也高兴不起来 虽然力士和WV都在云城 但一个在城南一个在城北 光通勤都要两个小时了 和两个城市的异地链 几乎没有区别 玲玲 出来一下 舒奈瞅她这个样子 决定给她个机会 你帮我去问问孟起 她和力总晚上吃什么 我去订 我去问 玲玲惊讶地看着她 当即扭捏又激动地 朝着舒奈进个礼 拍着凶徒说了句 保证完成任务 人就欢快地跑走了 舒奈就在办公室等 过了大概能去总裁办公室 打三五个来回的时间之后 玲玲终于红着脸跑了回来 将孟起写的纸条递给她 这家好像需要预定 孟起说 您直接报力总的名字就行 玲玲将原话转达给舒奈 蹦蹦跳跳地准备走 却又被叫住 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 玲玲小脸飞红 尴尬地不敢去看舒奈的眼睛 距离产生美 而且距离合作结束 还有几天的时间 够你俩短暂培养感情了 舒奈也是过来人 直到年轻气盛陷入恋爱 是什么样的感觉 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黏在一起 吃什么做什么都想要分享给对方 一个无聊的小事 都能翻来覆去地凑一起笑很久 我知道 启哥刚才跟我说了 刚确定关系才半天时间 这称呼改得也太快了点 舒奈被秀了一脸 当即皱着眉冲着她摆手 赶紧走赶紧走 回去给我工作去 好嘞 等玲玲蹦打走 舒奈又头疼地 看向桌面上的纸条 这是上次丽之眼带来的那家夜宵餐厅 确实是需要预约的 可是 如果她那丽之眼的名字订餐 那她让玲玲跑这一趟的意义是什么 她就是因为想 委婉地表达一下歉意 但又不好意思去问 才拜托玲玲的 思索半赏 眼看着马上就到饭点了 舒奈只能硬着头皮 用了荔枝眼的名字 猜测着她的口味定了些 等到外卖送到 已经将近八点了 舒奈摸了摸 摸着的肚子 下楼取了餐 亲自给荔枝眼送到了办公室 舒小姐 梦启远远看见她 笑得开心极了 颇有一种把她当成 玲玲娘家人的自觉 嗯 晚餐来了 你和丽总趁热吃 舒奈说话之间 想要将晚餐递给梦启 没想到这家伙半点眼力见没有 不仅不接过去 还静止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朝着里面的荔枝眼说 丽总 舒小姐来了 进来一起吃吧 好啊 梦特助也一起吧 舒奈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梦启 咬牙切齿地见一道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去找我家玲玲一起 半天之内被同一对情侣 为了两次狗粮 饶是舒奈心里再强大 也恨不得骂一句MMP 眼睁睁地看着梦启 迈着和玲玲如出一辙的欢快步伐离开 舒奈这才认命地看向办公室里 荔枝眼正抬头朝着她的方向看 丽总 我点的大概有点多 嗯 荔枝眼轻笑 起身挪不到沙发旁 悠然自得地等着舒奈进去 等到舒奈做好心理建设 脸上挂上从不会出错的笑容走过去 将餐盒拎起来放在茶几上 声音软成绕纸柔 丽总我给您布菜 丽只眼当然不可能这么折辱人 她坐直身体 还没等舒奈的手从餐盒拿开 她的手就已经握了上去 手被呼得触碰到干燥温热的皮肤 舒奈先是一愣 紧接着猛地抽回了手 眼神中骤然露出骇然的神色 气氛凝固起来 舒奈深深呼吸两口 脸上下意识重新挂上笑容 大脑还没有运作起来 嘴上就开始先解释了 你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自己被蒸汽烫到了 绿只眼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刚才她的表情 明明像是被触及到了潜意识里的伤痛 人最不能控制的 就是潜意识 潜意识能反映很多东西 一个人的人品性格 以及深刻入骨的痛苦记忆 别发呆了 赶紧吃吧 舒奈压根忘记了 刚才还在跟荔枝眼较劲 这会殷勤地将晚饭端出来摆好 又将筷子递到了荔枝眼的手里 就像是 刻意找点是做转移注意力 不是转移别人的 而像是在转移自己的 荔枝眼垂下眸子 心不在焉地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忽然间没了刚才的胃口 这个好吃 大概是荔枝眼的表情 吓到了舒奈 她怕自己的伤疤被揭开 怕荔枝眼会追问 努力地逼着自己展露笑脸 朝着荔枝眼卖乖 我说你怎么总吃这家 原来味道这么好啊 嗯 味道一直不错 荔枝眼勾起唇角 毛子里让开笑意 你以后要吃 直接打电话去预定就可以 那怎么好意思 舒奈继续尬笑 我又不是您的谁 总借着您的名头不太好 她慌张地口不择言 这话一出口 整个人便呆愣在原地 拿起来的筷子 停在半空中好久 才慢慢收回去 垂得很低的毛子里 闪过点点泪光 不至于这么难吃吧 荔枝眼夹起自己旁边味道还不错的一道菜 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 轻声道 试一下这个 味道还可以 谢谢 熟乃低头将盘子里的菜夹起来 慢腾腾地放进嘴里 缓慢地咀嚼了半赏 最后抬起头来 笑颜如花温婉动人 毛子里淡淡的水光洋溢着别样的风采 咱们合作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概是为了消解 书奈悲伤的气息 荔枝眼突然将话题转移到了项目上 一听到工作 书奈赶紧打起了精神看着他 但是深深的病还得继续麻烦你 所以你考虑一下接受荔枝的聘请吗 荔枝眼提出请他留下照顾小团子 书奈犹豫了 W接下来有一场很大的仗要打 极准很缺人手 他不可能完全抛下极准不管 但如果一边在W工作 一边又总是往荔枝眼家里跑的话 那肯定少不了被说三到四 到时候不仅会影响极准 更可能会把小团子曝光在公众视野 荔枝眼等了两久 书奈都没有接他的话 大概是内心还有疑虑 亦或者觉得时机还不合适 他都能理解 这句话他本不打算现在说的 只不过是被书奈悲伤惶恐的情绪影响 下意识想说点什么让他开心一点 这个问题我们之后再说吧 书奈整理好细节的思绪 有理有据地试图说服他 我之后还有很多别的安排 如果两边跑很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对孩子不闻不问的 之后我会努力调整时间 陪着孩子一起恢复健康的 谢谢 荔枝眼话音里带着笑意 深邃的眼睛里泛起柔和的光 肯定他的态度 使我考虑不周了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容易 书奈和他相视一笑 对孩子病情之后的共同陪伴达成了初步的合议 等到梦启从玲玲那边赶回来 走到办公室的门口猛地停住脚步 整个人惊讶地倒吸一口冷气之后 悄悄往后退了两步 又试探着朝着里面看去 书奈正拿着文件浏览 他往日里养尊处优的立大总裁 居然在收拾订餐盒子 他不会是和亲亲小女友待的时间太长了 出现一些天马行空的幻觉了吧 梦启 荔枝眼余光 扫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自然而然地将订餐盒子拎在手里 走到门口 递给满脸惊悚的梦启 扔掉 是 像是接过了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的文件 梦启脚下立正 双手接过餐盒 恨不得再朝着荔枝眼镜个礼 脚下抹油似地跑掉了 荔枝眼对着他的背影皱皱眉 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顿 身为总裁助理 总是这么不稳重 可是不行的 但梦助理是真的冤 谁叫眼前这场景太过稀罕 别说是他 再稳重的人都要把眼珠子瞪出来 立总 书奈将文件细细浏览一遍 用笔圈出几处有疑问的地方 抬头看向门边的荔枝眼道 有问题 男人颇有兴致地走过去 弯腰俯身凑近他 同他一起看向文件上的内容 当初说的两个点的利润 我可是已经实现了对吧 书奈嘴角带着狡黠的笑 指了指合同最后给W的利润点继续道 那力士这边给的是不是也应该再多一点呢 他提要求时并没有刻意利用女性天然柔软的一面 毛子里释放的自信且实在必得的目光 几乎让荔枝眼挪不开眼睛 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这么坦荡自信地提出要求 几乎所有靠近他的女性都会刻意或者无意识地表现出弱势的一面 女性是柔软的 应该被温柔呵护 这些是老爷子自小言传身教告诉他的 但是真的多年过来 需要他去 呵护的女性实在太多了 能靠近他的 有几个是毫无目的人呢 时间长了 他才从实践中得出结论 冷酷面对所有人 是避免麻烦最快捷的方式 利总 您发什么呆呢 淑乃看着他盯着自己发呆 安静跳动着的心脏突然开始加速 扑通扑通的 惹人心烦 可以 你 这就答应了 淑乃正住 迷茫地咽下喉咙里酝酿的说辞 追问道 你不跟我还个价吗 你这样 我很有心理压力的 你这叫得了便宜 还卖乖 利只眼背对着他 低头看着桌面上摘了笔帽的签字笔 可视线的焦点 却落在了虚空之中 那利总打算给我们多少 身为精明的管理者 淑乃心里清楚 自己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能在利只眼这里 讨到额外的东西 可不容易 而且这个项目越成功 等回到W 她的话语权就越大 甚至可能一跃从极准的特助成为 W总部某个部门的主管 手里一旦有了实权 那接下去的路 也就好走很多了 你想要多少 利只眼闭闭眼睛 沈西一口气 回头看向他 突然觉得自己脑子 好像有点不清楚了 在交易上 自诸必较才是他的风格 怎么今天跟昏了头似的 他想要就给吗 而且就算给他 也是因为他对深深的照顾 而不是他项目负责人的身份 将问题抛给淑乃 淑乃心里又没底了 他本来是打算让利是多支付 三分之一的价款的 可利只眼这么说 那就代表 他还可以提更多的要求 多二分之一的价款 淑乃试探着说了个数 小心翼翼地看着利只眼的表情 没想到他听了之后不言不语 也不说答应还是不答应 等了两分钟 淑乃觉着他怎么也该权衡好利弊 做出决定了 没想到他居然走近他 在他对面坐下 问 极准是不是要回国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淑乃有点警惕 虽说WV和利是经营重叠部分没那么多 但他清楚极准的规划 要在五年之内从利是手里 抢至少百分之二十的市场份额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进军大型商场的品牌建设 这也就意味着 价值高的地皮 利加百年根基 跟政府的人走得近关系好 如果让他知道了极准的打算 地皮买不买给 WV都是丽之眼一句话的事情 看着淑乃陡然戒备起来 丽之眼也不跟他绕圈子 极准这次回国 就去见了云城资源局的一把手 你不说我也早就知道了 所以你想说什么 淑乃很好脾气地跟他笑 将自己内心的不安都隐藏起来 几家现在一团乱 几准回国 首先要处理的肯定是他家里的一摊子 之所以跟你说这些 是因为 我想把承熙那块地皮的使用权转交给你们 至于价钱 你可以回去跟你们的人商量了 咱们再商讨后续的事宜 你 你为什么 承熙那块地皮 他们当初争了很久都没抢过历史 现在丽之眼居然说要转让给他们 因为 云城很久没热闹过了 丽之眼给出的条件太诱人 淑乃在惊恶过后 激动得几乎想要我原地蹦一蹦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说 淑乃神采奕地望着他 他已经猜到 他肯定还有话说 毕竟这块地皮 关系着以后WE的发展轨迹 纵使中间还要经过很多程序 但丽之眼既然已经发话了 那就意味着 他能摆平其他一切事情 以后的移交手续 也得你代表 WE来办 这我保证不了 总部那边肯定会有其他人选的 毕竟我对土地使用 这方面的程序不太了解 那就让他们必须派你来 好 我努力去说服他们 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淑乃恨不得拿出纸笔来记 但一想到 这样会显得他不太稳重可靠 又强行忍住了冲动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你在所有事情结束之后 再离开立世 淑乃是万万没想到 丽之眼会提这样的要求 他先是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可随即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 就在立世的话 就能更有理由和时间去照顾陪伴小团子了 他简直求之不得 我这就去跟总部说 事关重大 他必须马上跟WE汇报 然后要求WE那边答应所有的条件 书奈猜测他们肯定不会犹豫 毕竟这是一本只赚不亏的买卖 立之眼看他不速飞快地走掉 好半天才垂下眸子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不太清醒 可是常年锻炼出来的逻辑还在线运作 这件事他看上去吃了大亏 可是里面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技嘉这几年看着政策红利爆发增长 这几年厚积勃发 已经有了蠢蠢欲动 想要取立世代之的迹象 可是他等了一年 技嘉都没有动过手 迪再按他在明 保不准哪天就中了他们的招 所以他准备先出手围墙 这么好的机会 技嘉肯定会再三防备 这次的项目是他们第一次合作 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一旦打破他们的部署 那他们其他的计划就很容易暴露 这样他就可以兵来将党 全身而退 至于要求舒奈继续在历史待着 纯粹就是他的私心 一方面是因为深深的病情 另一方面就是怕两家一旦交恶 那促成合作的舒奈将成为WV的重使之地 所以还是待在历史比较安全 回到办公室的舒奈 先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洋另一边的极准 极准所在时区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多 刚开完会就接到了舒奈火急火燎的电话 是项目合作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明天就能收尾结束了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有更大的事情 舒奈说着说着就有些激动 情绪也有点控制不住了 你不是用担心回到WV之后站不稳脚跟吗 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了 哦 看来你这次合作收获不小 是有了能让总部对你刮目相看的成果吗 极准清楚舒奈的能力 所以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反而是他激动的样子有点不太正常 是这样的 他答应把成熙那块地皮的使用权转让给我们了 你不是一直发愁这个吗 如果最后这次转让成功 那你爷爷不得直接改遗嘱啊 极准听了舒奈的话 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个圈套 地皮的诱惑力是很大 这至少能让他的计划提前两年实现 可是他总觉得不对劲 丽之眼这么做到底是因为什么 难不成丽氏的资金链出问题 需要回流 还是说他们承熙那个建设方案夭折了 无论哪一种可能 他都觉得这是个击垮丽氏的绝好机会 丽之眼还说什么了吗 极准又问道 舒奈想了想 张嘴就要回答他 可是他突然又想到孩子的事情 便将回答咽回了肚子里 要求我全权负责 大概是觉得我还算可信吧 舒奈含糊其词地将这个话题带了过去 反正现在极准也不会关心这个 地皮对他的诱惑力可是最大的 行 那你跟总部汇报吧 到时候直接报你的名字 不用带我 反正他的名字对于论功行赏来说 只是拖后腿的存在 在几家 并不会因为你是长孙 而拥有额外的特权 相反的 因为身份特殊 就应该做到比别人更好 要求就更加苛刻 恩知道 舒奈知道他的想法 也不推诿 静止答应下来 挂断电话后 就将消息通知到了几家总部 高管一开始还不信 觉得舒奈是在狂他 等到舒奈再三解释完毕 他们才将信将疑地称 我们明天早上开完会给你答复 好 你们有点效率 挂断电话 突然冷静下来的空气 让舒奈浑身不舒服 他打开窗户 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 半个星星的影子都看不到 还有闷热的空气瞬间便扑面而来 要下雨了 舒奈回头看了看办公室 他没有带伞 这会儿员工都走得七七八八了 他等会儿该怎么回去 难不成还要蹭荔枝眼的车吗 他们现在的关系虽然看似平等 但刚受了他这么大的让步 他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 动不动就喊大名 更不能用平常心去跟他交流了 所以 为了避免下班的时候 碰到一起 舒奈特意翻出了自闭症的科普书籍 直到半个多小时之后 他听着楼里静悄悄的声音 捏手捏脚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朝着大厦门口溜之大吉 可天不遂人愿 舒奈如果知道立之眼正站在楼底下 等着梦起去开车 他宁可一个人在公司多待会儿 立总 舒奈凑上去 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跟他打招呼 这天气变得也是挺快 明明下午还是个大晴天 你冷吗 立之眼转身看着他 指了指他身上单薄的连衣裙 车里有外套 上车穿好 不对啊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搭乘他的车回家呀 舒奈有些无语地看着他的车由远而近 倾盆大雨不断地刷新着降落的速度 凉嗖嗖的雨滴几乎砸向地面 又飞溅起来落在他的小腿上 这天气是真的有点冷 舒奈搓了搓手 心想还是不要为难自己了 不就是一起搭个车吗 只要他冷静到底 就不会出现两个人相顾无言的场景 警号警号警号 第六十八章 破绽出路 黑色的汽车游远极近 舒奈和立之眼刚往前一步 突然刮来一阵风 雨丝瞬间倾斜着飘到了两个人的脸上 立之眼迅速伸出手遮在舒奈的面前 上前一步拉开车门 掌心辅着他的后背 用不容抗拒的力量 推着他上了车 将后门关好 等孟起撑着伞下来时 他已经被淋了一身了 立总 你还好吗 身为助理的孟起 居然让自家老板淋雨了 他十分过意不去地 跟在立之眼身后 撑着伞将他送上车 看着从另一边上来的立之眼 舒奈有些愧疚地朝着他道 抱歉 为什么要道歉 你没有做错什么 舒奈也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他就是满心愧疚 还有感激 夹杂着冷静以后的疑惑怀疑 种种情绪混在一起 让他现在直视立之眼的难度直线上升 对不起 立之眼静静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叹口气将车里的外套递到他手上 穿上 小心感冒 那你呢 舒奈看着手里似乎散发着温度的衣服 又看看衣服湿透的立之眼 犹豫道 你的衣服湿了 你换吧 不用 立之眼将几乎全湿的衣服脱下来 灰白色的衬衫已经微湿 紧紧贴着身体肌肉的曲线 在明暗交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诱 或 舒奈盯着他看着 直到他转过身子浅笑着问 舒小姐在看什么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从小就是美女的舒奈 自认从没有被人类的皮相迷惑过 但偏偏神情冷淡的立之眼 就在请客之间夺走了他的注意力 舒奈承认 他确实被诱惑到了 虎背风腰的身材 棱角分明的脸 还有平静深沉的黑色眸子 无意不再散发着让人沉醉的魔力 没看什么 舒奈欲盖弥彰地扭头看向车窗外 悄悄吞了吞口水 被雨水淋湿的头发凌乱地沾在颈侧 都没有注意到 立之眼将身上的水用毛巾简单擦了擦 不由自主侧头看向身旁的人 眼神便落在他的颈侧 要擦一擦吗 他将手里的毛巾递给舒奈 示意他用自己没用过的那边 舒奈心烦意乱地接过毛巾 将颈侧的雨水简单擦干 又将毛巾整齐叠好 送回立之眼的手里 低声说了句 谢谢 仿佛手里不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白毛巾 而是定情的手帕 是寄托情义的信物 气氛一时之间暧昧极了 舒奈仿佛听见立之眼轻笑一声 将毛巾接过去之后便始终放在手里 后知后觉的舒奈 觉得自己蠢到家了 极准也算难得一见的俊朗了 可是他当初见到他的时候 并没有这么丢脸 怎么到了立之眼这里就跟中了些事的 肯定是因为他有 小团子爸爸 德巴夫加成 否则这世界上什么男人能让他方寸大乱 更何况 他已经下定决心终生不婚了 心动就心动 他从不会逃避任何自己的感情 也许是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 也许是车厢里气氛正好 反正他就是在一瞬间 多年未动过的情思被撩拨了 一路上默不作声地梦起心理活动激烈极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和自己的小女朋友 分享所见所得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制于自己助理的身份 努力地摆出一副专业的态度 他几乎能感觉到 车厢里的空气都变得粘稠了 后座的两个人虽一路没说话 可是无声胜有声 千言万语也到不明此时此刻 他们俩人之间的奇妙状态 舒奈始终将脸朝着车窗外 一边洗脑自己什么都没有想 一边试图将注意力放在成熙地皮的事情上 他似乎完全忘记了正在伪装这件事 也可能是因为半个多月来他的 妆容都从未出过错 所以即使淋了雨也没有往 暴露这方面想 荔枝眼放松的后仰靠着 视线引在黑暗之中 深邃漆黑的毛子一眨不眨地 盯着舒奈的景侧 那片他刚擦过的地方 不知道是窗外灯光的原因 还是他视线出了什么问题 他注视了很久 甚至闭上过眼睛 再睁开去确认 然后越发确认自己看到的 那是一片冷白细腻的皮肤 周围残存的黄色痕迹都在证明 舒奈本身的肤色 并不是平日里所见的蜡黄 那他展现出来的脸 也是真的吗 荔枝眼是个逻辑思维很缜密的人 牵移发而动全身 拼图的一脚出现了问题 那只能说明 出问题的不止眼前所见 似曾相识的香水味 多次预盖弥彰的隐藏遮掩 还有当初衣服上的黄色痕迹 无疑不再诉说这一件事 舒奈并不是他认识的舒奈 等回到小区 突如其来的雨也停了 空气里满是清爽的泥土味道 舒奈将衣服脱下来递给荔枝眼 刚准备道别下车 荔枝眼又把衣服塞进他的手里 穿着吧 洗完带给我 哦 舒奈从短暂的心动中恢复过来 有些无语地看着手里的外套 合理怀疑荔枝眼就是想让他帮着洗一遍 殊不知这是某个腹黑男人 在为下一次去他家找借口了 很久之后 舒奈得知当初荔枝眼的各种心思 深深感慨 自己压根没有荔枝眼段位高 怪不得被吃得死死的 披着衣服回到家里 舒奈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被他进门就脱掉的外套 深深怀疑自己 到底是中邪了 还是丢活了 区区难色 居然让我如此狼狈 不就是全云城龟中少女的梦中情人吗 不就是让名媛们为之疯狂的天之骄子吗 不就是 呸 舒奈越想越生气 怎么反而冷静下来之后 又开始给他戴高帽子呢 他将外套抱进怀里 翻看着衣服的材质 从缝制手法和面料触感来看 应该是意大利纯手工男装 专门为成功人士量身打造那种 清洗肺估计至少四位数起步 深夜十点 他预约了云城的实体店 上门取西装 本来想着明天亲自送过去 但是WV明天上午高层会议 他推测自己很可能没时间去 果不其然 第二天一早 刚睁眼的舒奈就收到了去参加WV会议的通知 他站在梳妆镜前 放下了手里的粉底刷 又俯身将脸上的粉底洗掉 重新上妆 接下来就是需要他独自去闯的战场 他一定会打起精神 为自己 也为极准 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 跟荔枝眼请了假 舒奈早九点才开始动身 等到了WV的大厦 正好九点五十 除了刚回国来过 WV总部报道 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踏入过这个地方 灰红的大门后面 整个技家的大厦 几乎占据了半个园区 比起WV 他似乎对历史大厦 更有归属感一点 前台看到 他走过去 先是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 等舒奈敲了敲大理石台面 他才醒了神 请问您找谁 我来参加今天的高层会议 是吉董吩咐的 舒奈将墨镜摘掉 让自己看起来 态度没有那么高傲 可偏偏前台翻了翻手册以后 怀疑地盯着他 我没接到通知 那就打电话给刘小姐 他知道我回来 你不会是因为今天几二少在 所以才故意来浑水摸鱼的吧 前台将访问手册又翻看一遍 又看看舒奈美艳冷傲的脸 心里给他下了结论 有一个妄图八戒记家人的狐狸精 被莫名扣了帽子的舒奈脸一黑 静止掏出电话 给吉董的秘书打了电话 电话很久之后才被接通 对面的声音 对面带点不屑 舒奈很快就明白了 这些人是故意的 故意不告知前台他的到来 故意拖延他的时间 让他不能按时到达会议室 刘小姐 你这样自作主张 若是吉董知道了 你说他会不会大发雷霆 舒奈掠过前台 台脚静止朝着电梯走去 他的气场之强 居然让前台和保安忘记了 要去拦着他 你在说什么呢 这位刘小姐已经跟了吉董六年不止 自然知道吉强的脾气 也清楚惹怒他的后果 地皮的事情 对于W来说是大事 他这么做不过就是气不过 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骗子 一来就吸引了整个公司的目光 而且更重要的是 舒奈还是大少爷极准的人 不管是哪方面的 都让他极度地发疯 舒奈眼瞅着要到十点整 距离十楼会议室 还有一段距离 进入电梯后的他挂断电话 决定以后 有机会再找这位留助理算账 现在最重要的 是打起全部精神来应付W的一群恶狼 走到会议室的门前 舒奈低头看看自己一身职业妆 为了显得气势凌厉一些 他还故意在化妆的时候 加深了脸侧的阴影 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刻薄 会议室的门大开着 不用想都知道是在等自己 舒奈迈开脚步 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会议桌上位正是头发花白的技家主人 极准的爷爷 几师的董事长 几强 舒特助 你这架子是不是端得有点大呀 质问他的是历史另一位董事 说白了就是几强的一条狗 当年靠着彭几强的臭脚 拿到了3%的股份 本身这点股份 不足以让他进入董事局 可偏偏因为几强 需要这么一个哈巴狗来替他说话 才在几世留了十几年 这个夏马威是舒奈没有预料到的 他冷静地朝着说话的人看去 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坐下 冷不丁地回怼 但我也没迟到 这位先生倒也不必阴阳怪气 牙尖嘴利的丫头 行了 进入正题吧 几强阴至怀疑的眼神 落在舒奈的脸上 看他没有半分怯懦之后 伸手打断了的那人 会议正式开始 舒奈先将这次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 递给几强 简单总结概括了这段时间 给几家创造的利益和价值 有了成功合作的铺垫 立志眼对地皮的松口 似乎也没有那么突兀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是历史是在释放合作共赢的信号 WV的大型商场建设计划已经筹备这么多年 这次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舒奈分析有条有理 一番话结束 能听懂的听不懂的 几乎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事情 而舒奈现在是极准的人 在众人看来他还和极准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系 所以他当中间人 其实对WV是很有利的 所以如果选择合作 立志眼还需要你当负责人 几强翻阅着手里的项目总结 用眼神余光挑了眼舒奈 问道 是的 大概是因为有了合作的基础 所以对我还算比较信任 舒奈对几强表现得很谦虚 毕竟几强手里握着WV所有决策的生杀大权 他不能行差踏错半步 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女生 面对的是陌生的总部决策层 舒奈自己都佩服自己大气不喘的定力 几强盯着他看了很久 对于这次合作 没有发表任何一点同意或者否决的迹象 就凭你一个女的 立志眼那么冷血无情的人 会因为信任你主动选择合作 还率先提出这么大的让步吗 会议室安静了不到半分钟 讽刺的话又想起来 舒奈深吸一口气 扭头看向发出声音的人 而这人正是刚才前台提及的技嘉二少爷 他是极准叔叔的儿子 从小行事乖张 热衷于和极准抢东西 继副总这是什么意思 舒奈故意戳他的通点 在WE这么多年 只挂了个副总的名 任凭再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几强的进一步提拔 我能有什么意思 不就是你凭着这张脸 出卖色相钩 引力之眼吗 赤果果的恶意揣测 舒奈恶心地几乎当场吐出来 这种长得没立之眼 半个手指头 好看的玩意儿 还总是觉得着 所有人跟他一样 是个荒淫无能的废物 继副总这是什么话 如果立之眼是个被我勾引 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废物 在WE待了十年 仍是副总的您 是什么呢 你 吃里扒外的东西 居然维护一个外人 恼羞成怒的几家二少 当即站起身来 指着舒奈的鼻子 狠狠咒骂 别以为你大家不知道 你是个什么玩意 不就是一只破鞋吗 也就我那个自命清高的哥哥 还有瞎了眼的荔枝眼 看得上了 是您 先把我当外人的 我从走进会议室的那一刻 就已经向在座的各位表态了 我首先是WE的人 其次才有其他身份 我的诚意给足了 可是各位好像不太满意呢 舒奈没有生气 或者可以说 直接无视了气急败坏的几二少 看他气得跳脚的样子 就像是绳子上的蚂蚱 活不了太久了 好了 我替他向你道歉 在气氛凝固后 几墙终于开了口 被皱纹堆满的脸上 也终于出现了笑意 舒奈知道 自己通过他这关了 以后只要他不出大错 地皮合作之后 他可以在总部得到一个不低的职位 没关系 我能理解 舒奈露出一脸 虽然我很生气 但是看在几墙和WE面上上就追究的表情 微笑着看着尚未稳坐如山的几墙 虽然我也觉得 荔枝眼这次目的不纯 但是我觉得 咱们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这是我们向大型商场进发的重要一步 疏难清楚 当年极准大胆地提出 搞同名商场 几墙就动心过 只不过 碍于现实因素 一直实现不了 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条路 而且说不定还是条捷径 任何逐利的投机商人 都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我昨天想了很久 观点是同书特注一样的 承袭那块地皮 去年我们也考察过 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流动 还有之后的政策倾斜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啊 几墙假惺惺地朝着底下的人问 为了显得自己很民主 他还特意跟每个人对视 直到所有人都表示自己的想法也是如此 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书奈觉得可笑 民主 明明就是个独裁的暴君 是一只标榜自己吃草的狼 所以 您同意了是吗 书奈再次跟他确认 甚至想直接将合同打出来 让他签字 是的 既然立总让你当负责人 那就说明你能记住足够 我也就不插手了 到时候签个字让几准回来接手 几墙毫无预兆地放出一个炸弹 别说其他人 就连书奈都有些猝不及防 几准要回国了 长达六年的 流放 终于要结束了吗 爷爷 几二少惊慌失措地站起来 朝着几墙喊道 您没跟我说过 吉语 我有必要跟你说吗 几墙的威严不容挑衅 被孙子这么当众质问 他的表情瞬间就变得阴沉了起来 一旁吉语的父亲赶紧将他按着坐下 朝着几墙道歉 几懂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就是季家血亲父子三代之间的现状 书奈心底冰凉 几乎要怀疑所有性计的 都不是跟己怀血脉相连的亲人 书奈 等会儿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几墙看都不看自己那个窝囊儿子一眼 转身走出会议室 一屋子大气不敢出的人 这才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起来 书奈扫一眼在座的人 除了吉语和吉强的哈巴狗之外 其他人看着他的眼神 大多都是好奇的 他正准备离开会议室 吉语突然走到他面前 脸色苍白且阴晴不定 整个人脸上有种纵欲过度的苍白虚弱 甚至在触及到舒奈的眼神时 还下意识露出些色缩 废物 舒奈心想 别太得意 极准那个家伙迟早会滚出WV的 他朝着舒奈放狠话 语气压得滴滴的 生怕被别人听到似的 刚才的盛气凌人仿佛是被吹起来的气球 被几墙的几句话戳破了 再也凝聚不起来了 舒奈懒得跟他浪费口舌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之后 便朝着几墙办公室的楼层去了 来引路的正是刚才电话里装傻的刘助理 他一身米黄色职业装 穿得像是春天里成团成簇的迎春花 带着扑面而来的喜庆感 跟着我走 别乱看 他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公司的重要性 都不拿正眼瞧舒奈 大概是眼睛长在了头顶 脑子流到了胸上 舒奈没有理会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几墙叫自己去 会说着什么 他该如何应对 之前他听到过几墙跟几准的对话 由此得知几墙是个强势到病态的 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捏在手心控制的变态 走进他的办公室 几墙亲手给他倒了杯茶 和蔼和亲地笑着招呼他过去做 虽然话虎不成反泪犬 但舒奈还是强忍着内心的不安坐过去了 回国这段时间还适应吗 他开始跟舒奈唠家常 问舒奈的年纪爱好 问之前有没有过感情时 甚至问他的父母 舒奈一一回答着 很多他不愿意提及的过往 都被他用半真半假的谎言对付过去了 他清楚这些话并不是几墙真正想问的 他在进行铺垫 最终目的是想让自己放松戒备 听说你跟丽家的独孙很亲近 舒奈一个机灵 下意识尴尬一笑 回到这都是为了获得立之眼的信任 毕竟他很在乎自己的孩子 而得到孩子的信任比大人容易多了 他故意露出得意的表情 将自己刻画成一个不择手段卑鄙的形象 只为了让季强的注意力从孩子身上转移开 那之后还能继续接触那孩子吗 季强凝视着舒奈的眼睛 一顺不顺的目光像是毒蛇似的 目光里都仿佛脆着毒 看得舒奈一阵心慌 他 他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能吧 但是那孩子最近不怎么出门 我接近他的机会也不太多 舒奈给出一个他应该能接受的答案 后背的冷汗直网出帽 手心的汗也开始不断往外渗 舒奈 你是个很优秀的人 比我那些不成器的孙子们强很多 他开始怀柔政策 起身朝着舒奈的方向坐近了些 努力地做出一副和善的笑 然而 舒奈只能感受到阴森和可不 这是在国外常年累月 听他训斥极准的下意识反应 所以 我想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舒奈神经越绷越紧 嘴角的笑几乎维持不住 他能察觉到几强的目的 可是他现在没有拒绝的权利 你帮我去盯着丽家人 和那个孩子打好关系 以备不时之需 您是说 舒奈声音有些颤抖 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不失态 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奸诈的小人 这样才能博得几强的信任 是 等到时机成熟了 绑了立之眼的儿子 之后的话 不言而喻 要么要立家 做出巨大牺牲让步 要么 要立之眼的命 可是 立之眼不是会和宋家千金结婚吗 他们完全可以再要个孩子 怎么可能会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孩子身上 你不知道吗 几强笑得猖狂 解释道 立宋两家联姻的前提就是 不要孩子 从W离开之后 舒奈魂不守舍地走在大街上 人来人往的繁华里 他漂亮出尘的脸 格外惹眼 惆怅失忆的表情 我见有脸 让很多男生都鼓起勇气上前 试图安慰他 可舒奈就像是没有听见似的 通通将他们都掠过了 不知不觉 居然步行到了小团子的幼儿园 站在门外 看着园内成群结伴做游戏的孩子们他 心里猛地生出了迫切想要见到孩子的冲动 大概是看他在门外助力许久 门卫大爷走上来 亲切地问 姑娘是要接孩子放学吗 咱们下午三点才放学 我 舒奈有些恍惚地扭头看向他 勉强自己露出笑 不知怎么地就晃过来了 我能就在这里等吗 一直等到下午吗 可以吗 舒奈现在既不想回家 更不想去历史大厦 偌大一个云城 竟然没有一处让他觉得有归属感 最后门卫大爷让他进了门卫室 还特意给他安排了带有软垫的小椅子 并且将他引到了园区一侧 这样他坐在里面就能看到外面的孩子们 舒奈跟大爷道了谢 视线不受控制地朝着上次跟小团子玩耍的地方 他其实清楚 最近孩子不会来幼儿园 毕竟病情反复之后 再将他放到这么不稳定的环境里 极有可能出乱子 您是不是历境深小朋友的家人啊 大爷悄悄打亮他两眼之后 直爽地开口问道 舒奈诧异地回过头 不太集中的精神 瞬间全神戒备起来 我就是在那孩子刚来的时候 见到你接他放学了 我没别的意思 舒奈的表情太严肃 以至于大爷整个被吓住 连忙摆手道 嗯 没关系 看他眼睛里并没有任何恶念 舒奈这才稍稍放心 但还是对真相有所保留 我是孩子的小姨 除此之外 他不愿意再多说一个字 大爷看他心情不佳 也没再打扰他 静悄悄地一个人出了门 舒奈恢复了冷静 他看向窗外 居然一眼就看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江月月 低垂着脑袋 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感觉江泽乔四月那边一定是出事了 不然往日里神采飞扬的小姑娘 不可能这么捏 等到他们课间活动时间到了 舒奈走出保安室 跟场地旁边的老师打了声招呼 镇定自若地介绍自己 我是江月月的阿姨 我能跟她说两句话吗 老师对孩子们的家庭情况都是了解的 从没听说过江月月有小姨呀 但舒奈太镇定了 微笑着跟老师打商量 我就在这儿 不会离开您的视线的 老师最终妥协答应了 明明是活动时间 那孩子还是窝在角落里 舒奈站在她面前 蹲下身子摸了摸她细软的头发 轻声问 今天怎么这么不开心呢 江月月先是下意识一躲 瘦小的身子还在轻微地发抖 等到意识到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时候 她才缓慢地抬起了头 雾蒙蒙的大眼睛里满是水雾 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额头上有拇指宽的一道红印 看颜色已经是淤青散开之后了 难不成是幼儿园有孩子欺负她 没事 江月月将刘海扒拉一下 遮住了额头上的痕迹 又垂眸不去看看舒奈的眼睛 整个人表现出一种抗拒的姿态 明明她俩上一次见面跟友好的 月月 小孩子自尊心强 特别是江月月这种内心极其敏感的孩子 她从小就会隐藏自己的伤痛和情绪 但是技巧拙劣 舒奈几乎马上感觉到 她的伤实在家里形成的 那无非就是那两口子打架误伤孩子 或者直接对孩子动手两种可能 月月去吃冰淇淋嘛 孩子现在戒备心重 更何况在乔思月对自己深恶痛绝的情况下 孩子这段时间一定听了不少骂她的话 所以即使听到冰淇淋 这充满诱惑的三个字 江月月也不过是眼睛亮了亮 便不再有反应 舒奈不想眼睁睁看着一个性格外放的孩子 因为家庭的原因受尽伤害 可是直觉又在提醒她 不要多管闲事 这是江泽和乔思月的孩子 比自己没了的孩子小不了几个月 她也想恨 可恨一个小孩子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那阿姨陪你在这里坐一会儿好吗 言罢 也不等孩子同意与否 舒奈静止在她旁边坐下 全然不顾自己一身衣服染上灰尘 过了很久 直到老师催她回去上课 她也始终没开口说了一个字 就在舒奈以为要做了无用功的时候 孩子突然朝着老师说道 老师 我能再和阿姨聊会儿天吗 阿姨 老师狠狠皱眉 心里警铃大作 想赶紧把孩子抱走 我小姨 江月月看了眼神色尴尬的书奈 从她的嘴形中看出 小 这个字 趁着老师还没发出质问 便先开口 我亲小姨 江月月始终是老师眼里 听话懂事且早熟的类型 虽然总爱显摆自己 但这对于孩子来说 并不是一个需要批评的缺点 那聊完记得回教室哦 老师放心地走了 临走还安排了门卫大爷盯着书奈 以防他干出偷孩子的勾当 知道了 孩子乖巧回答 等到看不到老师的影子后 他又静静地待了一会儿 开口诉说道 自从上次回家之后 妈妈就更暴躁了 总爱生气地朝着我和爸爸吼 爸爸也开始喝酒 每次喝醉了 总会朝着妈妈拳打脚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明明只有五岁不到 江月月的神情 已经有了小大人的趋势 她冷静又难过地讲述 泪水汇聚在眼眶里 迟迟没有掉下去 还记得上次阿姨跟你说的吗 你跟你妈妈说了没有 书奈看着孩子哭得压抑 心里一咎一咎的 叹口气将孩子强行搂进怀里 不断地轻抚她的后背 她很清楚 在这么小的孩子眼里 就算父母亲感情不睦 天天吵架打架 但在一个家里既有父亲 又有母亲 仿佛她就拥有了全部的幸福 可一旦离婚 这种泡沫营造的幸福 也就一起破灭了 我不想要他们离婚 我好害怕 江泽不是一个好丈夫 更不是一个好父亲 她的眼里只有金钱和所谓自尊 将自己伪装成社会精英 可本质却是自私自利的 江月月说她很害怕 毕竟是个孩子 圆满的家庭 是她最后的支撑了 书奈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 好半天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是将孩子搂紧自己怀里 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背部 安抚她 先不想这些了 可是你妈妈每天都过得很辛苦 我不想让她再这么辛苦了 我不想让他们离婚 是不是太自私了 孩子钻进她的怀抱里 小手紧紧拽着她的衣服 哽咽着问着 这不是你的错 你这也不是自私 书奈低头看着她的头顶 一只手捧着她的脸 迫使她抬头看着自己 这都是大人的错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要有心理负担 她不确定 这孩子能不能听懂她的意思 看她流着眼泪点点头 没多久就止住了泪水 然后站起身拍拍衣服 朝着书奈有礼貌地道别 阿姨再见 我去上课了 书奈点头 微笑着朝她挥挥手 孩子离开后很久 书奈都一直坐在那里 直到门卫大爷都跑来问 她才从沉思中醒过来 大爷 刚才和我说话 那个女孩子 您认识吧 书奈反复权衡利弊 私存良久 最终她还是放不下这个孩子 既然让她遇见了 孩子也坦诚地 在她面前展露情绪了 她就没有理由 不管了 倒是知道一点 大爷为难地看着书奈 支吾着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书奈清楚她的顾虑 这里是贵族幼儿园 工作人员是不能透露家长信息的 可书奈又道 你也知道这孩子家庭情况吧 我只是想帮她 老大爷最后还是交代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江月月去年入学的时候 还是江泽花钱脱了关系 乔思月宁愿自己花的少点 都不愿意让孩子随便上一所普通的幼儿园 每天乔思月都是最后来接孩子的 为了就是不想让其他的小朋友笑话她 有个身为家庭主妇的妈妈 有一次被同班孩子碰到 说了句 你妈妈好牢好土之后 江月月的自尊心就爆发了 朝着乔思月发了好几天脾气后 就改成让江泽接送放学了 江泽每天都是西装革履 发型抹得一丝不苟 单从外表上看 完全是个成功人士的样子 江月月再也没被人说过了 可是她心里却开心不起来 之后又换回了乔思月接送 大概是江泽厌倦了 也大概是孩子懂事了 书奈静静听着 听到大爷说江泽和乔思月 居然能在孩子幼儿园门口当街吵架 甚至会大打出手之后 她又重新有了劝乔思月离婚的打算 就算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离婚也是值得的 反正那个男人看起来不本分 说到最后 门卫大爷给了一则评价 和她结婚的姑娘 眼睛是不是不太好使 淑奈觉得自己膝盖中了剑 只能苦笑着应付过去 大概吧 又东拉西扯地聊了两句 顺车地手里响了 她低头看去 正是荔枝眼的电话 她有点想接 可是几强的话还萦绕在耳畔 让她又不敢接了 她本可以选择义正词严的拒绝 可是她犹豫了 一边是她和极准经营了五年毫无进展的事业进程 一边是真诚的立家父子的利益 她的道德告诉她 要义正词严地拒绝几强 可是多年的辛苦和侥幸心理又说着 我可以平衡好两边的 一边利用几强的器重 加紧在W站稳脚跟 一边待在立家父子身边 每次几强来问就应付一下 反正她不可能会把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告知几强的 电话还在持续地响铃 门卫大爷看她无比纠结 笑呵呵地问 这是跟男朋友吵架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当然不是 书奈慌忙否认了 看着老大爷用爷余的眼神瞅她两眼后 她只能任命地回拨电话给立只眼 毕竟要公事公办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她都必须给立只眼回个电话的 喂 怎么还没回来 立只眼大概刚忙完 声音懒洋洋的 性感的声线沙哑低沉 让书奈第一时间就脑补出了她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放松的样子 突然有点事 我下午请个假 书奈看看时间 马上就到中午了 她打算等到下午将月月放学 见乔思月一面 什么事 听她无比自然地问出这句话 书奈都有些猛 她反思自己最近是不是和立只眼说话太没大没小了 让立只眼跟她说话时假正经都没了 而去跟朋友谈点事情 她最近不太好 下午要没要紧事的话 我就先不回去了 张嘴扯了个谎 书奈忐忑地等着立只眼的答复 好 那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有话跟你说 好的 书奈手忙脚乱地挂断电话 耳畔那句 有话跟你说 开始循环播放 立只眼骤然放缓的语速 还有刻意上调的尾音 都很难不让她乱想 立只眼这是怎么了 春天到了谷 欠求不满吗 大白天的乱放荷尔蒙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本就心烦意乱的书奈 恨不得变成一只鸵鸟 钻进沙子里 什么也不管 她将捂着脸的手挪开 看着湛蓝的天空扪心自问 萌生见乔思月这个念头 不就是因为不想去见立只眼吗 只要她有事做 就可以有借口请假 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 反正迟早要见面的 至于几墙给出的选择 让她再想想爸爸 一直等到下午三点放学 保安室里的书奈 等到孩子们都离开 这才看到乔思月姗姗而来 跟孩子一样 她脸上也有明显的伤痕 而且不是一般的重 看得见的地方都满是淤青 那看不见的地方 会有多严重呢 将月月看着她远远走来 乖巧地伸出手 任她牵着 抬起头跟她说了句什么 然后乔思月的眼神 就朝着保安室看过来了 书奈有很多话想说 可是触及到乔思月狼狈 又愤怒的眼神时 又什么都说不出口了 她走过去 低头看了看孩子 牵起孩子另一只手 轻声道 我可以请月月去吃顿饭吗 书奈只是请孩子去吃饭 乔思月低头看着孩子殷切的目光 内心无比纠结 她恨这个女人 这么多年的不如意 她都是靠着憎恨她熬过来的 她觉得自己赢了她 只要她不离开江泽 就会赢她一辈子 可是 为什么她看起来 要比自己过得好很多呢 为什么她好像可以潇洒地放弃很多东西 妈妈 我可以去吗 乔思月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毫不在乎 点点头道 可以呀 这位女士这么大方请吃饭 我没问你 怎么能不去呢 书奈默默叹口气 找了附近一家环境清雅的小餐厅 推开门 示意母子俩先进 之所以选在这里 一是这里消费中等 乔思月不会因为产生某些不必要的心理落差 另一方面 也是让孩子不要在意那么多 我喜欢吃这家的小蛋糕 江月月落作没多久 就欢快地朝着乔思月道 我还记得上次你和爸爸带我来 这里的小蛋糕很甜 是吗 还好吧 乔思月心思压根不在孩子身上 自然也不回去在意孩子此刻的小心思 书奈始终注意这孩子的表情 看她略微失望后接话道 月月推荐的话 阿姨一定要尝一尝了 真的很甜 一大一小相谈甚欢 乔思月这才吃味地将视线挪回孩子身上 也回想起上次在这里吃饭的场景 那次是她和江泽的结婚纪念日 恰好江泽公司发了奖金 于是便带着孩子出来吃了顿饭 那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温馨的晚饭了 不吵架 不互相攻击埋怨 所以孩子才会印象深刻吧 直到上了饭菜 三个人慢吞吞地吃了半天 书奈这才对乔思月开了口 你脸上的伤 书小姐还是不要关心别人的家事了吧 一提到这个 乔思月就像是浑身是刺的刺猬 神情戒备地瞪着书奈 仿佛她再多说一个字 她就会泼自己一连水 书奈缓了缓 转移话题到孩子身上 我今天去幼儿园 月月的状态更不好 但是她在你面前倒是很活泼 半点不开心的样子都看不出来 她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乔思月认识到 她现在固执地继续这段痛苦婚姻的最直接后果 就是让孩子承担了巨大的痛苦和负担 同样都是做过母亲的 虽然只有短暂的几个月 甚至没有陪着自己孩子长大的经历 但是她觉得自己做有资格发言 乔思月又何尝不知道呢 她的孩子听话懂事 在她面前永远是爱笑的小太阳 虽然骄纵了些 但是她觉得这样的性格才不会被人欺负 小孩子懂什么 乔思月不想承认书奈说的任何话 不管有理没理都要第一时间反驳 可是她这么一说 江月月的表情顿时变得委屈起来 书奈很遗憾 她固执地看着乔思月的眼睛 认真的 一字一句地重新问道 你真的觉得她什么都不懂吗?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乔思月不耐烦地看着桌面 被戳中了内心最在意的点 她现在几乎不敢跟书奈对视 江泽不值得你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知道我没有立场建议你这么做 可是这孩子信任我 我就必须要做点什么 书奈柔和的眼神落在江月月身上 她不是多管闲事的圣母 她只是不想让孩子失望 为了孩子 乔思月突然笑了 质问 别用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为了江泽不就行了 这么多年了 你是不是还喜欢她? 书奈是万万没想到 乔思月回这么想 甚至还这么认真地质问她 她没说话 乔思月便以为她是默认了 态度当即变得激烈起来 我就知道 你们这期间肯定就情复燃了是吗? 江泽当年出轨抛弃你 她那么伤害你 你就半点都不恨她吗? 乔思月的情绪逐渐失控 口不择言地将当年的事情网出倒 一旁的江月月满脸疑惑地抬头看着自己的母亲 她还太小 当时刚才几个词 她是听到过的 出轨 小三之类的 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别说了 书奈喝道 冷静的表情也被猛地打破 孩子还在跟前 乔思月为了泄愤 连孩子都不顾及骂 书奈 你告诉我 你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乔思月有些崩溃 她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忍着喉咙里汹涌的酸液 泪眼朦胧地看着书奈问 不为了什么 恰好工作调回来而已 书奈没必要撒谎 此刻也没了耐心 跟她继续东拉西扯 江泽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你这么些年也看明白了 你觉得她有毁过自心回头是岸的可能吗? 乔思月不说话 她当然知道 江泽除非转世投胎 要不然这辈子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就是那么一个自大自负虚荣无比的男人 我知道 可是我不会离婚的 我为了她已经失去了所有 如果再和她离婚 那我痛苦了这些年算什么 浪费了这么久的口水 乔思月虽然有所触动 但态度一如既往地执拗 书奈被气笑了 她喝口水将愤怒的情绪压下去 神情冷淡地说道 你最好冷静想想 让月月承担你固执选择的痛苦后果 还是你们母女俩重新开始 而且 我在这里劝你 并不是不恨你 或者原谅你 我只是看不得孩子跟着你们遭罪 乔思月低头不说话了 她凝视着默默吃甜点的孩子 泪水巴搭巴搭 开始往下掉 书奈严禁于此 吃了两口眼前的甜品 眯着眼睛对江月月道 月月推荐得不错 真的很甜 江月月笑着朝她点头 我就说嘛 肯定不是我味觉出问题了 书奈笑而不语 她低头又吃两口 味道确实一般 一股浓浓的植物奶油和香精 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虽然很甜 但是不好吃 她猜到 为什么孩子会坚持说她甜 大概就是因为 这是她为数不多 带着温暖记忆的东西了 我先走了 为了孩子 你好好想想吧 书奈起身 摸了摸盖着的头 结了账先行离开 人们都说 宁悔一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但是江泽无药可救 与其劝他们 好好生活 照顾孩子心理健康 还不如让乔思月 彻底斩断对她的幻想和期待 更何况 她不是圣人 做不到规劝背叛她的人 好好生活的圣母觉悟 回到家里 舒奈精疲力尽地 仰躺在床上 手背搭在眼睛前遮挡光线 她脑子里几乎乱成一团江湖 刚躺了没多久 电话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可是她完全不想理会 更不想费劲地保持清醒 去交代汇报什么 她只想安静地躺一会儿 然后沉沉睡一觉 可是第二个电话 马上就打进来了 舒奈睁开眼睛 看着将近黄昏的阳光 洒进屋子 强撑着身子从床上爬起来 摸索着去找手机 电话是急准打来的 舒奈静静地盯着屏幕看一会儿 拍拍自己的脸坐直身子 喂 上午的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她没有第一时间要求汇报情况 反而是像是聊天似的随意问道 舒奈微微皱眉 顿时生出了想挂电话的心思 可是对面是她的上司 是她的战友 她没有理由 也没有立场这么做 急懂答应了 她犹豫了片刻 暂时没有将几千个的要求告诉急准 以她的性格 未免不会觉得那是个好主意 嗯 我大概听说了 急准语气听着挺正常 可是舒奈总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她下地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 喝了两口暖暖身子 继续问她 急语这次差点跟急懂吵起来 你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吗 还能有什么 大概就是她这段时间毫无作为 爷爷对她不满而已 急准说得稀松平常 仿佛急语遭到急墙冷遇并不是很难见到的 可舒奈简单回想了一下过去这几年 急语始终没做出过出色的成就 可急墙就是对她偏爱有加 甚至因为急语的一个玩笑话 将急准扔出国六年 大概是急准还有别的她不知道的计划吧 舒奈微微有些失落 但很快有调节好了情绪 将白天的会议细节挑重点讲了讲 嗯 都有所耳闻 不愧是我的助理 群狼环似仍能镇定自若博出生路 将舒奈夸了一通 她的话风又一转 当时我觉得 就算是为了反驳给予那些没脑子的话 也不应该抬高立之眼吧 舒奈一听这话 首先是满脑子问好 她很认真地回想了下 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个剧情 但是具体说了什么 她很清楚 自己不会说一些自寻死路的话 所以那句话肯定没有很露骨 我觉得这没什么吧 又不是要拎到台面上说的东西 不过就是和急语的两句针锋相对而已 急准干嘛这么认真 这不重要吗 急准听着并不想开玩笑的样子 舒奈慢慢冷了脸 语气也逐渐变得公事公办 您想说什么 我只是不想让你在工作中 对荔枝眼有任何的滤镜 毕竟她是我们商场上的敌人 敌人 市场这么大 为什么你非要盯着荔枝眼 历史一家看 急准你别忘记了的 你是要把W做大做好 不是跟荔枝眼斗个你死我活 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舒奈越发觉得急准不对劲 这样的想法她以前就有过 但是被舒奈委婉建议过之后 便再没有提起过 可是现在看来 她这种想法从没消失过 只不过是在她面前藏起来了而已 舒奈深吸两口气 让自己冷静 她握着电话 在房间里来回夺不良久 然后采用一种真诚劝诫的语气 咱们现在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只要地皮这个项目成功拿下 那你回总部就能直接施展你的报复 你爷爷不会阻止你的 我知道 都是你的功劳 几准今天晚上有些阴晴不定 一会儿生气 一会儿开心 搞得舒奈也烦躁得不得了 但是她又将话题往回带 严肃地要求她 这次项目让总部派别的人去 你直接回总部上班 离荔枝远远一点 这还是吉准第一次强行地要求她 远离什么人 舒奈很无奈 可是现在又不是跟她讲道理的时候 只能敷衍地答应她 反正等她回来 地皮的项目也差不多板上钉钉了 这么轻易就答应我了 极准惊讶于她的好说话 居然真的没有再继续追问了 两个人又简单聊了几句 舒奈就借口自己困了 想要挂断电话 就在俩人挂断电话的当下 舒奈家里的门铃响了 响了一下还不罢休 又叮咚叮咚地闹了起来 这么按门铃的只有小团子一个人 而且按照孩子身高 肯定够不到按钮 所以还有抱着她的大人 立直眼 舒奈看看时间 都已经晚饭时间了 这家人怎么突然过来了 就在她准备往门口走的时候 电话里突然又传出极准的质问 都这么晚了 谁来找你 舒奈无语地看着电话 决定当作没听见 她这话活像异地情侣之间的对话 可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暧昧不明的关系 挂断电话之后 舒奈习惯性地去开门 可是潜意识让她多看了一眼自己的脸 她还是那张没化妆的脸 这样去开门不就直接暴露了吗 幸好幸好 奔回浴室的舒奈 手忙脚乱地将化妆包打开 颤抖的手几乎媲美帕金森 拍粉底的手也软绵绵的 没有一点力气 她是真的被突然上门的父子俩吓到了 化妆的时间至少需要五分钟 她怕荔枝眼起疑心 一边折腾 一边跑着拿回手机 给荔枝眼发消息 等我一会儿 在厕所 好家伙 为了不露下她连淑女的形象都不要了 这已经是第二次在荔枝眼面前 上厕所了 不着急 果然 荔枝眼回了很意味深长的三个字 虽然她这样挺绅士 可舒奈用 能从这字里行间 看到荔枝眼揶余地笑 等到手忙脚乱地收拾好 舒奈飞奔向玄关处 打开门看向门外 父子俩一大衣小齐刷刷靠在门侧的墙上 听到动静 又不约而同地扭头看过来 不得不说 小团子百分之八十都随了荔枝眼的长相 小小的脸上不笑的时候 几乎跟荔枝眼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舒奈看向似乎很久没见的小团子 伸出手将她抱进怀里 看向身后的荔枝眼问 怎么突然过来了 孩子飞说你生病了 我们来探望病号 三人步入客厅 小团子很久没来这里 撒花似的跑来跑去 状态十分放松 吃完饭了吗 舒奈摸了摸自己瘪瘪的肚子 看向荔枝眼问道 这回来自然是没有了 荔枝眼似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不等舒奈招呼 就自顾自脱了外套 塞进舒奈手里 今天我下厨 你好好休息 舒奈蒙圈地看着她 挽起袖子走进厨房 忙嘱咐孩子不要乱跑后 跟着进去 我来帮你打下手 舒奈自然是不敢留荔枝眼一人 她有这个心 自己就成惶成恐了 怎能真让独自人完成 荔枝眼已经着手开始了 看那动作极为熟练 对舒奈厨房的布局摆设 也很是熟悉 听到舒奈的话 她转头看向门口 眸子里闪烁着柔和的光 平日里锋利冷冽的模样 浸染脸去 好 两个人在晚餐制作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 但是彼此配合得默契十足 荔枝眼一个眼神 舒奈就知道她要什么 期间调皮的孩子 不知道偷偷站在厨房门外偷看了多少次 还总是捂着嘴咯咯笑 被发现之后便有笑嘻嘻地跑走 舒奈不敢讲话题 引导成熙地皮的项目上 只简单交代两句 说WV内部还在商讨 就将这个话题掠过去了 讲丰盛的四菜一汤端上桌之后 舒奈看着吃得喷香的孩子 和荔枝眼交流 孩子这几天的状态怎么样 医生说没什么变化 早上行总会发呆 但上午下午经历不错的时候 会主动和我说话 言下之意 并无好转 舒奈闻言 心里便又针扎似的 一阵接一阵地刺痛 整个人几乎喘不上起来 姨姨 孩子看到她的脸色不太好看 在手边的小本子上写字问道 姨姨没事 等吃完饭了 姨姨和爸爸陪你玩好不好 舒奈看到小团子担心的表情 盲微笑着问她 两个最喜爱的人陪她 小团子求之不得 兴奋地举起手欢呼起来 整个人激动到恨不得不吃饭 直接去玩 可荔枝眼凉凉地瞟了一眼 那意思分明就是在说 不吃完想都别想 虽然舒奈明知道荔枝眼是对的 但是看到孩子搭拉下去的脑袋 内心居然很想答应她的任何要求 她这是有成为 慈母的趋势啊 不行不行 慈母多败儿 养育孩子还是要有原则的 她又侧头看一眼荔枝眼 恰好对上她的目光 两人对视一眼 舒奈居然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低头安静地扒饭 想什么呢 荔枝眼觉得她刚才的表情着实有趣 出口逗她 舒奈这么严谨沉静的性子 居然也会在脑子里幻想什么东西吗 什么也没有啊 舒奈声音闷闷地 语气努力地保持镇静 装作不知道她在玩什么 欲盖弥彰 荔枝眼不再追问 眼神却又落在沙发上的基本专业书籍 幼儿心理问题研究 孤独症儿童社会性教育指南等等 都是她当初知道 孩子有自闭倾向的时候 看的书 书奈随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有点不好意思地开口 在书店逛了逛 顺手就买了 虽然看了 也不一定会用得上 其实书奈是有点担心 立之眼觉得自己多此一举 毕竟她这个门外汉 就算临时拜佛脚看点书 也肯定不会有专业人士权威 甚至可能会因为 涉入一些错误理论 而质疑医生的专业性 但是 她觉得自己看点相关书籍 最起码能在某种程度上 让自己心安 谢谢 出乎意料的 立之眼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 深邃的眸子里只剩下了纯粹的感激 还有某些书奈看不清楚的东西 炙热的 耀眼的 让她看了一眼 便心慌地挪开视线的感情 说什么谢呢 我并没有做什么 她有些慌乱地开口 握在手里的筷子 不自觉地戳着碗里的饭菜 眼神飘忽地不知道该看哪里 立之眼笑笑 继续开口 这些书我都研究过 看不到的地方可以问我 真的吗 书奈有点惊讶 抬头看它 我随便挑了两本 没想到你正好看过 市面上权威点的相关书籍 我都看过 立之眼嘴角一出一丝苦笑 眼神微微失焦 当初深深迟迟没有说话 甚至表现不出半点学习的欲望时 我就觉得不对劲 之后医生的会诊结果就是 自闭症 立之眼第一次跟别人讲述自己 当初从发现孩子的问题 到决心治疗孩子的事情 我那段时间几乎没睡过觉 处理完公司的事情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陪着孩子 逗他观察周遭事物 让他尝试跟外界沟通 书奈恍然大悟 一开始知道孩子的自闭倾向时 他觉得很奇怪 毕竟小团子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跟外界的交流 还是很正常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立之眼的功劳 也就是那段时间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就会看点书 不知不觉就看了不少 立之眼说得轻松 书奈当然是知道 市面上有多少书籍的 少说都有八百十本 他一边照顾孩子 还要兼顾公司事务 只能说他真的付出了不少的心力 如果将这件事放在任何一个所谓上流社会的家族里 一个天生有缺陷的孩子 极大的概率都会被放弃 反正孩子不止一个 可 立之眼他们 选择了倾尽全力致好小团子 甚至和宋家定下了 不要孩子 这样的约定 想什么呢 立之眼看书奈又出神 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 等到书奈惊讶地回眸看他 他也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下意识去触碰他了 姨姨你脸红了吗 小团子始终密切关注着他们俩 看俩人集体晋升后 人小鬼大的孩子笑嘻嘻地写下几个字 举起小本子在俩人面前晃 生怕他俩任何一个看不到似的 书奈下意识去用手背摸脸 可脸上明明没有脸红心跳时会出现的热度 而且他今天是涂了粉的 怎么可能会看到脸红呢 发现自己中了一个小屁孩子的圈套 书奈脸瞬间爆红 这次他无暇顾及到底会不会被发现了 起身就朝着浴室奔去 然后回头冲着父子俩喊 你们先吃 我 我解决下个人问题 书奈逃走的行为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 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连小团子都在他离开之后 兴奋地告诫自家老爸 姨姨一定是喜欢你的 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啊 立志眼无奈地看他 已经没有力气低 一百零八次跟他解释 他对书奈的感情并不是喜欢了 知道了 吃你的饭吧 于是乎 他随口回答道 心想着反正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 书奈肯定还会住在这里 也会让他们父子俩随时上门的 他这样其实也不算是在欺骗小朋友 等书奈整理好情绪 面色平静地回到餐桌前 这个话题便没有再被提起过了 父子俩也很绅士地没有提及他的 个人问题 要不然书奈真的要尴尬地钻进地里去了 晚餐结束 俩人陪着孩子坐在小屋的地上堆积木 孩子正兴致盎然地照着图纸拼装 拼到一半 觉得图纸过于碍事 就将图纸碰到一旁 开始自己创作 两个大人一边给他找需要的部件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对了 因为你的团队要撤走了 原先的办公室也被其他部门申请使用了 就我一个人留在丽氏吗 书奈一愣 扭头看向丽之眼 可是你也没说我不能带人啊 那我现在说了 丽之眼轻笑着看着他 这次的合作是因为有随时交流沟通的需要 我才允许你们进驻到丽氏的 但地皮这个项目 只要双方达成合议 找个时间确认地点 签字就够了 那让我留下事 因为我乐意 很难想象 这样幼稚的话 是从丽之眼的嘴里说出来的 书奈皱眉盯着他看一会儿 心想 他大概是为了让孩子方便找他 纯纯出于私心 他又不是不答应 而且留下也正合他意 既能稳住 WE给自己缓冲期 又能经常看到小团子 向来丽之眼是 吃准了他能猜透他的意图 才故意这样说的 轻轻叹口气 书奈又开始发愁 万一在项目合作期间 几强要求自己对着父子俩动点手脚 那他要怎么办 毕竟两头蛮 迟早是要出事的 他有点后悔答应几强了 可是当时要是不答应 地皮这个项目也不一定能通过 大型商场是极准强烈要做的 几强到了这个年纪 已经没了继续开拓市场的雄心 所以商场这个项目 成功了他高兴 不成功正好可以成为教育打击极准的理由 丽之眼大概看出了他有心事 看他频频出神 也没打扰他 静静地陪着孩子 完成了一半的积木模型 等到到了睡觉的点 他才出声道 我们也该回去了 书奈这才收回心思 看向孩子独自完成的战斗机模型 整体造型虽然超出了物理意义上的战斗机样式 但是很有设计感 或者换种说法 可以称之为抽象的艺术 团子还挺有设计的天赋 身为画家兼著名摄影的书奈 对艺术类的东西很敏感 小团子这个积木的奇特造型 引起了他不小的兴趣 团子下次什么时候来依依家呀 咱们把这个模型拼完 不知道 要问爸爸 小团子实诚地将荔枝眼出卖了 他今天本来没有来依依家的念头的 谁知道自家爸爸一下班 在客厅里坐了没多久就问他 你是不是很久没去你书奈姨家了 小团子还认真想了很久 其实也没有很久 不过就是三两天而已 然后他别有企图的爸爸 就抓着他穿好衣服 跟他说 那就去一趟吧 别在家里闷坏了 更让小团子无语的是 进门的时候 他居然说是自己想来 他勉为其难跟来的 啊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依依不舍地从书奈家离开 小团子攥着手里的小本子 等回到家里的时候 犹豫着展开给荔枝眼看了一眼 我以后能每周两天住在依依家里吗 其实孩子知道这个要求有点过分 所以内心很是忐忑 毕竟他这样就是在给书奈添麻烦 不行 果不其然 荔枝眼想也不想 刘拒绝了他 被自家老爸伺候着 脱了鞋子外套 小团一下忧伤地 跑回自己的房间 难过的话圈圈去了 荔枝眼跟了上去 看着孩子赌气的身影 准备跟他讲道理 看到他走进来 小团子故意背对着他 埋头在自己的绘本里 一副两耳不闻窗外式的模样 你叔那姨姨马上就要离开了 你去他家住不合适 荔枝眼本以为孩子虽然年纪小 但是也不是不懂事的 可没想到他都解释原因了 孩子依旧赌气似的不愿意理他 先睡觉吧 荔枝眼没溺爱盖着的习惯 看他油盐不尽 也不打算继续跟他扯皮 打开床头灯 给他铺好床 去洗漱 然后睡觉 小团子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甚至把细节的绘本 一本本拿出来放在地上 大有不看一遍不睡觉的架势 他从没这么闹过脾气 荔枝眼这么想着 忽然想到自闭倾向的孩子 坚持需求正是与外界沟通的表现之一 他又赶紧坐到孩子身旁 强行将他转过来面对着自己 小团子气呼呼地瞪他 这样生动的表情 自从症状严重之后 几乎没有出现过 如果我答应你的话 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讨价还价是荔枝眼的基本操作 小团子激动地点点头 示意他开口 每天画幅画 或者拍照照片给我看 小团子很奇怪 这是什么要求 他赶紧点头 生怕荔枝眼会反悔 而且不能乱画乱拍 必须是你觉得想画想拍的内容 知道了 丑巴巴你真啰嗦 小家伙时隔许久 又看向床边的眼洞仪 机械的声音响起来的的瞬间 荔枝眼几乎压抑不住嘴角的笑意 他亲了亲孩子的额头 继续跟他阅法三章 去了书奈依依家 不能给他添麻烦 依依在工作的时候 不能捣乱 不能一直吃小饼干 知道了 约定好的的父子俩 甚至没有通知书奈这个当事人 接到荔枝眼同一个的时候 书奈整个人都傻了 孩子来是无所谓了 可他们商量的时候 真的都没有想起来 要征求下他本人的意见吗 虽然他百分之二百会答应 一日 W正式派人来和荔枝眼谈地皮的事情 书奈作为负责人 依旧需要在场 他这段时间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已经彻底忘记自己 在历史何在 W用的是两张皮了 索性等他和W的人碰面的时候 那人压根没认出 他就是书奈本人 你们历史都这么清闲的吗 那人带着一脸巨傲 翘着二郎腿 坐在会客室里 看着书奈的眼神 也不太友善 书奈一开始并没有反应过来 甚至以为他是在故意讽刺 是在自己胳膊肘朝立之眼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等会儿见了立总 你还这个态度 这个项目绝对要黄 书奈看着怀里 关于成熙地皮的资料文件 用笔勾画了几个 需要亲自提问 荔枝眼本人的地方 头也没抬之类对道 你一个小小的秘书 长得奇形怪状的 荔枝眼居然会容忍 你在他身边待着 虽然话难听 但也提醒了书奈 他凉凉地看抬头 看一眼他 提醒 我就是书奈 我不管你现在有什么疑问 等会儿不要表现出半点不正常 如果让立之眼发现什么 你不会想知道 你要承担什么后果的 眼瞅着立之眼 就要走进会议室了 书奈警告地 盯了一眼对面呆愣的人 起身朝着走进来的立之眼伸出手 立总 这么快迎来第二次合作 全凭您的赏识 今天我聚闲楼订了餐 您赏个脸一起吃饭 立之眼奇怪地瞅他两眼 握住他的手 客气道 哪里 是书特助能力超群 至于晚上吃饭 书特助都设宴邀请了 我自然是不会推辞的 像个人仿若素未谋面似的 你来我这一套客套说辞 不仅把W的那人 唬得一愣一愣的 顺便也让后脚走进来的孟琪 也一脸猛逼 那人脑子里飞速转了一圈 猜想这大概是高层之间的约定 立之眼和书奈可套的样子半点都不像是关系好的熟人 那会议正式开始 孟琪坐在立之眼身旁 给了W那人一个警告的目光 示意他把随意打量的视线收一收 书奈显示官方的表达了W现在的立场 说了一堆 虽然他们不在意地皮 但不可否认 这是一个机会的废话 言下之意就是告诉立之眼 这地皮可是你主动给我们的 别到时候赖账 立之眼眸子里带着笑意 听着书奈迫不及待地结束了这个话题 还叹了口气的样子 差点笑出声来 这话是高层要求他说的 明明都是些废话 可是那群人还一致同意 让他必须放着立之眼的面说 还务必要让他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典型的 越没有什么就越要强调什么 好 接下来进入正题 我今天代表的是我们公司海外分部总裁 极准来参会 身旁这位 是几强既懂的代理人 我想首先问几个关键问题 书奈严谨一概地介绍了W方的人员 虽然这次是个大项目 但他们整个会议室也就他们四个人 这也是立之眼要求的 之后书奈问的问题都在关键点上 基本设计了地皮上的各种问题 确认了地皮的合法性和建设使用权 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他两年矛头转移到 为何立之眼会出售使用权这个话题上 虽然问得很平和隐蔽 但立之眼还是马上听出了他问题的尖锐 因为立是暂时不需要 搁置就等于浪费钱 反正之后项目想要随时启动 我们都可以用再找别的地皮 好家伙 这是什么底气雄厚的凡尔赛 包括书奈在内的W人员马上酸了 书奈怨念的丁立之眼一眼 继续问 那为何选择 W合作呢 毕竟您大可以将地皮拍卖 你想知道答案 我以为你知道呢 立之眼凝视着书奈的眼睛 轻起薄唇轻笑道 可 书奈嘴角一抽 下意识重重咳嗽一声 赶紧圆场 罢了 立总选择我们 自然是觉得W值得 我这个问题实在显得多余 W那人也责怪地盯着书奈 嫌他多嘴 书奈这边说完 那人也开始转达己强的意见 长天大论半天之后 也只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 别心怀不轨 我们可是有防备的 话虽然说得好听 但是杀气 还是有的 书奈无语地翻白眼 他刚才的问题 不过就是正常的怀疑 他这已经直接上升到宣战了 到底是谁 比谁不懂事 这话大概不是吉董让你转达的吧 立之眼听完 表情又转回了平日里冰凉 语气也冰冷刺骨 那人神色有些慌张 但马上稳住了 自然是我们吉董要求转达的 立总这怀疑无凭无据的 是想如何 罢了 既然知道传话都要撒谎 看来 WE也没有合作的诚意 那合作不如就此作罢 言罢 他起身便走 不仅舒奈没有反应过来 就连一旁的梦起都蒙了 眼瞅着立之眼大不离开 书奈心里的火气 灯石掩藏不住 质问 WE那人 你但凡说实话 立之眼也不会这么生气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 让你篡改吉董原话的 那人被这场景吓呆了 他是看着溜须拍马 才混到几墙身边的 在几家总部继承人站队极准 选择了吉董 喜欢的吉语这边 而这 夏马威 一般的话 自然是吉语自作聪明 让他改的 蠢货 书奈怒不可遏 当场摔了文件 指着骂人教训 吉语不过是个副总 吉董的话都改随意篡改 你是想干什么 那人吓得几乎跪在地上 满脸的惊慌失措 语不成调地求书奈 书特助拜托你救救我 千万不要告诉吉董 那这个项目怎么办 就这样黄了你觉得 吉董不会怀疑 你这是在拖我下水势吗 书奈生气归生气 发难的同时还在思考 为什么荔枝眼的反应这么大 实在不像是他平日里的行为方式 可是等到这人痛哭流涕地求他的时候 他突然明白了 荔枝眼这是在帮他收拢人心 罢了 我去跟丽总谈 你就在这里 等会儿去跟丽总道个歉 不等那人感激涕零 书奈踩着高跟鞋 朝着荔枝眼的办公室走去 梦奇很快就给他开了门 然后他就看到了悠哉悠哉喝茶的荔枝眼 戏演得不错 他抬眸笑着道 谢谢夸奖 书奈语气轻快 还调皮地朝着他眨眨眼睛 他下意识地不想将感激表达得太郑重 他猜荔枝眼也不愿意看到 他正儿八经地说 谢谢 俩人在办公室待了十几分钟 书奈这才收拾好表情 换上一副精神紧绷以后得放松疲惫 走出办公室 那人一直在会议室等 精神极度紧张 甚至在看到书奈后 想要站起来 都腿软到需要扶着桌子 书特助 怎么样了 书奈装作一副累得不想说话的样子 坐下在桌子上趴了一会 才如释重负地说道 搞定了 你等会儿去道个歉 但我猜立总一定不想搭理你 道了歉出来就是 好的好的 我马上去 那人深吸两口气 感激地看书奈一眼 像是要说什么似的 朝着书奈鞠了个躬 转身走向荔枝眼的办公室 他道了歉 又将几墙的原话 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之后 立之眼才大发慈悲地抬起眼皮看向他 你几家内部的权力争斗我一个外人 并不想多说什么 但是我还是多说一句 给予这个人没有主见意气用事 不是那块料 多谢立总提点 那人压根没有意识到 立之眼身为外人 评价几家内部的人是忌讳的事 他完全沉浸在得救的喜悦里 甚至对书奈和立之眼产生了真情实感的感激之情 再次见到书奈 他恨不得抓着书奈的手 言辞表情里满是激动 多谢书特助 今天救我一命 要不然我真的救 不是我救你 而是我救了这个项目 反正之后 说话办事 别总想着走捷径 迟早会毁了你的 书奈并没有对他表现过多的热情 客套地劝戒两句之后 头也不回地准备离开 而这也完全击中了这人的内心 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 又看看书奈的背影 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会找机会报了这个恩情 而且单从书特助的能力来看 综合最近几强对两边的态度来看 他跟着急语 好像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了 回到自己位于总裁办公室 不远处的新办公室 书奈无语地看着面前 一大片空旷工作区 还有对面忙碌的梦起的影子 犹豫地送开了拉百叶窗的动作 刚受人恩惠 这会儿就像不想看到 人家似的隔开视线 好像不太礼貌 合作达成 也约定了月看地皮的时间和签订合同的时间 书奈这个项目算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大洋彼岸的极准很快知道了消息 跟几强通了电话之后 他很快又给书奈打了过来 书奈接通电话 刚打算开口就听到了极准满是怒气的声音 赶紧离开历史 将这个项目移交给别人 我不需要你去做那种危险的事情 危险 书奈一愣 脑袋里盘算半天 才明白他说什么 你知道了 废话 几准这么多年 第一次这么语气不好地骂人 几强说什么你就答应什么 他让你现在拿刀去捅了荔枝眼你 难道也要答应吗 其实没事的 到时候我不顺着他的要求不就行了 当下最重要的是稳住极懂 让他看到你的价值和能力 疏奈语气柔和地劝说他 但极准熟悉他的性格 说话越是这样慢条斯理充满耐心 他就越是固执 不行 我不可能让你去冒险 你今天就给我离开历史 别拒绝我 这是命令 极准急得几乎要马上飞回来 疏奈无奈地沉默半赏 最后开口 极准 别把我当女人 把我当战友 行吗 他们一起奋斗了四五年 不能在最后关头 因为他女性的身份 而放弃大好的机会吧 我不需要你去为我冒险 我不是为你 我是为我们 极准听着这句话 心里像是碎了一块似的 他的怒气完全出于对他的爱护关心 出于他不可言说的私人感情 可是舒奈从没有想过 他只把自己当朋友 当同事 两个人齐齐沉默 最后还是舒奈率先服了软 几墙安分手挤这么多年 不会真的干出什么杀人绑架的事情的 我猜他大概就是在考验我对W是否忠心 而且我不一定会听他的 这个项目不过一两个月就会结束 到时候我离开力士不就没事了吗 极准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满脑子都只有舒奈替他承担了太多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他和立之眼离得太近了 上次见面他就对立之眼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欣赏 万一 万一他对立之眼心动呢 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是谁他都能接受 但绝对不能是立之眼 极准始终没有说话 并且率先挂断了电话 舒奈莫名其妙地看着背手机 刚确定项目的兴奋 也无法让他高兴起来 他感觉自己现在和极准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了 不仅是在工作上的 还有生活中的 他不信任自己 将是接下来最大的挑战 一整天舒奈都闷闷不乐 晚上请立之眼吃饭的时候都没能高兴起来 怎么这个表情 反倒是立之眼 仿佛刚捡了便宜的是他似的 眼角眉梢满是肆意与放松 我什么表情 舒奈笑着反问 他出门的时候 特意照着镜子笑了两分钟 努力让自己的丧劲全部隐藏 可居然第一眼就被立之眼识破了 他索性不再装作开心 叹口气将菜单放在立之眼面前 一副你很不开心的表情 可是我刚才笑得不假呀 舒奈还是很好奇 他怎么能一眼看穿 假 你笑起来 笑起来 眼睛会说话 舒奈一愣 平静的心脏又开始隐隐加快速度 他指尖收紧 不自觉地抓着衣服的一脚 装作没被聊到 立总还挺浪漫 眼睛会说话这种话 不像是你能说出来的 那我会说什么样的 大概就是 舒奈居然很认真地想了想 两久之后慢慢道 大概就是 你笑起来的样子更好看之类平平无奇的这种话 你笑起来的样子确实更好看 舒奈觉得自己说错了 这话哪里平平无奇了 这明明就是重磅炸弹 舒奈被这么一句话聊得脸红心跳 可视线余光装作不经意看向立之眼的时候 他却满脸一本正经 仿佛刚才并没有说话似的 没忍住狠狠咳嗽两声后 舒奈半垂着眼皮 强制让自己变得爽朗道 谢谢立总夸奖 一句话将空气里的暧昧气息尽数驱散 立之眼轻笑一声 也回他 不客气 明明是宫市之间的饭局 中途跑了一个人 这顿饭就变得奇怪了起来 梦起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要不把他喊进来一起吃 舒奈没话找话 任谁都能看得出他满身的不自在 偏偏立之眼熟视无睹 看着眼前颇有些手忙脚乱的人 似乎心情还挺不错 立之眼慢悠悠地端起清茶喝一口 又轻轻放下 追着笑意的嘴角始终没有放下来过 他早就下班了 意思是 这顿饭就我们两个 舒奈愣住了 虽然心里早就有这个答案 但为何从立之眼的嘴里说出来 杀伤力这么大呢 对 行吧 他认命了 那立总 今天 W只有我一个人在场 我一定会让您宾至如归 您有什么要求 一定尽管提 千万别跟我客气 舒奈皮笑肉不笑 这话说出口 自己都觉得别扭 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好像早就从起初的同事关系 进入到了还算可以的朋友模式里 突然这么客气起来 气氛怪异极了 虽然他也不确定 将他们之间的关系 偷偷定义为 朋友 是否合适 那书特注 可以麻烦再替我倒一杯水吗 立之眼神情放松 倒像是将这场饭局 当作了和朋友之间茶余饭后的小句 言罢 他特意将自己的杯子 放在书奈手旁 书奈这才感觉到些许的自在 毕竟这才是他所熟悉的 和立之眼的相处模式 两个人简单就项目的事情聊了两句 点的菜品都几乎都上起了 书奈忙了一天 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这会儿看到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食指大动 立总 那我就不客气了 书奈朝着立之眼灿然一笑 拿起筷子不客气地率先吃了起来 心想 看他不慌不忙的样子 他要再假客气半天 估计真要饿到晕过去了 立之眼也不在意 看他吃得开心 似乎也对满桌子的菜开始感兴趣 这个不错 他看向好吃到眯起眼睛的书奈 带着笑意问道 声音就像是春日里破冰怒阳的溪流 带着春的暖意冬的凌冽 钻进了顺车的耳朵里 然后顺着四肢百骸 让书奈手指尖都开始心动到颤抖起来 他恨不得想要骂句脏话 来斥责自己身体不受控制的反应 额 书奈慢半拍地抬起头 耳垂透着醉人的烟红 不太感知是立之眼的毛子 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轻轻道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是吗 那我好好尝尝 好家伙 书奈在心里狂喊 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了 他这是想干嘛 使美人际让自己交代W的机密吗 索性他还是有理智的 为了不让自己接下来的时间里 太过尴尬 他悄悄给小团子的电话手表 发了条信息 一一再吃好吃的 小团子要不要来吃啊 没多久 消息就回过来了 只有一个简明恶药的 好 书奈这才放心了 看着立之眼的眼神 又有了底气 刚才浑身发热的症状 似乎也消失了 等会儿会来个人 立总介意吗 介意的话 那人就能不来吗 立之眼心情似乎不错 这种饭局上私自喊人来 是很不礼貌的 但他看书奈这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也猜到了来人的身份 没多久 他们包厢的门就被敲响了 书奈起身去开门 已经伸出手 准备去抱小团子了 可是没想到 现在门口的确实立之眼的弟弟 立臣 立二少 书奈下意识收起了笑容 露出了公式化的表情 看着立臣 您是来找立总的吗 立臣上下打量他片刻 心里微沉 刚才他正在家里和小团子玩耍 可孩子收到一条短信之后就非要出门 他检查了短信 发现发见人是书奈 心里很是不爽快 自己小侄子这么没有戒备心 外人喊他出门 他就屁颠屁颠地要去 万一书奈有别的用心呢 上次的接触 让他认识到 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在这么长时间之后 还能让他哥对他这么信任 那就不只是有能力这么简单了 说不定还有心机 不是你喊我们来吃饭的吗 书奈从他的态度里 很快察觉到不友好 但是因为他的身份 也只能咬牙忽略了他的挑衅 小团子也来了 那快请进 言罢 小孩子呼得从丽辰的身后跳出来 给了自家叔叔一个白眼之后 猛地扑进了书奈的怀里 一一我们不理他 丽辰看着孩子小本上的内容 几乎当场吐血 这孩子真是胳膊肘往外拐 到底谁才是他的亲人呢 别闹了 赶紧来吃饭 丽之言稳坐如山 等到服务生重新上了一份菜品之后 四个人围着桌子坐好 小团子非要左手挨着自家老爸 右手挨着书奈 可怜的丽辰只能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座位上 被这么区别对待半赏 饶是刚才气势汹汹的态度 都被磨平了不少 可怜巴巴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看着对面的三个人 说说笑笑 开心得很 话说书小姐是不是马上就要离开历史了 原本温馨的气氛又被历臣这句话打破了 小团子一愣 呆呆地看向书奈 委屈地憋起嘴巴 书奈眼瞅着孩子泪水就要掉下来了 赶紧搂住她安慰 依依还是会在小团子的小区住的 之后小团子想见依依还是很方便的 可是我不想依依走 依依不走 书奈急了 孩子现在情绪不稳定 大概也听不进去她的解释 只能顺着她的话安抚 依依会一直陪着小团子的 不骗我 不骗你 书奈怕她不信 还伸出小指跟她拉钩 骗你的话是小狗 孩子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 但好像依旧有点闷闷不乐 立之眼则怪地瞅了一眼历臣 起身示意她跟着自己出去 历臣一头雾水地起身 心惊胆战地跟在自家大哥背后 虽然知道自己没做错事 但从小被收拾得威严犹存 心里还是害怕得紧 哥 我没说错什么呀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立之眼也不主动开口 半分多钟的时间里 历臣几乎煎熬到没有底线地直接认错 好在她还是有点骨气的 你知道深深喜欢书奈吧 知道归知道 可那个女人到底是个外人 还是W的人呢 历臣十分不理解她的做法 你就没想过 万一 不会有万一的 你怎么这么确定 立之眼的态度越是坚决 历臣就越是担心 毕竟他们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值得彼此信任的物质血缘 甚至法律基础的 数年的法律学习生活 还有二十多年来 那些声称对她好贩都是有所图的经历 让她不相信任何没有依托而存在的感情 哥 你到底相信她什么 历臣越说越生气 在她看来冷静睿智的大哥 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凭空出现的女人 够了 我们之间还有合作 你今天收敛一点 别把气氛搞得太僵 立之眼被她这么质问 心里也有些不痛快 但是自家弟弟的劝诫 曾是困扰了她许久的问题 她现在不能解释 只能让历臣不要给她惹事 还有合作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承熄弟提的事情 历臣惊恶到说不出话了 张嘴呆愣了半天才不可置信地问 哥 你是不是被疏奈下迷魂药了 你认真回答我 立之眼的形象从来都是不会出错的 是出反常必有妖 难不成她哥在酝酿什么大动作 你闭嘴吧 立之眼懒得搭理她 看她神情不再紧张兮兮之后 转身就往包厢里走 哥 历臣追上她 拽着她的袖子追问 所以你是有什么大动作了是吗 技嘉这些年半点都不安分 咱们是准备先下手为强了 别说了 我自由安排 你要是对公司的事情很关心 就收拾好回来帮我 立之眼想让历臣回公司的想法 已经很多年了 从孩子生病后 刚大学毕业的历臣就去历市实习过一段时间 但是奈何 她招风引蝶的 给公司带去了很不好的影响 被老爷子斥责一顿之后 索性就不去了 哎 别想啊 我才不去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没本事还玩的话 去了不就是给你添堵吗 等你想好了告诉我 历臣这种自暴自弃的话 立之眼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大概从小被她训得太狠 自己给她的压力太大 以至于她现在对什么都兴致缺缺 反而是吃喝玩乐样样拿手 可立之眼也知道 在她上大学的时候 偷偷报名参加海外的各种竞赛 参加各种项目 都拿过不错的成绩 但似乎在她看来 这些都不算是成绩 我还是混吃等死吧 历臣垂头丧气的样子 落在立之眼的眼里 着实让一兄一父的她 反思了很长时间 在认识到自己对历臣的教育 太过严苛之后 她对深深的教育 就宽松纵容得多 两人回到包厢 书奈还在画着花样 想让孩子开心一点 可是小团子像是对那句话 还耿耿于怀似的 一直都很怨念地盯着自家小叔 没办法 历臣只能认怂 没吃两口 就找借口跑了 临走还搂着孩子答应过几天 一定给她赔罪 小团子傲娇地撇过脸不理她 直到她推开包厢的门才拍了拍 桌子喊住她 举起自己的小本本 我要最贵的积木 历臣见她终于愿意搭理自己了 激动挨地从门口冲进来 抱着孩子狠狠亲两口 小叔明天就给你送家里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再给过书奈一个眼神 书奈理解 他对自己的戒备 就跟当初立之眼一般 但是他实在没有心力再去解释了 一顿饭吃的心交历劫 等到书奈终于以为自己解放了 谁知道小团子始终赖在她身上 说什么都不愿意跟立之眼回家了 团子一一真的不会走的 可小团子充耳不闻恶不 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指了指自己 又指着书奈 固执地看着立之眼 父子俩打雅迷式地互相瞪了半赏 最后立之眼叹口气败下阵来 说道 记得答应我的话 不能捣乱 小家伙喜出望外 不住地点头 搂着书奈脖子的手 越发使劲 暂时还不清楚 他们之间约定的书奈 一脸猛逼地抱着孩子上了车 直到立之眼将他们送到小区楼下 书奈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孩子今晚跟他入睡 虽然求之不得 但书奈表示这也太突然了 抱着孩子回到家里 书奈在打开客厅光 看着孩子跑到沙发旁的一瞬间 几乎觉得这就应该是他的生活 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孩子 好像也很充实很幸福的样子 依依 你来 孩子在沙发上稳当坐好 朝着书奈挥挥手 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书奈走过去 极为配合地正经微坐 谋色柔和地凝视着孩子的小脸 等着他写字 以以你以后会离开吗 这一路上 他已经区分了 离开历史和离开他的含义 所以问的时候 表情很是忐忑 书奈心软得不像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希望 一辈子都不离开这个孩子 无论以什么身份 都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 只要小团子需要 我就会一直在的 那以以后会结婚吗 书奈不明所以 孩子问这个问题 难不成还是希望他会和立志眼结婚 他不忍心骗孩子 毕竟戳穿谎言带给孩子的伤害更大 书奈不会结婚的 所以 干脆说实话就好了 可是孩子无法理解他这个决定 他歪着脑袋想了很久 又问 为什么 每个人都要结婚的 书奈笑着摇头 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刮 轻轻道 因为书奈之前看错了一个人 生了一场病 就不会再有爱情了 没有爱情是结不了婚的 那个人是爸爸的话 也不行嘛 书奈心里微动 他控制不住地开始设想 如果那个是立志眼的话 是立志眼的话 好像结婚也没有那么抗拒了 但还是不行 他不是个正常的可以结婚的对象 他有很多秘密不想被发现 所以 还是不结婚的好 丽晨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 想来想去 都觉得放心不下 自家老哥虽说有自己的考量 但他总觉得 其中还有没有明说过心思 他辗转反侧半赏 最后给正在熬夜打游戏的 陆远扬发了消息 让他最近多盯着 WV那边的消息 要什么消息啊 几强的 还是那个不成器的给予的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这个差事有被抓的风险 我要是进去了 你和你哥可一定要来捞我 陆远扬半点不正经的回复 满心满眼都是电脑屏幕里正在厮杀的小人 你正经点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女人吗 淑奈 总而言之 你帮我盯紧她和几墙 如果有半点不对劲 赶紧告诉我 丽辰的语气太过严肃 陆远扬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过 她这么认真地说话了 你最近对公司事务这么上心的吗 难不成要结束你花天酒地的生活 开始工作了 历尘不去历市的原因 大家心知肚明 有那么一个优秀的哥哥主持大局 他选择去 就要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然而 这小子是个缩头乌龟 明明脑子可以 但非要自嘲 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 再说绝交 爱行行 我不说了 有消息打电话给我 言罢 黑着脸的历尘挂了电话 心塞地抱着枕头准备睡觉 就连小妹妹们的晚安消息 都没心情回复了 而另一边 书奈面对着孩子的问题 只能装聋作哑地转移话题 孩子促暇地盯着她微红的耳垂 笑而不语不再追问 第二天一早 自己睁开眼睛的小团子 抱着枕头 站在书奈的卧室门外 轻轻敲了敲门 书奈没多久就睡眼朦胧地过来开门 低头看着孩子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便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问 是心情不好吗 孩子点点头 扔掉枕头 搂住书奈的脖子 小小的身子 努力地往她怀里钻 书奈太困了 瞅了一眼时间 才早上五点左右 左右也没事做 她便抱着孩子上了床 让她搂住自己的胳膊轻声安慰 要不要再睡一会儿啊 一一陪着你 小家伙点点头 看着书奈的脸 凑过去蹭了蹭 这才仿佛有了安全感似的 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等到书奈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八点钟了 孩子八爪于是地紧紧抱着她 小脸紧紧地贴着她的脖子 呼吸绵长 睡得不错的样子 书奈越看越觉得孩子可爱 粉雕玉琢般的娃娃 就像个糯米团子似的 让人恨不得上嘴咬一口 她这么想了 也这么做了 孩子脸淡口感Q弹 还带着浓浓的奶香 她亲了第一口 忍不住还想亲第二口 孩子就这样被她 一口一口给清醒了 嗯 她迷糊着睁开眼睛 喉咙里发出了 类似于猫咪撒娇时的呜呜声 看到书奈的瞬间 便轻易地凑上去 用一脸淡的口水去蹭她 哎呀 书奈低呼一声 又将口水给她蹭回去 两个人就这样在被窝里打闹半天 直到再也没有了睡意 一一去化妆 你先自己玩一会儿 为了防止在荔枝眼面前露馅 吃了两次亏的书奈 这次学聪明了 先化好妆 已被荔枝眼突然上门 小家伙也不哭不闹 安安静静地坐起来 揉着眼睛示意她快速 自己则跳下床 跟着进了浴室 自己要了牙刷乖乖刷牙 等会儿想吃什么呀 一一给你做鸡蛋烧好不好 小团子满嘴的白色泡泡 两眼放光地朝着她点头 一只手还努力地比划着什么 书奈一看便知 笑着问她 还想要小熊饼干 还是小熊饭团 小团子忙伸出手比了一个 爷 失忆两个都要 可是距离上班时间已经很近了 两个都做不太现实 书奈让她做选择 只能做一种了 想吃哪个 从两种喜爱的食物中 做出选择 大概是小团子长这么大 遇到的最困难的抉择了 她苦苦思索良久 最后艰难又不舍地放弃了小熊饼干 直到书奈已经走进厨房 她又戚戚爱爱地 拿着自己的小本给书奈看 那一一晚上可以给我做小饼干吗 当然可以 书奈点头 心想着孩子在门口转悠半天 就是为了跟她提这个要求吗 这小心翼翼的样子 真的太招人疼了 早饭做好 将孩子抱上椅子 书奈猜测 这个点荔枝眼 差不多该来接孩子了 索性便多摆了一副碗筷 果不其然 没多久就听到了门铃响的声音 书奈去开了门 抬眼就看到了脸色沉郁的荔枝眼 谋色深沉地想刚见面那会儿 是出事了吗 书奈开门 让她先进门 指了指餐桌的方向 又道 先进来吃点东西吧 荔枝眼一早上 因为陆远阳的电话心情不渝 这会儿看到书奈 心情就更加复杂了 不吃了 书奈奇怪地瞅她一眼 静止走向餐厅 你不吃孩子 也是要吃早餐的 过来坐下多少吃点 荔枝眼看向吃得正香的孩子 只能坐过去 看着眼前似乎早就准备好的餐具 还有明显比两人份多的食物 不由地看向书奈询问 想着你要来接孩子 估计也不会吃早饭 就多做了一人份 说得似乎很简单 但其中的心思 已经很让人感动的 荔枝眼一言不发地拿起筷子 加起可爱的小熊饭团 塞进嘴里咀嚼半赏 味道竟然甜丝丝的 完全是小孩子的口味 可是竟然出乎意料地好吃到上瘾 一顿饭的时间里 书奈温柔贴心地 几乎像是完全适应了 母亲的角色 她时刻都在关照着孩子 甚至还能捎带荔枝眼这个 孩子父亲 荔枝眼在内心问自己 真的会有人的演技 能逼真到每时每刻都在扮演角色吗 真的有人能完全融入角色不出戏吗 一顿饭的时间 她在自问 也在默默地观察着书奈的一举一动 甚至眼角眉梢的每一个微表情 直到最后 她才在内心默默确定 她选择再一次相信她 在书奈不知道的时候 荔枝眼又一次因为她 做出了一个超出她控制 将选择交于别人手上的决定 警号警号警号第82章 小团子背叛 荔枝眼大清早这么反常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陆远阳的一通电话 她甚至没有直接联系丽晨 而是语气严肃地给荔枝眼打了电话 她昨天利用WV内部局域网无人维护的时间 侵入了他们的内网搜索关键词 直接定位到了几墙等高层聊天的相关内容 虽然语焉不详 但是中心意思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安插书奈到立世 让她听从命令 找合适的机会下手 至于什么是合适的机会 怎么样下手 对谁下手都是未知的 陆远阳看着这些内容的时候 几乎下清醒 她是确定了一遍又一遍之后 才给荔枝眼拨打了电话 那个女人接近你 就是别有居心 荔枝眼你千万要早点做决定 那个女人现在和深深多 亲密你也看到了 立之眼一开始并不相信陆远阳所说的 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 书奈从未在她面前 展露过有攻击性的一面 甚至纵容了自己很多次无理的试探 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 言罢 也不得陆远阳气急败坏地教育她 穿好衣服就往书奈家走 一路上她想了很多 答应将成熙的地皮卖给 W是她的计划 想看几强露出马脚 也是她的计划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几强会选择书奈来当她的枪 走到书奈家短短十分钟 她的理智已经替她做出了选择 彻底和书奈断开任何工作之外的联系 可是给她开了门的书奈 依旧想往常一般 笑着给她开门 无微不至地关怀她的儿子 一举一动之间都没有作秀的痕迹 立只眼控制不住地设想 万一她没有答应几强的要求呢 万一在公司和他们之间 书奈选择了他们呢 她是否可以 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相信书奈机会 立总 你再这么苦大愁身下去 要把孩子吓坏了 书奈虽告诫自己 立只眼情绪如何跟她没有关系 可是她眼神总会不自觉地 朝着立只眼的脸上瞟 以至于孩子的眼神 总在他们两个之间打转 神情坠坠不安地闷头吃饭 想通了的立只眼 脸上终于带了笑 给自己刚才的情绪找了个借口 抱歉 今天起床气有点严重 你有起床气 书奈皱眉 用一种 你不要骗我的搞怪表情看着她 不过立总有起床气这点 还是挺让我惊讶的 为何 书奈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立只眼居然顺甘追问起来 看着她的眼神也认真极了 嗯 书奈皱眉思索片刻 给出她的回答 因为感觉你对情绪的控制 就像机器一样精确 起床气这种不受控的东西 不应该出现在你身上 说白了 这就是大众对顶尖成功人士的刻板印象 书奈本之身为 社畜 自然也免不了这样想象 听到她这么说的立只眼灯时 忍俊不禁地笑出声 指着自己的鼻子解释 我也是个正常人 她也是有情绪的 也是有喜怒哀乐的 就像是刚才接听了陆远阳电话之后 一时间不受控制的失望愤怒 几乎席卷了她的情绪 大概是看两个人聊得还挺开心 小团子的表情也逐渐明朗起来 她将自己碗里的最后一个小饭团吃掉 蹦跶着跳下椅子 非要拉着荔枝眼去厕所 怎么了 肚子不舒服吗 书奈以为她吃坏了肚子 忙蹲在她跟前 伸出手就要去使她额头的温度 小团子乖乖地站在原地不动 让书奈摸了半天 确定没发烧之后才松开她 是肚子不舒服吗 就是想让爸爸陪我上厕所 书奈满头雾水 眼睁睁地看着父子俩进了浴室 思索半赏没有结果之后 她索性就当这是父子俩培养感情的特殊方式 完全没有想到小团子居然在一夜之间叛变了 小家伙把荔枝眼带进浴室 哼哧哧哧地踩着小凳子将书奈的化妆包拉开 精准地找到她常用的那瓶黄色的粉底液 塞进了荔枝眼的手里 这是什么 荔枝眼看着手里陌生的瓶子 试图从自家儿子手舞足蹈的动作中看出什么 这是你书奈阿姨经常用的 小家伙赶紧点头 十分后悔没有把自己的小本子带进来 看着孩子继续手舞足蹈 荔枝眼继续猜 你想说你书奈阿姨是故意用颜色这么黄的粉底液的 小团子继续点头 朝着荔枝眼竖起大拇指 期待地等着她继续猜下去 可是荔枝眼到这里就停住了 她甚至大概将书奈化妆包里的东西看了个遍 但奈何 她是真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只能一脸无奈地朝着孩子贪手 还有什么 小家伙快被气炸了 她指着自己的脑袋 又指了指荔枝眼的脑袋 质问她 你不是我爸吗 怎么脑子这么不够用 她今天可是要把和姨姨之间的秘密告诉她 让她鼓起勇气追求疑疑的 可她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剑实在没什么办法了 小团子灵机一动 直接拿起疏奈的眉笔 在自己的嘴脸和内心各点了一个黑黑的痣 又挤了点粉底液 像画画涂颜料似的在自己脸上一通乱抹 最后朝着荔枝眼做了个鬼脸 身体力行的场景再现 终于让荔枝眼明白了孩子要表达的内容 但是她并没有很震惊 反而是淡淡道 你说你一一故意扮丑 自家老爸这个半点不惊讶 态度深深伤害到了小团子 他捂着心口 声泪俱下地在大理石台面上写字 你早就知道 不知道 你不惊讶 意料之中 刚才还嫌弃自家老爸笨的小团子 憋着嘴巴 很是难过的 再次认清了一个现实 将还是老的辣 他老爸不愧是云城最聪明的男人 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个 荔枝眼将孩子抱上台面 拽了张洗脸巾 给孩子洗脸 可谁知道 越擦越是忽了一脸 还是小家伙自力更生 挤了点卸妆乳 才将脸上的粉底清理掉 他们在浴室里待了很久 书奈已经着急地站在浴室门外喊了 小团子抓着荔枝眼 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你不想知道 姨姨长什么样子吗 等他想让我知道的时候 我自然会知道的 历尘一早就从被窝爬起来到公司 原本是找荔枝眼来的 刚进公司 就被一众小姑娘绊住了脚 聊妹的本质一上来 她就忘了本来的目的 手肘往前抬一搭 闲聊起来 逗得一众小姑娘羞红了脸的时候 历尘不经意一抬头 注意到员工电梯人群最后的一个轻力背影 显眼的芥末色风衣垂到小腿 身姿高挑 卷发微锤搭在肩上显出几分慵懒来 单看背影绝对的美女 历尘眼睛一亮 正要跟上去 身后传来一个略显耳熟的声音 历总 分公司那边申请 历总 历尘恍然醒悟此行的目的 一转头就看到自家哥哥修长挺拔的身影 他挥手就喊 哥 历尘眼微遗憾手 抬手示意梦起继续 眼看历尘眼就要从他身边走过 历尘急了 赶紧跟上去 边跟上边说 哥 那个WE集团的秘书 历尘眼没注意听他的话 余光注意到对面电梯最后那个明显挤不上去的芥末绿身影 他脚步一停 怎么了哥 历尘怨气正大 正劝戒吐槽着 历尘眼一停 他也下意识跟着停下 等下人 历尘眼回到 他看了眼梦起 朝人群中的背影指了指 历尘下意识跟着看 看到那个轻力的背影 又是一阵心魂荡漾 梦起立刻心领神会 高声道 书小姐 大厅早因为历尘眼的到来 安静地落针可闻 书奈准确地捕捉到声音 回头一看 书奈走过去 微微挑眉 历总有什么事吗 这样问着 他眼睛开始不住地挤人身后的电梯看去 正是上班的高峰期 律师集团的几辆员工 电梯门口都排满了人 他等了半天 也没能挤上去 唯独立之眼专用的总裁电梯前空无一人 实话实说 他盯上很久了 书奈直勾勾的眼神 可以是说毫不掩饰了 立之眼好笑地邀请道 一起 书奈还没回答 一旁芳心碎成一地的立尘 就率先出声 哥 他怎么还在这儿 立尘咬牙切齿 颇有敌意地瞪着书奈 书奈一挑眉 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朝他一点头 立二少 又见面了 立尘下意识地一点头 随即反应过来 脸色更难看 你蓄意接近我哥 是不是想对立是不利 闭嘴 立之眼打断他的话 冷眼警告他 立尘不甘不愿 却只能停下 他都已经从陆远阳那里知道了 W高层的秘密 连他都知道 被WA集团安插在他哥身边的书奈 就是一个不定时什么时候爆炸的炸弹 他哥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不清楚 眼前这个脸色蜡黄 又老又丑的女人 到底给他割下了什么咒 立尘苦大愁深 一路警惕愤恨地盯着书奈的背影 恨不得把书奈身上盯出个洞来 书奈恍若未绝 淡定地站直 电梯一路直打顶楼 书奈礼貌性地微微一笑 谢谢立总 我先前工作了 得到立之眼的回答 他轻轻朝一旁的梦起点头 而后静止出去 踩着一双细跟的高跟鞋 身姿飒爽 聘聘停停 只要不看脸 任谁看都是个难得一见的美女 俗称背影杀手 立尘先是出了神 直到看到书奈推开他办公室门时露出来的蜡黄侧脸 他才猛然抽神 脸色更黑 哥 立尘咬着牙 急忙跟上立之眼的脚步 跟在他身后进了总裁办公室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他的办公室怎么会在你办公室旁边 立尘怨气难消 说道 当初的合作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让他接着跟在立氏合作 WE集团只有他一个人能干的人了吗 陆远阳调查到的东西 你都知道了不是吗 怎么还要留着他 你不怕危险 也要记着深深啊 立之眼耐心地等他说完 手中的钢笔敲了敲桌面 说完了 哥 他这样风轻云淡的样子更是让立尘疑惑又不解 立之眼气定神贤地坐在椅子上 和上笔帽 终于抬头看他 你说的事情我都考虑过了 相比先前像是充耳不闻的不配合态度 他现在的态度又显得很好 你也知道立氏和WE的合作不可避免 我已经和你强调过了 书奈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少见 我很赞赏他 至于你说的 立之眼脑海中闪现过书奈脸上总是毫不设防的笑意 有些出神 他动作微顿 掩饰性地拿起杯子 WE集团错乱复杂的人员里 他确实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立之眼垂着眸子 将杯子抵在薄唇边 补充了一句 目前而言 他回过神喝水 却喝了一空 杯子里半点水都没有 连杯子都是凉的 索性立尘症陷入沉思 并没有注意到 让他有些尴尬的一幕 立之眼摸了摸鼻子 放下杯子 摁了秘书部的灵 立尘只听他这么说 就知道他拿定了注意 唯独一点 立尘话中夹杂着些酸度 那深深怎么办 深深这么小 那个女人要是借深深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 不会的 立之眼斩钉截铁地打断他 话音一落 连他自己都愣了 他什么时候 对苏奈有这么深的把握了 可你怎么这么相信他 要我看宋婉鱼那个女人 都比苏奈好 立尘忍不住反驳他 起码比他长得漂亮多了 他是挺看不上 宋婉鱼背地里的小手段的 那女人又蠢又笨 但要比起来 比苏奈好把握多了 苏奈疲惫地伸了个腰 想揉脸的时候 又想到自己满脸的妆 谨慎地指住了手 他伸手拿了手机看了一眼 手机上已经收到了不少的消息 基本都是来自于小卷毛的 苏奈思索了一下 直接回了他的电话 号码一拨过去就被接通 大盲人 你可算是接我电话了 索罗艾维刻苦哈哈地说道 你再不接我的电话 我都要回F国了 少夸张了 你不明天的飞机吗 苏奈翻了个白眼 他转而提起小卷毛发来的消息 斟酌了一下语言 你说的那事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苏奈彻底激动起来 他握紧了手机 心跳怦怦直跳 那你外公什么时候有时间呀 小卷毛发来 那么多条消息的原因就是 他外公打算重出江湖收个徒弟 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指导了 那可是收徒啊 要知道 小卷毛的外公 可是当今在世的最有名的国画名家之一 要是能得到他的指点 过几天我外公要开一个宴会 当众选途 小卷毛尽心尽力 我处理完F国的事正好能赶上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真的吗 苏奈简直不要太开心了 当然 小卷毛一口咬定 有我的引荐 加上你的天赋 这件事妥了 苏奈敏唇 压下激动的心情 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他还是不想太想 当然 苏奈抬眸看了一眼日成表 晚上有时间没 我请你吃个饭 下午来 帮我看幅画 行 苏奈也不拖沓 宋婉鱼可比她漂亮多了 历尘的话音一顿 门板就被敲响 扣扣 请进 历之眼扬声道 历尘回头看了一眼 看是梦琪也就放心地接着说下去 哥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他那个丑八怪 已经走到门口的书奈 将这句话听了个正着 他微微一挑眉 举起来扣门的手 就停住在了原地 历尘 历之眼皱眉打断他的话 你的家教呢 历尘自知诗言 又有些不愤地垂头 你上次不是还说 别管书小姐的相貌如何 他这个人是值得敬佩的 历之眼话音一顿 不知怎的就顺着想到了 上次书奈事后愤愤的样子 嘴角不自知地扬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再者 我看书小姐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小团子在卫生间里 和他说的秘密 犹弱在眼前 历之眼有黑的眸中 光芒微顿 此言一出 办公室内外的几人都愣了 历尘顿时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不仅仅是历尘 放下咖啡的梦琪 也下意识地看向历之眼 他半点没错过历之眼唇角的那抹笑意 这他瞄的是什么奇幻世界 这些年 往他们历总身上扑的女人不少 怎么就单相中了书奈这样的相貌 不对不对 他们总裁不是看脸的人 梦琪眼观鼻鼻观心地后退 转身 正要出门 就看到站在门口 被忽略了个彻底 也不知道听了多少的当事人 梦琪倒吸一口冷气 书小姐 文言 办公室里的两人都看来 书奈漫条丝里地放下 还悬在空中的手 无辜地眨了一下眼睛 大家好啊 梦琪下意识地 书小姐好 历尘面无表情 历只眼轻转了一下钢底 近 书奈对上他的视线 突然想到 早上他和小团子出了卫生间之后的意味深长地看他的那一眼 他垂头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睛 这才慢悠悠地进去 历总 我想找您请个假 请今天下午的 梦琪时时悟地退了出去 带上门 又请假 历只眼下意识地问道 书奈点头 有点急事 他眼神 瞟向吊儿郎当坐在办公桌上的历尘 凉嗖嗖地瞟了一眼 这一眼不知道怎么的 看得历尘有些心虚 下意识地跳下来 给他让开了位置 书奈微微一笑 历尘猛然醒悟 自己刚刚下意识地做了什么 瞬间黑了那张俊脸 钢笔在办公桌上清脆地敲了一下 立之眼道 可以 本来项目还没开始 书奈现在还是属于WV那边的人 真算起来也不用找立之眼请假 只是为了表示对立之眼的尊重 他才会来一趟的 书奈心满意足地达成了目的 笑咪咪道 谢谢历总 他转头看了一眼 一脸苦大愁深地看着他的历尘 一有所指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书奈也不知道 自己是个什么恶趣味 看到历尘的黑脸就想笑 他于是笑盈盈地 专门朝历尘挥了挥手 再见哦 历二少 历尘黑着脸 没理他 临出门 身后传来立之眼低沉雌性的声音 中午来这儿吃饭 知道了 书奈头都没回 高扬着手挥了挥算作再见 他脱了那件鲜艳的风衣 只穿了那搭的裙子 蚕丝的面料顺着手腕滑下 滑过枯黄的肤色 隐约中露出一小节白皙的小臂来 只是还没看个彻底就消失了 立之眼眯眼看了一眼 突然转眼看向历尘 历尘视线嫌恶似的 根本没往那边放 立之眼竟然下意识为书奈松了口气 哥 他 你 历尘惊愕的舌头都捋不直了 你们怎么这么熟悉了 你怎么就跟他要一起吃午饭了 你之前还不让我和你一起吃饭的 你们一起吃饭也不是第一次了吧 你 停 立之眼敲了敲桌面 淡淡道 你现在不说话 待会儿还能一起来吃 再说下去 威胁的话还没说完 立尘疏然闭了嘴 手指在嘴边做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 立之眼满意点头 呼 舒奈捂着心脏 刻意控制自己放缓呼吸 事实上 他的心跳一直从听到立之眼的话的时候就像是蹦极一样的拔到最高 要不是他演技过关 还真做不到淡定出门 想到自己刚刚的表现 舒奈为自己默默点了个赞 他摸了摸脸 隔着一层厚厚的粉底液 脸颊的温度都烫手 立之眼是眼睛出毛病了吗 他这副尊容 连他自己看了都看不下去 他能说挺好的 这样的模样都说挺好的 那他的本容不救 打住 怎么想到这里了 他说他值得敬佩给 他得到立之眼的认可了 舒奈思绪绕了一圈又绕了回来 他猛然站起来 开了窗户吹着凉风过了很久 才缓和下脸颊的温度 无意之间晃了一眼 被擦得成亮的玻璃 诚实地反映出 他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挂上的盈盈笑意 甜甜的 像是楼下那家甜品店的招牌草莓蛋糕一样 深深 有没有想小叔呀 立成笑得露出一排白牙 抱着小团子在他怀里晃了晃 小团子推了推他下巴 水当当的眼睛不住往办公室门口看 你在看什么呀 立成犹然不觉 抱着怀中的小团子恨不得亲两口 小叔为你吃饭好不好呀 要是深深同意小叔喂饭的话 叔叔就给深深买最新款的小火车 小团子皱眉不应声 抓着立成的腕表看了一眼时间 都已经要十二点了 姨姨怎么还不来 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小团子抿着唇焦急起来 他正准备跟爹地说一声 门板突然被叩叩敲响 是姨姨小团子眼睛一亮 立成兰都拦不及怀中的小团子 就像是小兔子一样 一溜烟跑了出去 亲自去开门 门一开就是一股甜香 有舒奈身上的 还有舒奈手上的甜点 舒奈一把抱住小团子 趁小团子扑进他怀里的时候 在小团子的颈窝埋了埋脸 舒奈把手中包装精美的甜点 放到桌子上 轻柔地拍了拍小团子的后背 乖 小团子 下来吃饭 小团子只一个上午 没看到舒奈就想得不得了 现在被舒奈这样抱在怀里 那里还想下来 虽然肚子饿了 但是舒奈的怀抱太温暖了 此路不通 舒奈又换了条路 他低声哄道 小团子想姨姨了吗 小团子这下动了动 拿着脖子上挂着的小本班 加黑加粗地写了一个大字 想 舒奈乐得何不拢嘴 丽晨却是越看下去 越觉得牙酸 舒奈 你把小团子放下来 舒奈还没什么反应 小团子先一步地瞪了他一眼 在小本上飞快地写 不许你凶姨姨 坏叔叔 丽晨委屈的一张脸 都要挂不住了 小团子呀 小团子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他认识了小团子四年 这个丑女人才认识了几天 怎么他一时没看住 他乖乖巧巧可可爱爱的侄子 就倒戈了呢 小团子果真被他逗笑了 嘴角抿出了一对小酒窝 又圆又亮的黑眼睛弯弯的 被他这么一看 丽晨就算心里再有什么埋怨也留不住了 丽智眼快不过来 强硬地把小团子抱离舒奈的怀抱 吃饭了 去抱小团子的时候 还不小心碰到了舒奈的腰 他觉得痒 下意识地躲了躲 丽智眼动作一顿 怀中的小团子就急地挣扎起来 他只得快速按住团子 低声道 你乖乖坐在舒奈旁边 舒奈也要吃饭 不要闹他 此话一出 小团子顿时安静下来 勾着舒奈的小指 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 丽晨嘴底犯酸 扁了扁舌头 你有什么魔力 舒奈微微一挑眉 也不和他客套 直接道 人格魅力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了 丽晨脸一黑 他想了想自己这么手机上 这么多的小迷妹 怎么说 也不能是没有人格魅力的人 我可没这么说 舒奈无辜贪手 笑着看丽晨的脸越来越黑 吃饭 丽智眼颇有些好笑 提醒了一声 倒是没想到 舒奈这样看上去很干练的人 也会有这么幼稚的时候 吵吵闹闹钟 三人吃完了饭 舒奈没急着离开 他抱着小团子 耐心地和小团子说话 为着小团子挤口甜点 他包园了剩下的甜点 直到丽晨抗议的不行 他才勉强把小团子 放丽晨怀里放了放 被这么一耽搁 舒奈到和小卷毛 越好的咖啡厅的时间 只能往后推迟了些 还好小卷毛也有行李 要收拾 他下楼到那家咖啡厅的时候 竟然比小卷毛到得还早 看了一眼时间 舒奈点好了咖啡 不慌不忙地进了卫生间 历史楼下的咖啡厅 是一家高销咖啡厅 就连厕所也熏着清清浅浅的香气 味道清甜好闻 花花的流水从水龙头里倾泻而出 灌洗池里卸下的黄黑色粉底液 冲得一干二净 水声戛然而止 嫩白的手指抽了张纸巾擦干 随意地拨弄几下卷发 镜子里先前那个满脸蜡黄的暗淡女人 就变成了一个素颜朝天 眉目疏离鼓媚的样子 舒奈从包里找出一根口红擦了擦 饱满的红唇微敏 眉眼含笑的样子 将眼角灼灼的泪滞衬得愈发显眼 服务员将咖啡送到的时候 瞪直了眼睛 这位小姐 先 先前那位呢 舒奈眉眼含笑 微微汗手 她是我朋友 啊 好 服务员满脸通红 扣在鸭舌帽下的脸 稚嫩俊朗 像是大学出来打工的青年 紧张地搓了搓手 那个 我 我能问您的联系方式吗 舒奈微微眯眼扫了她一眼 正要说话 身后穿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她回头一看 小卷毛正背着画板 提着装满东西的包苦哈哈地往这走 看到舒奈之后 眼睛一亮招了招手 加几脚步赶过来 奈奈我来了 显然是舒奈要等的人 服务员眼神一暗 时时悟地离开 舒奈搅了脚杯中的卡布奇诺 将精美地拉花搅花 呃地叹了口气 真可惜 是她喜欢的类型 奈奈 小卷毛一抬头 这才注意到舒奈白嫩地几乎吹弹可破的脸颊 大美女 你今天怎么舍得把脸露出来了 舒奈把头发憋到耳后 眉眼弯弯 请假了吗 这不是 也不仅仅是这个原因 小团子下了幼儿园 会被送到太爷爷家里 她不见小团子 自然也不用见荔枝眼 那还用化妆 她的皮肤也是需要休息的吗 两人坐一起 压低了声音 探讨小卷毛带来的那幅画的时候 又有客人进来 那人一进来 就因为颜值引来一众压低了的惊呼声 舒奈抽空抬头看了一眼 感觉正在点餐的那人人影似乎有些熟悉 她没多想 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 正好和先前点餐的人面对上面 舒奈一挑眉 哟 熟人呢 历沉悠闲地走来 老远就看到一个身姿曼妙的美女 走近一看 瞪直了眼睛 等等 她没眼花吧 这美女不就是她魂牵梦绕 像是思春的少年一样 想了整整半个月的美女吗 诶 美女 历沉三两步上去 咧着嘴露出一排大白牙 笑得赤诚 又见面了 舒奈微一挑眉 随即反应过来 她现在没有化妆 等等 她没化妆 可衣服还是上午穿的那件呢 舒奈懊恼自己怎么就图一时省事 把地点安排在公司楼下了 保不准 有人会多想些什么 近距离看着舒奈精致古媚的脸 她简直白得发光 让人根本一不开眼睛 就算是她这种见惯了美女的人 也忍不住为这张脸着迷 美女 历沉指尖扣了扣衣角 俊脸默默红了半边 在舒奈这张脸面前 任何衣服都成了陪衬品 她也分不开什么心 嗯 舒奈回神 看到她赤红的侧脸 又是一条眉 她直截了当 不好意思 不太方便 为防事态变化 舒奈直接从历沉身侧绕过去 谁知走到后者身侧 又被后者拽住了胳膊 舒奈皱眉挣脱 这位先生 我不认识你 请你放开我 历沉眸中闪过一丝傲丧 连忙松手 抱歉抱歉 我也不知道 话还没说完 然而眼前那个让人浑梦缭绕的女人 竟直绕过她走开 本该是沮丧 历沉反倒是被激起了更大的兴趣 够辣 这才是美女该有的性格 她一定要追上这个女人 历沉眼中 尽是志在必得的光芒 舒奈不乏加急 到了座位 又把小卷毛推在外边挡住她 小卷毛沉浸在画里 任她动作 等改完一脚 她疑惑抬头 你怎么坐里边了奈奈 舒奈压低了声音 靠近她 遇到一个熟人 挡住我 那儿 小卷毛还挺八卦 连忙四处看 是你公司的人吗 算是吧 舒奈迟疑了一下 她微微抬头 历沉就坐在不远处 眼睛发光地看着她 看到舒奈抬头 还热情地朝舒奈招手 舒奈 她装作没看到 默默往小卷毛身边缩了缩 这人怎么回事 热情得太过了吧 没看到她身边还有男人呢 她想走 又怕历沉会从她的背影看出来什么 只能和历沉僵持在原地 舒奈在这边左右为难 历沉性质高昂 要不是因为在环境清幽的咖啡厅 她都要和她哥直接打电话报 这个喜讯了 即便是不能说话 她发给丽之眼的消息 也是一条接着一条的 历沉 哥 我看到我女神了 丽之眼没理她 被她弟弟叫做女神的人海了去了 历沉再接再历 我今天一定要让女神记住我的名字 别说她身边只有一个男人 就算她身边的男人人山人海 我也要冲上去 她可是我一见钟情的人 历之眼瞟了一眼时间 再看自己弟弟丢人的话 索性直接穿了外套下楼 咖啡厅的厚重玻璃门 再度被推开的时候 舒奈恰巧抬了下头 看到来人 手中的画笔咔哒一下掉到了桌子上 小卷毛手急眼快 心疼地捡起 小心点 老贵了 舒奈脖子梗直僵硬 扯着小卷毛 躲在她身后挡住自己的脸 生怕来人会看到 小卷毛疑惑看她 怎么了 舒奈朝她比划了个近身的手势 看着荔枝眼的视线没在她这边 她果断抓着小卷毛的衣服 快步跑向洗手间 咖啡厅人纷纷看向走进来的这个俊美冷俊的男人 那男人却目不斜视 静止走向一个桌子 屈指轻敲了敲桌面 厉沉抬头 压低了声音疑惑道 哥 荔枝眼在她对面坐下 别在这儿丢人 晚上和我回老爷子呢 我不去 厉沉想都没想地拒绝 手中还折着咖啡厅免费提供的小纸条 动作轻巧迅速 叠出一个精致小巧的星星来 再一看 桌面上叠好的星星和小纸鹤已经叠成了一小堆 厉沉把心折好的扔进那一堆 挂着荡漾的笑容 抬头看了一眼 笑意顿时一僵 连忙走过去 你好 刚才那位女士呢 小卷毛迷茫地抬头 看到厉沉顿时警惕起来 绿色的眼睛眯起盯着厉沉看 你问这个做什么 他没认错的话 这就是刚刚一直盯着奈奈看的那个男人 长得人母狗样的 怎么行为这么猥琐呢 厉沉眉头紧皱 同样没好气 理所当然道 我为什么不能问 哎 话还没说完 手臂就被人扯住 厉沉眼眉眼深邃 随意看了一眼小卷毛 礼貌道歉 抱歉 我弟弟脑子有问题 在小卷毛颇有敌意的目光之下 他随即扯着厉沉出了门 在厉沉眼铁壁般的桎梏下 厉沉根本挣扎不开 一直被扯出了门 才被厉沉眼放开 哥你干嘛呀 人家明明白白地来约会 你还上去捣什么乱 还问人家男朋友 厉沉眼冷声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厉沉眉眼间得意起来 他们两个一看就不是情侣关系 再说了 厉沉眼走了一下神 目光落在厉沉身后 一双桃花眼微微眯起来 接到对面不远处 一个身形高条女人戴着口罩 垂在肩上的发丝 将她的脸尽数遮挡 只在她脱下身上明显不合身的黑风衣之时 露出来的长裙和弯腰上车的身影 让厉沉眼有几分熟悉 不 不是几分 是太熟悉了 这条长裙 这个身影 明显就是舒奈 厉沉眼抬高了眼皮 扫了一眼舒奈背后的酒店标识 有些吃惊 下意识地拿出手机 厉沉眼 去哪了 舒奈匆匆忙忙坐下 将这后脑勺 都没敢往咖啡厅门口瞧 司机挺热情 小姑娘 躲人呢 舒奈点头 也没多话 师傅 去云城别墅区 好嘞 随手甩在旁边座位上的手机 嗡 的一响 舒奈拿起手机 先是再三 和小卷毛道歉 得到对方的谅解之后 她才点开消息页面 意外地发现 是荔枝眼发来的消息 舒奈微微挑眉 妈撒了一下下巴 她怎么突然这么问 该不会是看到她了吧 不该吧 她都已经躲得这么好了 还专门绕到了对面 才拦的车呀 以防万一 她干脆回了一个 在家 哥你愣着干嘛呢 厉城念够了 一抬头看到自家哥哥 看不出来什么情绪的冷脸 有点发怵 那啥 哥 我错了 我保证 下次见了我女神 不这么鲁莽了行步 荔枝眼妈撒着手机 暗面的手机屏幕 映出她沉静寡冷的神情 似乎没听到厉城的话 厉城大厦对面的那家酒店 开的时间也不短了 公司内外都知道 那家酒店是有名的约 炮圣地 舒奈是从那儿出来的 厉城看她不说话 心里更悬 还以为荔枝眼生气了 连忙示弱 哥 我真错了 我 我不查我女神了还不行 你别生气了 像她厉城游戏人间这么久 还真没碰到过一个 这么和她口味的人 看样子 她搁横插其中 让她本就坎坷的 爱情之路更悬 我没生气 荔枝眼收回手机 薄唇抿了一下 压下心里那些莫名其妙 涌起的不舒服的情绪 使她鲁莽了 本来就紧紧地 合作伙伴的关系 这种私事 她瞒着也是应该的 云城老城区 难得家里热闹 丽老爷子面上一副 嫌他们闹得烦的样子 心里却舒坦得很 陪小团子玩了一会儿 身体就先扛不住 困乏睡觉去了 扣扣 近 荔枝眼屈指揉了揉紧绷的太阳穴 厚重的门打开 李叔端着红酸之木的餐盘 站在门口没进来 少爷 老爷子催您去休息 好 荔枝眼收了文件 路过李叔身边的时候 顺手端走两杯热牛奶 进了小团子的房间 小团子房间虚掩着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连敲门的声音他都没听到 荔枝眼顿了顿 直接进去 小团子抱着手机 缩在松软的被子里 捂着嘴偷笑 看到荔枝眼进来 嘴角的笑还没收起来 印在两家的酒窝身线 荔枝眼把其中一杯牛奶递给他 微微挑着眉 和谁聊天呢 这么开心 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的是 舒奈姨姨 四个字 只是还没看到聊天内容 手机就缩了回去 小团子瞪着眼睛看他 飞快地取过一旁的纸笔 刷刷的血 臭巴巴 你怎么能这样 偷看我的隐私 其实不用看他都知道是和舒奈 除了舒奈 还有谁能逗的小团子笑得这么开心 荔枝眼嘴角的笑意莫名淡了些 有些吃味酸涩 和某种不知名的情绪 同时涌在胸中 他隐去这部分情绪 掀了小团子被子没收了手机 我没偷看你的 我长得高 一低头就看到了 想和我长得一般 高就把牛奶喝了 早点睡觉 小团子充耳不闻 亮晶晶的黑眼睛 巴巴地看着手机 荔枝眼装作没看到 掉头就走 却被小团子 愤愤地一口咬在手腕上 撕 荔枝眼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团子果真心虚地放轻了力道 看荔枝眼没了反应 小团子又是一阵气节 看向连接在房间的眼洞仪 冰冷冷的机器声出现 臭巴巴 你先让我和依依说晚安 说完 晚安 我就喝牛奶睡觉了 小团子显然十分清楚荔枝眼的脾气 提了条件之后 又做出了退步 先喝牛奶再说 荔枝眼暴毙站住 也不着急走了 修长的手指之间翻转着手机 小团子磨了磨牙 咕咚咕咚喝完了一整杯牛奶 目光定定地看向荔枝眼 手指尖翻转的手机一顿 骨节分明地手夹着手机 在小团子面前晃了晃 没等小手抓住手机 那手机就又被收了回来 荔枝眼好心情地拿走了空掉的牛奶杯 背过身子朝小团子摆摆手 急着刷牙 臭巴巴 你等等 我的手机 几分明显的急切 几乎咬突破无瓶子的机械声音来 荔枝眼挺拓的身形 往门框上一靠 挑眉朝小团子晃了晃手机 闲事道 乖儿子 我刚刚说的是考虑 不是给你 小团子不可置信地瞪圆了眼睛 一时之间没能说出话来 晚安 深深 荔枝眼背过身子 身后传来显得有些呆愣的机械声 晚安 我依依那里 眼看荔枝眼要关门 小团子焦急地喊了一声 我帮你说 门被带上之间 荔枝眼的声音挤了进来 他把自己那杯有些凉了的牛奶喝掉 放到厨房之后 放在水流下冲洗 想了想 拿出手机在聊天框里 模仿着小团子的语气 疑疑 我困了 晚安 修长的手指往上滑了一下 手机就嗡了一声 书奈像是在洗漱 语音里还带着水声 温柔的 晚安 两个字都像是被湿漉漉的水露带出来似的 荔枝眼眉宇间莫名动了一下 回忆起上午书奈不经意露出的那一节浩白的手腕 所以 他现在是在卸掉那层枯黄寡淡的妆的 露出来的脸会是一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刚在脑海里一晃 就被甩了出去 管他什么事 他的好奇心可没这么泛滥 荔枝眼收了手机 匆匆洗了杯子 躺到床上之前 又下意识地拿出自己的手机 微信页面是宋婉鱼几条消息 宋婉鱼 只眼 你睡了吗 后一条隔了几分钟 只眼 明天可以一起吃个饭吗 你要是忙的话 晚上也行 荔枝眼眉头不觉皱起 敲了三个字上去 没时间 宋婉鱼很快发来消息 是因为我爷爷和你爷爷的事 要是不吃饭 见一面也行嘛 他倒是知道上次送老爷子和他家老爷子闹了个不痛快 他只问了李叔 也没追问到老爷子 但其中也少不了他的原因 老爷子年纪大了 早年的战友没剩下几个 他也不想因为自己当个老爷子和老战友的关系 荔枝眼只付一顿 可以 明天晚上送到我办公室 他发完消息就退了出去 视线顿在了剩下的几个小红点上 还是疏难下午追问来的消息 问是不是交好的合同出了什么问题 他看到了 莫名没回他 荔枝眼视线凉凉的掠过去 放下手机 合眼睡觉 他不喜欢不诚实的人 就算仅仅是合作伙伴也不行 万一交坏小团子怎么办 舒奈昨天回家的匆忙 连车都没开回来 一大早赶了高铁去公司 力士和WE的合作签订得快 实施得更快 那块空地已经选好了施工队 过几天就可以开始基建 他身为项目的负责人 需要过去盯上几天 也就享受不了在办公室里的闲事生活了 舒奈在四纸的项目上画了两道 放下笔 准备去茶水间接杯水 看茶水间人太对 舒奈干脆拿着瓷杯换一层楼接水 刚站到电梯门前 电梯门缓缓打开的时候 露出丽二少一身花哨西装的潇洒身影 有一说一 丽二少虽然性格跳跃了些 但脸和身材属实上品 起码这样的衣服穿在他身上 都有一种替台上的时装秀的样子 看什么看 丽辰一看是舒奈 俊脸一黑 不耐烦道 舒奈微微挑眉 决定在自己刚刚的评价上加上一句 在不说话的前提下 丽辰显然是不知道 他在想些什么 还在瞪他 把你眼睛一开 别看本少 他就奇了怪了 怎么越看这个女人越觉得烦呢 丽辰皱眉瞪着他 却注意到舒奈隐藏在近况之后的眼睛 似乎很好看 又给他一种 似乎在那里看到过的熟悉感觉 丽辰怀疑自己是早起眼花 探究得微微躬身 仔细看过去 舒奈眉头挑高 推了推近况 阻隔掉丽辰的视线 笑吟吟的出声 丽二少不看我 怎么知道我在看您呢 确实悖论 丽辰脸一黑 也顾不得自己刚刚捕捉到的那点 本少稀罕看你的 你最好管好自己的眼睛 他急得要跳脚的样子 和舒奈沉稳如水的样子 形成了鲜明对比 显然不用舒奈 提醒他自己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丽辰脸色更是黑得像块煤炭 连声招呼都没打 急不匆匆地离开 还险些被半路的盆栽半倒 舒奈没给面子的 直接喷笑出声 果不其然 收到丽辰气急败坏 看来的眼神 他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这个丽二少这么好玩呢 舒奈心中闪过和丽辰截然相反的想法 他的好心情一直到出电梯门 锁定在前面一排人之中 一个人的时候挥之衣空 同样身着一身板正的西装 拿着公文包 站在人群中的男人 不是江泽是谁 舒奈拦了一下路过的人 直指那边的队伍 问道 那边是在干什么的 被他拦住的小姑娘 认出他就是WG团来合作的人 没犹豫 回答道 那是今天来参加面试的 面试 据他所知 江泽的学历 貌似也够不上历史的门槛吧 舒奈冷眼看了一眼 绕道走开 江泽紧张地抓着公文包 排在队伍几乎是最末的位置 他原本是没资格过来的 机缘巧合之下 拿到了这样一个名额 虽然有乔思岳在 他没必要上班 但 他从以前同学那里得知 在历史附近看到过舒奈 想到舒奈现在脱胎换骨 浑然不似人间人 天仙式的样子 江泽简直心仰难耐 以前舒奈在他面前 都是一副伏地做小之恋慕他的样子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 但是他自信 只要他能接近到舒奈 一定能重新得到这个女人 前面队伍还长 他等得烦躁 天头四处看着 历史不愧是Z国的龙头公司 瞧瞧这公司的装修 走廊装修的都比他先前那个老总的办公室都豪华 连来来往往的员工都长得这么漂亮 江泽不禁多看了几眼 余光看到茶水间里的一个欠力背影 他目光一顿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那人是舒奈吧 江泽心跳加快 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迈出了队伍 直朝着茶水间的方向走去 舒奈冲了速溶咖啡 正转身 挑到江泽赶来的背影 厌恶的皱眉 下意识地关注茶水间的门 江泽冲上来拍门 舒奈 奈奈 是你在里边吧 舒奈眸中厌恶更深 别敲了 不是 江泽听到他淋淋的嗓音 眼睛更亮 又是紧张 又是激动 抓着门把手扯了一下 没扯开 他着急地敲门 奈奈 就是你在里边 别躲我了 出来吧 昂 结婚那么多年 日日朝夕相对 舒奈的背影和声音 他还能认错不成 舒奈懊恼自己忘记了这一点 他干脆也不出声了 只紧紧抓着门把手不松开 茶水间的门锁不住 也幸而 他有黑到八段的实力 紧钻着门一时之间 江泽也打不开 他平常尚且都不想看到江泽 仙泽化了满脸的伪装 怎么可能见他 奶奶 你开门哪 江泽恼怒道 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 舒奈已经打算不出声了 听到这句话 没忍住一声冷笑 江泽 你有哪点值得我见 是他家庭搓夺人的手段 是他失去孩子时候的冷眼相待 还是在他养身体之间的出轨 当年是他眼瞎 竟然被这样一个人扎骗了 舒奈一阵反胃 警告道 江泽 我劝你赶紧离开 少骚扰我了 我要叫保安了 什么骚扰 奶奶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情意 你连见我一面都不肯吗 江泽满力扯着门把手 和舒奈隔着的这扇门 让他格外烦躁 门被他扯得来回晃荡 好几次都差点被扯开 舒奈又急又烦 手臂抓得颤抖 要我提醒你一下吗 你现在的妻子是乔思雨 你们才是合法夫妻 你果真是吃醋了奶奶 江泽眼睛一亮 又得意又自满 我和他只是意外 我和你才是真爱 当年要不是你离开 我才不会和他结婚 事实全然被他取解 舒奈都意外 怎么会有这样厚脸皮的人 恶心的他想吐 就在他坚持不住的时候 门外疏然传来一个冷冽低沉的声音 这是在做什么 是荔枝眼 舒奈心脏猛地跳动了几下 他冷静下来 隔着门喊了一句 厉总 我在这儿 荔枝眼停下脚步 身后跟着的人群也陆续停下 他几步走到茶水间门口 看了一眼紧闭的茶水间 又低头扫了一眼 低他一头的江泽 眉头微皱 你是哪个部门的 江泽脸上浮现一丝恼怒和尴尬来 他看不惯荔枝眼这种高傲的样子 又看得出他在一众人中的尊贵地位 最后只能不甘不愿地回答 我是来面试的 荔枝眼只在他身上落了一眼 就眼光毒辣地将他排除在录用名单里 他不再理会 屈指敲了敲门 开门 是我 舒奈还不开门 声音隔着门板有些闷 荔枝眼 您先把这个骚扰员工的人赶出去 荔枝眼抬了抬手 梦启立刻和楼下保安部门打了电话 江泽见情况不对 连忙道 你不能赶我出去 我是来面试的 是吗 你已经被取消资格了 荔枝眼似乎连眼神都懒得往他身上放式的 江泽压住休脑的情绪 咬牙切齿 国家有关劳务部门规定 你超时了 荔枝眼打断他的话 金瘦的手腕微抬 限量版的腕表上滑过一丝流光 已经过了面试的时间 江泽疏然回头看了一眼 先前面试的人排起的长队已经消失 就连挂着 面试中的牌子都被摘下来了 荔枝眼神情冷峻 立体深邃的五官 更是为他多添了几分严正的疏离质感 落在江泽的目光冰冷的像是在看一条爬虫 江泽果真被激怒了 他怒气冲冲 气急败坏道 行啊 你谁啊 力士集团失去我就是你们的损失 报你公号 我要找你们老板投诉你 此话一出 气氛一片沉寂 荔枝眼身后的那群人脸上都浮现出 江笑不笑的憋笑神情 茶水间中的舒奈更是毫不给面子地笑出了声 力士眼等他笑够了 才似笑非笑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 匆匆赶到的保安 扯着他的手臂带走他 江泽表情僵硬 浑身僵硬 一种被当作跳梁小丑的暗怒和嫉妒 惹得他几乎发狂 他忍不下这份气 更忍不下力士眼在他面前 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几乎是口不择言 你是为了舒奈出头的吧 你喜欢舒奈对吧 我告诉你 他是我玩剩下的烂 嗯 保安手急眼快地捂住他的嘴 把他带走 力士眼神情 看不出什么变化来 只屈指敲了敲门 他走了 出来吧 舒奈抓了抓门吧 手臂轻颤地松开手 打开了门 门板似乎刚刚在两人争执的时候伤到了 发出 吱的一声长响 舒奈直到站出来的时候 手臂还在不自主地轻颤 高挑地身形狗缩了一下 有一瞬间 显得十分脆弱 立只眼毛子低垂 薄薄的眼皮 遮住略显复杂的眼神 舒奈第一次在他面前 露出这样柔弱的样子 像是遭遇了什么难以承受的事情似的 他在印象里 舒奈一直是一个聪慧能干一个能顶十个的人 这样偶然的脆弱 竟然让他的心脏 有一瞬间随着他的颤抖缩了一下 立只眼眉心猥琐 薄唇不自觉鸣起 你 一直低垂着头的舒奈 就在这时抬头 用一种类似于楚楚可怜的眼神看他 语气也可怜巴巴的 立总 我胳膊好像脱臼了 立总 没什么大事 被请上门的四人医生边收拾箱子边说道 就是注意一下 短时间之内不要太用力就好了 立只眼暴毙远远地靠在办公桌上 舒奈认真地点头 感激道 谢谢 您专门过来一趟 真是麻烦您了 医生害了一生 那您得谢谢立总啊 要不是舒奈坚持不去医院 立只眼不会专门请四人医生大费周章地过来 那行 立总 我走了呀 医生告了别 带上门出去 立只眼暴毙 不置可否的汗手 办公室门 砰的砰响 舒奈咽了口口水 他垂下的眼睫眨得飞快 被粗厚的眼镜框挡住 那啥 谢谢您立总 立只眼微微点头 正带说什么 办公室的门右 砰 的被打开 黑到八段的人也能受伤 立尘兴致勃勃勃地进来 脚步都有些轻快 谁把你弄成这样 要不是注意礼节 他都想上手扯扯 舒奈手臂上厚厚缠着的一层绷带了 舒奈看到他发光的眼睛 警惕地把手臂抱进怀里 我又不是铁人 哈 立尘被逗乐了 针上手扯了扯绷带 小铁人 手刚扯上 就被立只眼按住了肩膀 立尘身体微僵 回头 哥 出去 立只眼一抬下巴 哦 立尘闷闷地应了一声 撒手出去 被他这么一闹 先前略显沉闷的气氛 缓和了很多 舒奈像是松了口气 抬头去看立只眼的表情 立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出去 立只眼深邃明朗的五官背着光 欲发显得鼻梁挺拔 他顿了一下 行 而后就背过身去 似乎是在看落地窗之下的场景 高耸入云的立室大厦 气势恢弘 俯视之时 地面上的人影 都被他缩成蚂蚁式的小方阁 但即便看不清脸 楼底下几个小方阁的争执 也能看出来 哪一个是刚刚被赶出去的 气急败坏的江泽 等舒奈退到了门口 差一步就要关上门的时候 立只眼突然说了一句话 带着意犹未尽的嘲讽 顺着门缝钻出来 钻进舒奈耳中 你的眼光真够差的 你眼光真够差的 舒奈一直在自己办公室里静了很久 这句话还阴魂不散地回响在他脑海 他当时还年轻 谁年轻那会儿没犯过错 舒奈攥紧了手指 表示有被嘲讽到 早知道现在这么后悔 他该当时就推开门 直接嘲讽回去啊 舒奈悔不当初 但也不得不承认 立只眼这话说得对 他可不就是被鬼迷了心窍 才会看上江泽的吗 想着想着 他又想到了 江泽方才恼羞成怒的 吼向立只眼的话 立只眼这么帮他 该不会也对他有点儿 打住 什么叫野 呸呸呸 他们只是正常的合作伙伴的关系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就算是关系一般的普通人 也会这么帮他的 这样的想法阵醒他恼人 但舒奈心中又不合时宜地 感到一丝失落来 舒奈拖着受伤的那只胳膊 单手捂住发烫的脸颊 埋头哼哼唧唧 连办公室门被打开的声音都没听到 直到一只小手 小心翼翼地碰上他的胳膊 舒奈才猛地惊醒 他一抬头 额头直接碰上了办公桌 整个脑袋 嗡的一声响 舒奈都猛了 正正地看到门口 笔直地站着荔枝眼高挑骆驼的身影 呜 耳边传来焦急的 类似困隆的小兽一般焦急的声音 是小团子 小团子不会说话 急得眼眶发红 想轻轻摸一下舒奈的额头 又摸不到 舒奈心疼地赶紧把他搂到怀里来 温柔地拖着他 小团子眼眶含泪 细细地给他额头吹气 其实根本没事 刚碰的那一下 听上去声音很大 其实并没也伤到哪 隔着这么厚的粉底叶 连红都看不到 舒奈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忍不住搂紧了小团子 低声安慰道 深深别担心 一一没事 小团子固执地吹了很久 才红着眼眶看他 闷闷地拿手指指了指 他被包扎得岩石的胳膊 舒奈眉眼间尽是无奈 那是医生 要包扎上的 本来就没什么事 他是怕白跑一趟 不好意思挣你爸爸的钱 才给我绑上的 小团子狐疑地看他 似信非信 不信的话 我拆下来给你看看 舒奈说干就干 手还没碰上纱布 就又被小团子紧张地拦住 这下小团子终于愤出了心思去写字 他取下脖梗上的小本 写出流畅的句子 姨姨 你不要再受伤了 我很担心你 明明这些字是写在纸上的 但却莫名像是写在他心里似的 书奈心尖都在颤抖 他指尖不住地在这几个字上滑动 滴滴地说道 好姨姨答应你 别哭了傲 姨姨也心疼你 他抽了张纸巾 给小团子擦脸擦鼻涕 小团子也坦然地被他照顾 小肋猫被照顾出人样之后 小团子在舒奈面前伸出小纸 舒奈了然 同样伸出小纸来 和他拉钩 拉完钩 怀里的小团子 就被身后等待已久的正经爹地抱走了 荔枝眼颇有些吃味 擦拭小团子脸上的泪的动作都有些重 在白嫩的脸上印出一道红痕 舒奈看不过眼 你轻点 荔枝眼淡淡地瞟了他一眼 似是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冷哼出来 一句话没说 但是意味而十足 荔枝眼觉得自己想说的都在这一声里了 哼完了 他冷冷道 吃饭了 跟上 有他的饭吃 舒奈顿时也不说话了 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乖乖巧巧地跟在荔枝眼身后 没办法 吃人嘴软 荔枷老宅的饭菜太可口了 他可忍不下这份口腹之欲 江泽领带都被那群保安扯坏了 他手里紧攥着这条领带 一直到回了家 还神似不属地推门而入 乔思雨今天歇班 一看人回来了 还没喊吃饭 就看到他手上那条破掉的领带 倒嘴的话声声咽下去 话成了尖叫 江泽 你跟水鬼混成这个样子 我说今天怎么我都没看到 你人影你就一大早出去了 到底是哪个小剑蹄子勾引了你 是书奈对不对 你们又联系上了 你烦不烦 江泽眉宇间尽是阴翼 能不能安生一会儿 天天疑心这个疑心那个 乔思雨被他吓得尽声 随即从江泽的态度中 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 你就是去找书奈的 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我就是去找他的 江泽在外受挫 更懒得在乔思雨面前隐藏脾气 现在清楚了吧 满意了吧 乔思雨被气得眼眶通红 浑身发抖 姓江的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江泽没再理他 砰 得一下关上了卧室的门 门被关得哐当响 响声恨不得震出整个楼道 桌子上没放稳的玻璃杯 啪哒 一下掉到了地上 顿时玻璃碎片 撒了一地 乔思雨委屈又气愤 眼泪盈眶 隔着泪眼朦胧的视线 看着眼前这个明显直离破碎的家 他忍不住去想 这样一地鸡毛的生活 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前一天休了半天假 书奈这一天补齐工作 忙得脚步粘地 等他彻底结束 收拾完文件出门的时候 公司人基本都下了班 走廊里已经没几个人在了 书奈正要回去收拾东西 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间办公室开了门 一道修长骆驼的身影 在光洁的地板上打下痕迹 乘亮的地板装映撤出 荔枝眼俊朗立体的五官 吃饭吗 书奈没抬头 眼神却不住地往地板砖上看 声音闷闷的 公司福利吗 是 荔枝眼淡淡道 加班员工的福利 冷白的灯光 将荔枝眼身形勾勒的挺拔四溅 白衬衫垒在手肘 露出的肌肉 皆是流畅 没有过分地夸张健壮 也没有过分地雷弱 是多少健身人求之不得的肌肉 书奈突然问道 丽总 你平时泡健身房吗 嗯 丽只眼眉头微挑 奇怪他 为什么这么问 每周都会抽时间去 怪不得呢 书奈默默点头 有这样的骏狼挺拔的上司在 估计工作都会是一种享受吧 突然之间开始羡慕起梦奇每天的生活了 书奈心里甚至还闪过一丝换到力士集团工作的念头 但这样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罢了 他也只是这么想想 照这个理由的话 既准也不差 两人都是站在资产阶级顶端的人 在两人手下工作 也不会有什么多余的区别 不吃 丽只眼不急不患地又催了一句 吃 书奈回神 重重地点头 免费的晚餐 谁不吃谁傻子 吃过饭 丽只眼顺手拿起两人吃剩的饭折到一块 剩饭放到一边 垃圾放在另一边 动作熟练又自然 显然是做过很多遍了 宋婉瑜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他几乎是同时怒气冲上了脑门 不可置信地喊道 只眼 你竟然 你怎么 极端惊诧和愤怒的情绪下 他连语言都组织不全 丽只眼抽出纸巾 将修长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擦干净 眉心猥琐 不敲门就进来 宋婉瑜涂着单扣的手指 生生掐进掌心 他咬着唇 从牙缝中挤出来一声 对不起 他知道荔枝眼的脾气 要是他今天不道歉 往后根本不可能走进这间办公室 可是凭什么 他可是他的未婚妻 连他在荔枝眼这边都是这样的待遇 凭什么一个长相无言丑地 让人捉狂的女人能享受这样的态度 书奈对上宋婉于冷度地想杀人的目光 眉头微微一挑 他下意识地看向荔枝眼 后者神情寡淡 看不出什么变化 但莫名让书奈有一种 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的想法 书奈微微一笑 得体道 丽总看来有私事要忙 那我就不打搅了 他才不傻 吃他一顿饭就想让他掺货进来 这么亏本的买卖 谁做 书奈远远地绕着宋婉瑜走 却还是被宋婉瑜跑来抓住手臂 抓住的那条 还是他尚无险些脱臼的那条 书奈没忍住 倒吸一口冷气 宋小姐 请您放手 不然我就要 讹上您了 你要怎么样 宋婉瑜打断他的话 妆容精致的脸上满是极度的怒火 谁给你的胆子长成这样 还敢勾引之眼 啊 扣住书奈的手臂又被荔枝眼反手扣住 与此同时 一个小身影窜进办公室 愤怒地朝宋婉瑜拳打脚踢 宋婉瑜浑身疼痛 顾步的什么 直接抬腿踹了一脚 小团子整个人被踹飞出去 深深 书奈几乎是惊慌失措 扣出手臂向小团子跑去 宋婉瑜听到这一声 这才反映过来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他心脏猛地跳动起来 连忙抓住荔枝眼的手 枝眼 我不是故意的 你相信我呀 荔枝眼目光像是犀利的刀锋 看向他的眼神像是要把他一刀一刀地刮成骨头似的 在这样冰冷 像是杀人的目光之下 宋婉瑜不自觉正正放开他 荔枝眼快步跑过去 从书奈怀中接过小团子 怎么样 伤到哪了 小团子一手还紧抓着书奈的手不肯放开 目光多多地看向宋婉瑜 像是护食的小兽一样 警告他不许靠近 宋婉瑜跑过来的脚步 僵硬在了原地 心中犹疑不定 竟然被他的眼神吓在了原地 历境身材四岁 看人的眼神 竟然都有了荔枝眼的神韵 该说到底还是他的孩子吗 小团子 你伤到哪了 我送你去医院 书奈心急如焚 在看到小团子摔出去的时候 他的心跳都一致 一直到小团子抓住他手的时候 心跳才开始第一下跳动 小团子微微摇了摇头 看到书奈额头渗出的冷汗 拿小手给他抹了一下 荔枝眼紧紧抱他在怀里 简单检查了一遍 没什么大碍之后 他才抱着小团子出去 书奈连忙跟在身后 荔枝眼走到门口 冷冷回眸 灯光将他本就冷淡的神色打得森白 瞳孔毫无情绪 小团子受伤 你也跑不了 一句话吓得宋婉鱼不敢上前 孟起站在门口安静如鸡 日后不许他进来 这个他指的是谁 结果不言而喻 孟起连忙点头 是 他接着看向面色白如纸的宋婉鱼 微微抬手 宋小姐 请吧 厉总 小少爷没什么大事 除了头上的这个包 私人医生一个月都不见得 会被叫来几次 这却是今天的第二次 他轻轻按了按小团子头上碰出来的包 换来后者面部扭曲的痛苦表情 和一男一女冷怒看来的视线 私人医生尴尬地收回手 小孩子嘛 难免磕磕碰碰 很快就能好的 不用担心 荔枝眼遮了一下眼睛 声音有些沙哑 好 我送您出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走就行 私人医生受宠若惊 连忙出去带上了门 荔枝眼也没坚持 只让管家送他出去 书奈轻轻握着小团子的手呆在床前 头上已经冒了一层又一层的冷汗 额头上的粉底颜色 比脸上其他地方都浅了很多 天天不和谐地显得更加苍老憔悴 他却丝毫不注重形象 执意眨不眨 小心翼翼地盯着小团子看 也是 他要是注重形象 也不会画成这样一副鬼样子出来 荔枝眼原本是要走过去 但却莫名歇了这份心 心念流转之际 他突然想到 先前书奈在他面前说的那句 要去一心一意看照小团子的人 的话 这话怎么看都没有毛病 但唯独一点 他不喜欢别人对他指着点点 更何况 还是一个符合这句标准的人 荔枝眼手指在手臂上轻轻敲了两下 神情莫测 宋婉瑜自知犯了错 把态度败得格外低微 堂堂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恨不得不把自己放到尘埃里去 恨不得给小团子端茶倒水 只是小团子一直不乐意搭理他 而荔枝眼也对他不冷不热而已 宋婉瑜自觉水深火热的生活过了很久 一直到小团子需要下一次的心理治疗的时候 荔枝眼这才对他勉强摆上了些平静些的脸色 又是一次心理治疗 从单独的治疗室出来的时候 小团子对宋婉瑜抵制的态度松懈了不少 或者说小团子似乎是对外物的感知迟钝了不少 只是这一点太过微小 几乎无法被察觉 宋婉瑜从治疗室离开 静止就去了云城老城区 看到李叔就静止过去 管家 爷爷呢 李叔不冷不热 垂下眼睛 宋小姐 老爷子在楼上休息 宋婉瑜不甘地咬唇 我在这儿等爷爷醒来 他说完也不等回复 直接坐到了沙发上 明显一副要待下去的架势 李叔谋中闪过一丝无奈 悄无声息地上了楼 先前还在休息的厉老爷子 半合着眼镜撵着核桃 他还不肯走 是 厉老爷子手中的核桃一顿 那就让他歇歇 赶一赶身上焦躁的那种气 厉氏的当家主母 怎么能浮躁 李叔不吭声了 那点劲 要是真能歇下去 宋婉瑜在厉家老宅来回跑的日子 早就歇下去了 宋婉瑜也不知道在楼下等了多久 一直到太阳将落山的时候 厉老爷子才慢悠悠地从楼上下来 爷爷 宋婉瑜听到声音就赶紧迎了上去 掺上厉老爷子的胳膊 委屈道 爷爷 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了呢 厉老爷子半点没有愧色 我老了 歇得时间长 怎么会呢 宋婉瑜的声音甜美温婉 您老当义状吗 厉老爷子不置可否地笑笑 宋婉瑜看他这副神态就明白了什么 沮丧起来 爷爷 您是不是还因为上次和我爷爷的事情生气 那全是我爷爷的原因 您一点错都没有 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他吧 我要是早知道 我爷爷会那么说 肯定不让你们见面 伤了和气啊 李叔听得又是直皱眉头 好了好了 宋丫头 厉老爷子拍了拍他的手背 和颜悦色道 这件事也有我和只眼的错 既然过去了就别提了 宋婉瑜止住话题 陪老爷子溜了会儿弯突然提起 再过几个月就该过年了 厉老爷子眯着眼睛扫尸了一下 草木茂密 碧绿遮阴 他不知可否地点了下头 宋婉瑜见他没有接话的意思 又连忙往上递话 他原本是想从厉之眼开始说起 话到嘴边又拐了个弯 爷爷 深深过完年 也要五岁了吧 绿老爷子眼中金光一闪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 小团子一天天大了 早日没有母亲 教养不行 所以 爷爷 我和只眼 宋婉瑜脸颊泛红 面若桃色 小声道 我们的订婚 是不是也该快些了 我 我实话跟您说吧 外边太多女人名礼 暗里的勾引只眼 甚至 还有人拿身身做幌子 我无名无分 连制止他们的资格都没有 要是能坐上 丽夫人的位置 能成为丽只眼的妻子 金翅算什么 只要她能和只眼订婚 阻止丽静深 和那个又丑又老的女人见面 都不是男事 丽老爷子半合着的眼皮 终于微微动了一下 神情不明不暗 你说的 是WE集团的那个秘书 是 宋婉鱼心跳猛然跳动几下 谁说老爷子年老不管事的 老爷子心里门清着呢 乖孩子 丽老爷子面上挂上和煦的笑容 在宋婉鱼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算作安慰 真是委屈你了 你放心 我去和你爷爷商量定亲的事 一定不会让你受了委屈 谢谢爷爷 宋婉鱼心跳加快 脸颊通红 终于抿唇笑了起来 丽老爷子故作不悦 谢什么 你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还能让你受委屈了不成 少爷 老爷让您今天晚上和小少爷回来一趟 李叔恭敬秉锦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丽只眼眉心微醋 淡淡点头 知道了 却没问为什么 前几天才回了老家 老爷子今天就要他们回去 肯定是有事 丽只眼挂断电话 走到书奈的办公室 屈指扣响了门 门没关 书奈正收拾着东西 提起包抬头一看 怎么了 丽总 还没等丽只眼说话 他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警惕地看向他 您不会要和我抢小团子吧 丽只眼 丽只眼手指隔空在他身上点了点 强调道 需要我再提醒一遍吗 那是我儿子 哦 答应的声音有些不甘不愿 丽只眼好气又好笑 我家老爷子要见深深 今天我去接他放学 好 书奈沮丧地放下包 又坐了回去 怎么 丽只眼微一挑眉 我留下加班 书奈低头 打开电脑 头也不抬地朝他挥了挥手 丽总再见 没有小团子 他家那么大的地方 空荡荡的 还不如赶紧把手头的工作了结了呢 丽只眼顿了顿 也没再劝他 云城最豪华的贵族幼儿园门口 小团子攥着书包背带 睁大眼睛 一动不动地在人群中找人 肩膀突然被人从身后撞了一下 力道不大 小团子后退了一步才站稳身子 他疑惑地皱眉看去 将月月脸上分明显出一丝傲丧 只是他不擅长道歉 绷着脸明知故问 小哑巴 今天谁来接你 其实看到小团子这么激动的神色 他就能知道是谁来接他 正因为这样 他才会多此一问 小团子瞪圆了眼睛瞪了他一眼 抿着唇不说话 将月月脸色僵硬 也和他僵持在原地 深深 力之眼低沉雌性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脚步声 他走到小团子身边 摘下他书包 小团子眼睛微亮 不住地往力之眼身后看 焦急地朝力之眼打着手语 你和依依一起来的 不是 力之眼直接了当地打破了他的幻想 今天回老宅 书奈没过来 话音一落 小团子和江月月脸上都露出几分失望的神情来 江月月握了握手指 垂着头离开 搭了在肩膀上的马尾辫 似乎都垂丧了不少 小团子失望地攥着力之眼的手指 脸上半分笑容都没有 眼皮半搭着 脚步沉重 跟书那一个样 这个想法突然在荔枝眼的脑海中闪过 他无奈又好笑 弯腰和他打着商量 这样吧 你要是乖乖听话 待会儿我们可以早点从爷爷家回来 小团子抬起头 眼神息静 在本子上写上一句话 然后可以去一一加码 对 力之眼金贵的汉手 眸中分明地闪过一丝笑意 小团子又想了想 你会一起来吗 我会把你送过去 小团子终于满意起来 主动牵上力之眼的手指 催促他赶紧走 云城老城区 门铃暗响 李叔亲自去开的门 低头的 少爷 小少爷 力之眼牵着小团子 一进去就看到端坐在沙发上的力老爷子 他微一挑眉 也就知道 今天老爷子要和他说的事 不是一般事了 小团子紧记着力之眼 刚刚说的要他听话的话 一进门就雀跃地跳向力老爷子 热情的劲儿比先前还足 力老爷子受宠若惊 一把搂住小团子 连连喊着乖孙 力之眼上前 给两人隔开 吩咐礼叔 带小少爷上楼 等小团子走了 力老爷子脸上满满的笑意 才淡下去些 力之眼看在眼里 不动声色 爷爷今天专门叫我回来 是有什么事吗 力老爷子只赴辅了辅手下拐杖上 黑檀木古稳奋爪 腾然若飞的猙獰龙头 半合着的眼睛 金光微闪 你不小了 深深过完年 也都要五岁了 他缺一个母亲 不用 力之眼明白了他的意思 直接否掉 我可以照顾好深深 孩子成长需要一个母亲 力老爷子拔高了声音强调道 你总不会让深深的童年也不完整吧 爷 是了 他的童年早在十二岁父母双双去世的那年就消失了 但是深深不一样 力之眼薄唇紧紧明起 冷白的灯光下印出一道深刻印记 你想怎么样 深深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很多 是宋婉瑜的功劳 力老爷子听出了他的抗拒 但还是接着说道 一个月之后是皇历吉日 我和老宋一起找人算了 下个月你和宋家那个丫头订婚 老爷子的性格说一不二 力之眼眉心促起 心中莫名划过一道难以名言的微妙焦躁 像是被张指折了似的留下印痕 他还没说话 木制的楼梯突然传来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两人都抬头看去 小团子急红了眼睛 急匆匆地迈下楼梯 边跑边朝两人摆着手势 李叔不被他允许靠近 只得担忧地护在他身侧 生怕他踩不稳摔下去 力之眼快不过去 抱起小团子 这才发现小团子全身都在颤抖 小团子推开力之眼 从他怀抱里跳下来 却一时没站稳 脚步一微摔在地上 砰的一声肉响 几个大人都惊慌地要扶他 小团子固执地推开所有人伸过来的手臂 笔划着手语 他根本站不起来 倒在地上笔划的手都发抖 看不清笔划的是什么 只嗓子 啊呀 地发出粗雅极力的声音 力之眼大手轻按在他肩膀上 轻轻扶他起来 压下焦急和担忧 道 你想说什么 写下来好吗 小团子还是听他的话的 但脖子上的本子早就在楼梯那里摔了出去 还好李叔跑着捡起地了过来 小团子红着眼眶 一边写着字 眼泪也啪哒啪哒地往本子上落 纸上迅速运出痘大的泪迹 不要他 厉老爷子心疼地眼眶通红 那把龙头拐杖早不知道什么时候摔在了地上 老泪纵横地向前探头看小团子的字 你是说 不要送碗鱼 力之眼冷静地说道 小团子拳头握在身边 坚持地点头 为什么 小团子拿过小本子 一笔一画坚定地写 我只要姨姨 姨姨做我妈妈 力之眼微正 自听老爷子说起这话题时 就皱起的眉头 又逐渐地松懈开 依依 力老爷子焦急地追问 WE集团总裁特助 目前力士的合伙人 力之眼下意识地解释 思绪还莫名地在这样的情况下飘远 他 力老爷子眉头忍不住皱起 似乎是想说什么 又看到小团子 似是笼中困兽一样 看他 黑灼灼的眼神 一半是蹊跡 一半是祈求的时候 心思一软 你真的只要他妈深深 绿老爷子咽下了话 认真地问了一句 小团子同样认真地点头 谋中全是坦荡 绿老爷子到底心软 长叹了口气 我老了 过两天带人过来给我瞧瞧吧 小团子还小 即便认真地分析他这句话 也没能弄明白 只还是警惕求助地 看向力之眼 力之眼出于莫名的微妙心思 竟然一时之间 也没注意到小团子的情绪 还是李叔低声哄道 老爷子这话是说 要见一见你的姨姨呢 小团子微微侧了侧脑袋 眼圈全红 脸上也都是泪 李叔拿了庸人递上来的热帕子 小心翼翼地帮他擦脸 要是小少爷的姨姨 真有那么好 小少爷的愿望 说不定就成了呢 大厅一片寂静 他这话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力之眼垂在身侧的指尖 微微移动 心中莫名又微妙的情绪 竟然像是被帕子轻抚过世的 仅留下半分基本可以被忽略掉的印记 小团子惊喜又疑虑地不敢想象 只轻轻去攥立老爷子的手 郁老爷子叹了口气 朝小团子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他接过李叔手中的帕子 亲自给小团子擦拭 小团子黑油油的眼中 全是惊喜和开心 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刚刚让大人们担心了 他于是贴心地接过老爷子手中的帕子 翻了面低 亲自帮老爷子擦脸 力老爷子被他这样对待 心中哪儿还有一丝半点的怨言 只恨不得把小团子搂进怀里叫心肝 力之眼牵着小团子出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过了十点 临近下车 小团子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力之眼垂头看他 怎么了 他莫名一晚上都有些魂不守舍的 小团子咬了咬唇 拿出小本子写 爸爸 我今天晚上不乖了 喊的是爸爸 力之眼微微挑眉 所以呢 但是我还是想去移一家 小团子沮丧地握紧了力之眼的手 后者视线越过小团子 看了一眼身后 书那家还没有关灯 对上小团子水淋淋的眼睛 他到底心软了 好吧 只能见一面 好 小团子眼睛发亮 小跑着过去 他够不着门铃只能敲门 跟在身后的力之眼 帮他按了一下门铃 书那正在客厅 疑惑地扬声道 谁呀 力之眼帮忙应了一声 是我 书那心跳加速 猛地跳了两下 凑着玄关的镜子看了一眼 没看出什么异样 这才开了门 什么 是 话没说完 被小团子抱住了腿 书那惊喜又疑惑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原以为他们去老城区 是要留宿的 力之眼回来就算了 怎么连小团子都回来了 小团子摇摇头 一声不吭地抱着他 他今天干了一件大事 帮书那姨姨护住了巴巴 但是他才不会告诉姨姨 他这是受委屈了 等不到小团子的回答 书那只能去问门口的力之眼 力之眼迟疑了一下 含糊道 算是吧 书那闻言 心疼地搭了下眉眼 正要把小团子抱起来 这时候才发现 手里还拿着件衣服 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焦急去抱小团子 就直接递给了力之眼 后者一挑眉 在书那像是理所当然的态度之下 竟然真的接过了衣服 乖 书那抱起小团子 带着他往屋里走 谁敢给小团子委屈 受姨姨就揍谁 吃饼干嘛 姨姨刚刚烤好的黄油小饼干 小团子闻眼 探出埋在书那怀里的头 眼睛亮晶晶地朝书那点头 书那被蒙了一脸 一口亲在了小团子侧脸 边亲边往厨房走 力之眼站在门口 顿了顿 到底带上门进去 他正要把书那递来的衣服顺手叠好 铺开一看 竟然是件难款的风衣外套 而且似乎从哪里见过 力之眼一双桃花眼中光芒炼焰 疑惑地眯起 书那抱着一手一个小饼干的小团子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他莫名其妙地有些尴尬 又有些隐藏的更深的心慌和紧张 那个 这衣服是我朋友的 书那干巴巴地解释道 那衣服还是先前小卷毛的那件 被他穿回家之后 他就送到了干洗店专门清洗 在力之眼敲门的前几分钟他才去回家 要不然 现在也不至于还没卸妆 你朋友还挺多的 力之眼语气不明 电光火石之间突然就想到了 是从哪儿见到这件外套的 那天下午在酒店门口 书那和他撒谎的那天 也还好吧 也不知道是因为手中的这件衣服 亦或是被欺骗的感觉 力之眼心中浮起些微妙的不悦来 他眸光将周围又仔仔细细地扫了一遍 书那看得莫名 多问了一句 你在看什么 力之眼不阴不阳的 哦 了一声 我看周围有没有什么脏东西 叫坏小团子就不好了 书那眉头皱起 虽然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从他这话中明显感觉到了某种负面的被侮辱过的感觉 他拧没对上力之眼的眸子 突然就明白过来他的意思 属乃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 连牵着小团子的手都松懈了几分力道 屈辱道 你 你 怀疑我带人回家 这话他在小团子面前无法说出口 但力之眼的意思不就是在说他领了男人回家做了什么龌龊事吗 力之眼眸中闪过一丝懊恼来 他原本不是想说这个的 力之眼正要解释 书奈却眼眶微红 你滚出去 自己私生活不干净 就也把别人想成这样 我从前怎么不知道 堂堂力士集团的力总就是这样的性格 小团子终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 他慌忙去哄书奈 却见他脸上的泪不住地往下掉 爹地太坏了 小团子怒气冲冲地绷紧脸 扯上力之眼的胳膊 把他扯出了书奈的家 手臂一甩 某人就丝毫没有反抗地被推出了门 小团子看向他的视线里满是谴责 直接当着他的面带上了门 而后跑到书奈身边 小心翼翼地抱着书奈 小脑袋安慰式地 不住地在书奈的井弯里轻轻地蹭 书奈反手搂住他 眼眶红红的 但是没有掉泪 闷闷地说道 谢谢你小团子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从前被别人这样污蔑 从来都不会伤心生气 今天却莫名其妙地伤心又生气 力之眼眼睁睁看着自家儿子 在他面前碰上门 抬手想要敲门 脑海中闪现过书奈通红的眼眶 抬起的手臂又僵在空中 平息而论 书奈现在的形象算不上好 整整一天 暗黄的粉底液干裂在他脸上 显得整个人又老又丑 像是枯裂的野花 但他红着眼眶看人的时候 又让人有些心疼 力之眼不由地按了按 像是空了一脚的心 薄唇紧敏 到底还是钻了钻手指转身离开 次日一早 天蒙蒙亮 力之眼就从梦中惊醒 看了一眼时间 才五点半 他大脑一片清明 睡也睡不着 干脆起来洗澡 闭上眼睛淋浴的时候 力之眼突然回忆起刚刚的梦来 梦里一片空急 周围都像是阴晕着薄薄的一层雾 只有一个看不清脸的女郎 红着眼眶看她 虽然看不清脸 但那眼睛焦好的形状 分明就是书奈 力之眼面无表情 轻则了一声 这件事 他认错 直到绕着跑了 不知道是第几圈 书奈的房门 才终于打开 力之眼额头都蒙上了一层薄汗 随手将头发往后一缕 满是雄性荷尔蒙的 热气腾腾的汗水凝聚 划过他棱角分明的俊脸 顺着深刻流畅的下颌弧度 打在性感的锁骨上 开口的时候 声音有些哑 雌性的像是跟羽毛在挠人心家 早 书奈一大早 被这样的男色晃了一下 目光定定地落在他脸上 足足愣了愣才反应过来 他正要回 突然想起来 昨天晚上 眼前这个男人的所作所为 脸色游记转阴 不耐的 嗯 了一声 力之眼 没关系 是他的错 他决定换一个话题 深深呢 书奈冷着脸 睡觉呢 你去干什么 书奈忍了忍 买早餐 一起 力之眼不等书奈反应 就站到他身侧 书奈身上穿了件灰色的运动外套 隔着外套都能感受到 力之眼身上鼓鼓的蒸腾热气 力之眼扯着脖梗上的毛巾 在身上擦了擦 脸上的汗水 有一滴滴到书奈手背上 烫得他手抖了抖 书奈往旁边挪了挪 又一想 干嘛要和他一起走 他干脆绕过他 一声不吭地往前走 力之眼本就照顾着他 放慢了脚步 也没感觉到书奈在提速 直到身侧的人都要开始小跑起来 他才察觉到几分不对劲 走这么快干什么 书奈抿了抿唇珠 低着头闷闷道 不干什么 要不是看他是小团子的爸爸 他才懒得理他 力之眼 没关系 都是他的错 力之眼也加大了脚步 也要给深深买早饭吧 要我帮忙选深深喜欢吃的东西吗 此话一出 书奈顿时迟疑了 本来就是因为家里没菜了 他才出来买早餐 买了菜 再做就迟了 他确实也不知道小团子喜欢吃外边的什么 书奈思索着点了点头 把下巴埋进衣灵里 到底放慢了脚步 力之眼眸中总算缓过一丝恋艳的笑意 心想 也亏得他有一个好儿子 故事未完待续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持续更新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 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